第一章 我的九位美女师姐 天朝国 九州之一江州太平村 回村的路上 陈玄看着自己手里的录取通知书 咧着嘴自言自语地说道 东陵大学 虽然不是天朝国一流的学府 不过也不错了 两位师姐应该会喜欢吧 陈玄从小在太平村长大 有两个美若天仙的师姐 不仅人长得漂亮 一个还会医术 村里面有什么大大小小的病痛 基本上都靠她 另一个也不得了 看似娇弱 三五个大汉都进不了身 这些年 村里面那些打他们主意的老光棍 几乎全被揍过 大师姐 二师姐 我回来了 陈玄扯开嗓子 朝着屋里面叫唤了一声 叫什么叫 当老娘耳朵龙是吧 说话间 一个年纪看上去三十来岁的女子 从屋里面走了出来 对方穿着朴素 一头长发随意地扎在头顶 身材高挑 约一米七五左右 不过那张脸 堪称是倾国倾城 即便是没有化妆 也比电视上那些女明星好看多了 在一个偏远山村里面 能看到这般如同国宝级的大美女 那绝对是比大熊猫还稀有的 女子叫林素一 今年三十岁 正是陈玄的大师姐 陈玄舔着脸 黑黑笑道 大师姐 我这不是怕你和二师姐 在家里面洗澡吗 先通知你一声 滚犊子 当老娘是王寡妇不成 洗澡还能让你这小贼给偷看了 林素一白了他一眼 然后说道 你不是去拿录取通知书了吗 给我看看 陈玄把录取通知书 递给林素一 东陵大学 林素一皱了皱眉 陈玄急忙解释道 大师姐 我这不是怕离你们太远了吗 东陵大学刚好在咱们江州 这样我也能时常回来 看望两位师姐吗 林素一沉默着没有说话 陈玄有些忐忑 别看她在村里面 天不怕地不怕 但是对于自己这两位美女师姐 她本能的有些畏惧 两久 林素一才说道 东陵大学也好 正好在东陵那边 你有一门婚约 这次过去 刚好可以见见人家 婚约 陈玄一愣 活了这么多年 她还从不知道自己 有一个未婚妻 先过去见见吧 当年我救了那家的主持人 坚持与我定下这门婚约 如果对方还可以 就别辜负了人家 而且 你九师姐也在东陵 九师姐在东陵 陈玄的眼睛一亮 除了大师姐和二师姐之外 其他七位师姐 她都没见过 不过大师姐和二师姐 却经常在她面前 提起另外七位师姐 说他们各个美若天仙 倾国倾城 听说九师姐置身商界 身家亿万 八师姐进入娱乐圈 已经是名动天朝国的大明星 七师姐年纪轻轻 却是天朝国特勤局局长 这其中六师姐最为博学 是天朝国某大学教授 至于五师姐 听说是皇族后裔 不过关于她的事情 陈玄听到的很少 还有四师姐和三师姐 陈玄貌似一直没有听到过 关于他们的事情 显得很神秘 想到这里 陈玄有些期待 林素一把通知书丢给陈玄 走进屋说道 决定了明天就滚吧 省得在村里祸害人家小姑娘 这么急 陈玄一脸忧怨地 看着林素一那窈窕的背影 怎么 莫非你这小贼 是舍不得我们 这两位美女师姐 在林素一走进去后 又是一位女子走了出来 她身材娇小 约一米七左右 其一脸慵懒地 靠在土胚房的房门上 那一双充满着 十足诱惑性的毛子 简直就是天底下 任何男人的克星 看一眼都会让人沉沦其中 这是陈玄的二师姐 叫赵南初 不过别看她身材娇小 犹如一朵含苞待放的娇花 但是那身手 和她那倾国倾城的容貌 绝对是成正比的 每次都足以让陈玄不寒而栗 瞧着这女人 那双笑眯眯的毛子 陈玄吞了吞口水 立马后退了一步 一脸戒备地说道 二师姐 你想干啥 对于自己这位二师姐 陈玄可谓是又恨又爱 小时候每约其名给自己洗澡 都差点把她点完废了 赵南初白了她一眼 不屑说道 小妈犊子 今天老娘不整你 听见这话 陈玄松了口气 自己这位二师姐 古灵精怪的像个妖精 整人的手段层出不穷 其中最让陈玄记忆犹新的 便是有一次趁她睡着了 抓来一百根毒蛇 放在自己的被窝里 以至于陈玄第二天早上 差点去见了阎王爷 好在林素一医术高超 不然她就真革屁了 当然 诸如此类的事情 陈玄自己都数不过来了 她依稀记得 还有一次 这娘们还骗自己 吞下了一根筷子长的蜈蚣 有时候陈玄都在想 自己能活到现在 简直他妈的 就是一个奇迹 对了 等一下 把我的衣服洗了 说完 准备走进屋的赵南初 又偏过头来 对着陈玄充满诱惑性的说道 那里面可以有我的贴身衣服哦 你小子要是敢偷偷藏起来 有什么歪想法 老娘咔嚓了你 看着走进屋 还不忘比了一个剪刀手的赵南初 陈玄顿时打了个寒战 小时候被整骨的一幕幕 犹如电影一般 划过他的脑海 不过 想到自己明天 就能够离开 这个恶魔师姐的身边 原本有些不舍的陈玄 顿时又有些期待了起来 老大 你真想 让这小王八犊子 明天就离开 屋里面 赵南初翘着腿 一脸慵懒地 坐在一张躺椅上 磕着瓜子 对着一旁 正在架子上 摆弄着药材的林素一问道 林素一淡淡道 今二十年了 他也该出去了 别忘了他背负的责任 赵南初戴眉一皱 然后说道 这小王八犊子 突然要离开 我还真有些设不得 不过外面那些 花花世界这小东西 能挡得住那种诱惑吗 要是他在外面 找了一堆女人咋办 也不知道 咱们九个上辈子 是造了什么念 居然最后都会便宜 老二 你说的太多了 林素一挥手打断他 说道 你应该明白 他身上背负着什么 属于他的命运轨迹 也该开始运转了 赵南初没有再多说什么 属于那个小子的命运 才刚开始 但是属于他们的命运 早在十几年前就注定了 那个小王八犊子 可是他们九个的克星 第二天一大早 陈玄就被林素一 和赵南初给赶出门了 瞧着自家 那紧闭的大门 顶着一对熊猫眼的陈玄 可怜巴巴的 哥这一去 还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 两位师姐 你们可要在太平村 等着我回来 陈玄不舍地朝太平村 望了望 不过当他转身 这货的脸上 立即浮现出了一抹兴奋 终于可以走出 太平镇镇鸟不拉屎的地方 到外面去看一看了 东玲 城里的姑娘们 我陈玄来了 这小王八犊子走了 距离村口不远的一座山上 林素一 赵南初两人 站在这里 目视着那个少年远去的背影 林素一淡淡地说道 你要是舍不得可以去陪他 这里有我一人 守着就够了 切 老娘会舍不得 那个小王八犊子 话虽这么说 不过赵南初眼神深处 还是有着不舍 怎么说 这也算是他养大的小宅子 猛虎出拢 这天下终将会风云莫测 其清澈的美目中 有着射人的神光绽放 通往东陵市的火车上 陈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其那双贼眼睛 正不时地偷瞄着上车的女同胞 火车启动 开往东陵市 这时 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子 带着一个老人 来到他对面坐下 女子长了一张标准的瓜子脸 身材高挑 眉眼如画 灵动的眼眸 仿佛会说话一般 这个发现 让陈玄的眼睛一亮 他娘的 运气这么好 与美同行啊 虽然比不上两位师姐 不过也算是万里挑一了 你的狗眼乱看什么 小心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江无双有些厌恶的 看了眼陈玄 闻言 陈玄顿时郁闷 难道城里的姑娘 都这么高吗 连看一眼都要挖他眼珠子 摸一下 岂不是要他老命 刷儿 不得无礼 江无双身边一个老人 朝着陈玄笑了笑 说道 小兄弟别介意 你应该还是一个学生吧 是去东陵大学的 陈玄点点头 老人继续笑道 东陵大学 虽然不是国内一流的学府 不过也还算一个好去处 现在距离开学 还有半个多月 小兄弟去这么早做事 陈玄说道 老人家 我在东陵市有一个未婚妻 这次提前过来 是想和他见见面的 就你这屌样 未婚妻 就算有我看 也是多半要被人甩 看着抱着一个包袱 土里土气的陈玄 江无双一脸不屑 这年头 还有人背着包袱出门 这种土包子 在城里还有未婚妻 刷儿 老人瞪了江无双一眼 笑道 小兄弟 你别介意 这丫头心眼不坏的 陈玄当然也没有 把江无双这话放在心上 临行前 代师姐就告诫过他 城里的姑娘眼光很高 让他遇事要忍 当然 对陈玄这话而言 能忍则忍 不能忍 还得靠拳头说话 这时 老人突然闷哼一声 手捂着胸口 显得有些痛苦 爷爷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看着脸色苍白的老人 江无双有些着急 急忙拍着老人的后背 别碰他 陈玄一把抓住江无双的手 你这土包子想干什么 放手 江无双使劲甩开陈玄 他这事就急复发了 你这样做轻者 有可能让他休克的 重则 可能让他当场丧命 你让开 我是医生 陈玄严肃地站起来 医生 江无双冷笑道 我看你就是个屁 操 他奶奶个逼的 这娘们羞辱她可以 但是羞辱她的本事就不行了 这可是大师姐教她的看家本领 羞辱她的本事 就是羞辱她大师姐 不过这老人目前的情况有些严重 陈玄也懒得去理会这目光短浅的娘们 立即从包袱里面取出银针 江无双这会儿十分着急 一边扶着老人 一边打着电话 陈玄也不知道 他给谁打的 总之 这娘们的语气很重 陈玄也懒得管他 只见他取出一根银针 朝着老人的头顶插了下去 混蛋 你干什么 你知道我爷爷是谁吗 你快住手 正在打电话的江无双 脸色一变 娘们 如果你不想让他死 最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然后把嘴给我闭上 陈玄瞪了江无双一眼 江无双正准备说话 老人这时已经好了很多 其那张苍白的脸 都逐渐变得红润了起来 他说道 双不可对这位神医无礼 江无双立即问道 爷爷 你感觉怎么样了 我已经给江东之地 最好的神医打了电话过去 他们那边现在 正在赶来东陵市的路上 不用了 神医就在眼前 老人抬着头看了陈玄一眼 说道 看走眼了 没想到小兄弟 竟然是一位神医 他自己的情况 他自己清楚 即便是江东之地 最好的神医到了 也不能立即控制住 他的病情 不过陈玄轻而易举 便控制住了 足可见对方的医术 有多高明 学过几年郎中而已 陈玄耸了耸肩 不过这话 他倒是有些谦虚了 林素一曾经说过 这货如果认真一点 只怕华佗见了他 都得称呼一声老师 这些年 在林素一的教导下 陈玄的医术 可算是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 林素一这位神医 都不敢说比陈玄厉害 陈玄这话 老人自然是不相信 他笑道 那么不知道 小兄弟认为我这病 还有得治吗 陈玄一脸轻松地说道 不就是练功堵塞了经脉而已 当然能治 而且 我现在就能给你治好 吹牛逼 江无双一脸不屑 他爷爷这病 江东之地的神医都看过了 根本没得治 除非是有强大的天人之上的武者 能帮他打通经脉 听见陈玄这话 老人却是有些激动 陈玄一眼 就看出了他的毛病 而且还知道武者的存在 这让他看到了几分希望 小兄弟 此言当真 我这病真能治 陈玄懒得解释 说道 您老把衣服脱了 我现在就给你治 好 老人不宜有他 当真脱掉了衣服 江无双极了 爷爷 这个土包子的话 你怎么能相信了 他就是个骗子 骗子 我骗你没有 陈玄翻了翻白眼 如果不是这老人 他看着顺眼 按照他的个性 他才懒得出手了 刷儿 我相信他 老人深呼一口气 朝陈玄道 小兄弟 我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了 动手吧 陈玄也没有耽搁 取出九根银针 朝着老人的背部 一根根地扎了下去 此刻 如果有医术高手在这里的话 必定会发现 陈玄施展的 乃是很罕见的刺盲针 这种针法 天朝国很多大国手 都不一定会 见到陈玄真的动手 江无双此刻 也只能在一旁干着急 他可不相信 陈玄真的能治好 他爷爷的救急 九根银针下去 老人顿时感觉 自己体内的力量 变得无比暴动 使得他脸色极其潮红 看到这种情况 江无双瞪着陈玄说道 土包子 我爷爷要是被你 治出个好歹来 我江无双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娘们有些讨厌 还没有我们村的王寡妇 招人喜欢 自己救他爷爷 还被他嫌弃 陈玄有些不喜欢这个女人 你 江无双恨得咬牙切齿 这混蛋 竟然把自己和那些 山村农妇做比较 他眼睛瞎了吗 不过没过多久 老人潮红的脸色 就恢复了正常 而且 在他体内那 暴动力量的冲击之下 堵塞的经脉已经冲破了 老人这时 正陷入了一种玄妙之境 在这个境界停留多年 他现在即将破镜 这时 火车已经到站了 陈玄拔掉老人身上的 银针收了起来 抱着自己的包袱就走了 和江无双招呼都没打一声 喂 你别走 江无双气急 不过老人 现在还没醒 他根本不敢离开 两分钟后 老人才缓缓睁开了眼睛 此刻他的身上 正在释放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爷爷 你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了 你放心 那个土包子 敢在你身上乱来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那个小神医走了 老人的脸色一变 吼道 说二 快 通知我江家的人找到他 不惜一切 哪怕把整个江东之地翻过来 也要找到他 这位是真正的神人 第二章祝寿 东陵市 不愧是江州的大城市 这高楼大厦 可是比太平镇 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高多了 火车站外面 陈玄如同香巴老进城一样 背着一个包袱 一脸好奇和兴奋 随后他拿出了一个地址 这是临走前世杰给他的 说是他那位 还未见过面敌未婚妻的地址 未婚妻 不知道长啥样 要是连王寡妇都不如 那哥就亏大了 他都浓着自言自语 然后拦下一辆出租车 坐上去说道 师父 去这个地址 司机拿着陈玄给的地址看了看 诧异地看着土里土气的陈玄 小伙子要去高家山庄 三八老不会是走错地方了吧 不过司机也没有多问 说道 小伙子莫非是去给高老爷子住寿的 今天高老爷子七十大寿 咱们东陵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去高家了 可惜我们这些小人物 注定是无法踏进那个圈子 七十大寿 陈玄紧了紧自己的包袱 貌似临走前带师姐给了他一包山茶 大师姐平时都当宝贝藏着 这东西应该可以当做寿礼了吧 半个小时后 陈玄已经来到了高家山庄 只见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庄园 富丽堂皇 整座庄园隐隐透着一股磅礴大气 陈玄这辈子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房子 跟他在太平村住了十八年的土胚房相比 这里简直就是皇宫 乖乖 自己这未来的老丈人 还是一个超级土豪啊 看来咱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了 没准一下就走上了人生巅峰 迎娶白富美了 这家伙闷骚地想着 庄园前方 红色的地毯一直扑到马路外面 今日的高家山庄豪车云集 人来人往 显得十分热闹 此刻正有着不少客人来到高家 给高老爷子祝寿 陈玄紧了紧自己的包袱 踏上红色地毯 朝着高家山庄 熊啾啾气昂昂地走去 他本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山中刁民一个 这样的场面还没有让他怯场 天河集团董事长来贺 送上翡翠玉卓一对 海棠阁来贺 送上玉此一箭 高家山庄的大门口 司仪高声朝着山庄内不停喊道 此刻在高家山庄里面 已经是宾客云集 陈玄抱着自己的包袱 来到大门口 刚刚高声扯了一嗓子的司仪 看着自己面前这个土里土气一看 就是乡八老的少年 他差点被呛到 这小子走错门了吧 陈玄可没管他心里怎么想 直接说道 陈玄 太平村来的 献上山茶半惊 闻言 司仪有些愣神 看啥 喊啊 看着有些走神 眼神中甚至带着嘲讽之色的司仪 这家伙有些不爽 狗日的奴才 咱可是你们老高家未来的孤眼 也瞎了吧 司仪脸色有些僵硬 随后郁闷地朝着高家山庄里面喊道 太平村陈玄来贺 献上山茶半惊 此刻 正坐在主位上 和来贺的宾客们 寒暄的高老爷子听到这话 他脸色一愣 太平村陈玄 山茶半惊 什么玩意儿 来到高家住寿的宾客们 也是愣了愣 爸 高老爷子的儿子高文邦 皱着眉头来到他身边 老爷子 咱们高家有邀请这号人吗 高文邦的老婆吴莉莉 带着女儿高摇 也走了过来 高老爷子对着他们摇了摇头 太平村是什么地方 这陈玄是谁 在东陵没听说过呀 来给高老爷子住寿 送上山茶半惊 脑袋抽筋了吧 这山茶是什么东东 难道是什么名贵的茶叶 应该是的 能来给高老爷子住寿的 都非一般人 送礼自然不可能送一些 上不了台面的礼物 众人的目光 都朝着山庄外面看过去 在他们齐刷刷的注视之下 只见一个穿着朴素 但却很干净 背着一个包袱的少年 从外面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在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 他愣是半点都没怯场 丝毫没觉得自己 与这里有些格格不入 扑 这哪里来的香巴佬 走错片场了吧 看着走进来的陈玄 有人没忍住 把喝进去的茶水 一口喷了出来 这小子谁啊 哪个山沟沟逃荒来的 今天可是高老爷子七十大寿 这小子来找事的吧 你们看 这都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有人背着包袱出门 这小子 不会是第一次 是从什么穷乡屁壤里走出来的吧 高家的大厅里面 有着一道道嘲讽的声音响起 在场的目光 都看着那个土里土气的少年 议论纷纷 主位上 高老爷子的脸色沉了沉 今日他七十大寿大喜之日 竟然有此等山村雕名前来搅局 简直该死 高文邦两口子的脸色 也很不好看 高瑶更是十分比一地盯着陈玄 这香巴老奶来的自信 竟敢走进他们高家的大门 瑶瑶 莫非这人是你们高家的亲切 高瑶的身边站着一个英俊的青年 他不屑地看了陈玄一眼 问道 高瑶没有说话 不过 今日是高老爷子七十大寿 来者是客 作为东道主 高家众人虽然很不喜欢陈玄这个陌生人 却也没有立即把他给赶出去 玄机 在众人的注视下 只见陈玄走到高老爷子前方五米位置 拿出一包用报纸包好的茶叶 高兴地说道 太平村陈玄祝贺高老爷子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一点山茶薄里 还请高老爷子不要介意 见到陈玄拿出来的鹤里 在场的宾客们眼神更加嘲讽 更加不屑了 果然是农村来的香巴佬 你看他手上的报纸 都快发霉了吧 哼 我还以为来的会是什么大人物 看来果真是一个乡野小子 他口中的山茶 该不会是他自己从野地里摘采来的吧 嘿嘿 给高老爷子祝寿 送这种没档次的东西 这小子还真是一个奇葩 莫非他以为 以高家的门面 只能配得上这种垃圾礼物 堂堂高家 难道和这乡野穷小子有关系 不应该啊 第三章 你配不上我 听着这些话 高老爷子的脸色有些僵硬 今日原本很高兴的他 此刻已经很不痛快了起来 他盯着陈玄道 少年 你是谁 我高家貌似没有邀请你来参加寿宴吧 高老爷子 我叫陈玄 太平村来的 陈玄再次强调 虽然他很不喜欢这老头那高高在上的架势 不过为了自己那位过门的媳妇 他忍了 说道 对了 我师姐叫林素一 高老爷子应该有印象吧 高老爷子原本没在意 不过当他听到林素一这三个字时 其脸色微不可查地变了变 哼 什么林素一白素一 陈玄是吧 我们高家和你不熟 所以祝寿就免了 拿着你的鹤里 离开我们高家 高文邦冷哼一声 高文邦的老婆吴莉莉也说道 不知道哪来的香巴佬 竟然还想和我们高家攀关系 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身份 我高家的大门 你攀得起吗 高老爷子的二女儿高美凤 这时也站了出来 他满脸嘲讽道 这年头有认干爹干妈 没想到竟然还有人认清 一只土乌鸦 也想飞上枝头做凤凰 白日做梦的东西 高老爷子的三女儿高雪晴说道 或许有些人是穷怕了 想走个捷径 不过咱们老高家 岂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够攀附的吗 当着东霖诸多大人物的面 高家的众人毫不掩饰 他们对陈玄的嘲讽和不屑 一句句难听的话 不停地从他们口中传来 在场来给高老爷子 狗日的 看来自己未来老丈人家 这群家伙都不是什么好鸟 一个个的都想骑在 他的头顶上拉炮屎 好了 高老爷子从主位上 缓缓站了起来 他打断了高家众人 炮轰陈玄 骑盯着陈玄弹幕地说道 陈玄是吧 林神医真是你师姐 可有凭证 陈玄说道 师姐说 老爷子曾身患重病 是师姐耗费三日苦工 将你治愈 临走前 还送了你一枚养心丸 闻言 高老爷子的脸色 鹤里就免了 你随便找个地方入座吧 记住 在场的都是东陵的大人物 不可冒犯 明白吗 说完之后 高老爷子再次坐了下来 在场的宾客们 都一脸优越地盯着陈玄 有资格参加 参加你 没有 当小爷愿意来是不 陈玄翻了翻白眼 他站着没动 怎么 你还有事 见着没动静的陈玄 高老爷子的脸上 闪过一抹不悦之色 陈玄说道 高老爷子 今日我前来高家 还有一事 你看吧 我就知道 这乡八老来我们高家是有目的的 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高美凤冷笑道 高雪晴说道 咱们高家财大气粗 是东陵的望族 有些人仗着点 曾经对我们老爷子的小恩惠 现在肯定是想索取回报来了 高文邦冷烈道 小子 虽然你师姐曾经救过我们家老爷子一命 不过今日是老爷子大寿之日 我劝你别得寸进尺 想要什么 你说 我什么都不要 陈玄摇了摇头 不过看着这高家众人 那不可一世的嘴脸 这家伙真想拍拍屁 鼓走人 什么狗屁婚约 当他稀罕是不 凭他这让太平村所有女性 乃至母狗都动心的帅气容颜 这辈子 还怕找不到两条腿的婆娘吗 不过师姐的交代 她可不敢违抗 那你有什么事 高老爷子淡默地问道 陈玄深呼一口气 说道 不知道老爷子 还记得当初与我师姐定下的婚约吗 婚约 在场的众人一愣 什么婚约 即便高家的人都是一头雾水 难道高家和其他人 有定下过婚约吗 没听说过啊 高老爷子西下一子两女 唯有独子高文邦 育有一女 如果真有婚约的话 高家小姐高瑶 岂不是已经许配给他人 不会吧 高家家大业大 以后这继承人 必定是会落在高瑶高小姐身上 咱们东陵不知道有多少青年才俊 盯着这朵花 这香巴佬是什么意思 如果真有婚约 难道这对象 还是他不成 听着这些话 高瑶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婚约 让他嫁给这个香巴佬土包子 怎么可能 他哪点配得上自己 高瑶身旁的英俊青年 脸色发青 他一脸阴冷地 朝着陈玄扫射了过去 和他抢女人 这该死的东西 够资格吗 老爷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瑶瑶怎么能嫁给这种货色 吴莉莉声音尖锐地问道 就是 爸 这个农村来的香巴佬 他哪点配得上瑶瑶 高美凤眼眸一转 冷眼盯着陈玄说道 真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香巴佬 你自己说 你配得上瑶瑶吗 你够资格踏进我高家的门墙吗 真想土乌鸦变凤凰 我看你是在痴人说梦 高雪晴冷笑道 虽然咱们老高家 膝下是没有男子 不过也轮不到你这个 一无是出的农村小子 来坐享其成 什么玩意 来人 把他给我轰出去 他这个农村来的土鳖 站在这里 都是污染了空气 听见这话 高家的下人立即上前 慢着 陈玄的脸色有些冰冷 作为称霸太平村的扛靶子 他什么时候 受过这种窝囊气 我不否认 高家的门墙确实很高 不过听你们的意思 难道农村来的 就不配娶城里的姑娘不成 对 不配 你这个香巴佬更加不配 想娶我的女儿 你算个什么东西 吴莉莉一脸不屑 陈玄懒得理会 这群满嘴喷沸的汉妇 在他看来 这群自诩为高人一等的豪门贵妇 简直比太平村的寡妇们都不如 高老爷子 你的意思啊 陈玄看向高老爷子 高老爷子的脸色 显得有些阴沉 没有说话 他当初确实和林素一 定下过一门婚约 当时林素一救了他的性命 医术高超 非凡人也 他为了怕自己的病情复发 也是为了感谢 所以死皮赖脸的 非要和林素一 定下这门婚约 不过这些年高家 逐渐发展壮大 已经成了东陵的望族 大可以招一个能力出众的上门女婿 来继承高家香火 所以 这门婚事 他早就有了毁掉的念头 甚至已经淡忘了这件事情 现在 如果不是陈玄重新提起来 连他自己都快忘记了这门婚约 爷爷 如果真有这门婚约 我不答应 高摇一脸高傲地看向了陈玄 说道 我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底气 让你有胆量来我高家提起这门婚约 你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香巴佬而已 你觉得自己够资格 走进我高家的门吗 我麻烦你来我高家提起这门婚约之前 能不能先找个镜子 自己照一照 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在我眼中连街边的乞丐都不如 明白吗 陈玄被高摇这话气笑了 骂了隔壁 难道城里的姑娘们 都是这么自视甚高 他这个农村来的小子 在他们眼中就这么一文不值 那你什么意思 陈玄皮笑若不笑地看着高摇 这女人很漂亮 不过那张丑陋的嘴脸 比村里朴实的王寡妇男看多了 你配不上我 高摇冷漠地回答 道 第四章 退婚 你配不上我 这几个字 足以击碎大多数男人的自尊心 不过陈玄例外 在她看来 不是她配不上这个高傲的女人 而是这个女人配不上她 连侍奉在她身边的资格都没有 高小姐 这个暴击够近 不过这农村来的小子 的确配不上她 何止是配不上高小姐 简直给高小姐提鞋都不配 真不知道这香巴老奶来的勇气 竟然有胆量上高家提起这门婚约 这脸皮也太厚了吧 脸皮确实够厚的 不过如她这种农村来的穷小子 脸皮如果不厚一点 又怎么会有机会 毕竟 堂堂高家岂是她能进的 以高家的能耐 只要说一句话 整个东陵不知道有多少人青年才俊 争着抢着要做高家的上门女婿 她算哪根冲 嘿嘿 有些人想自取其辱 活该被高家人羞辱 高家山庄的大厅里面 所有人都一脸嘲讽的 把陈玄给盯着 高瑶眼神冷漠 神色高傲 要她嫁给这个土里土气的香巴老 别说这辈子 就算下辈子 下下辈子都不可能 想到自己和这个香巴老 竟然有婚约在身 高瑶都感觉有些恶心 配不上你 狗日的 太没天理了 陈玄的心头已经冷到了极点 但她的脸色却极其平静 点头道 好 你说了算 不过这门婚约 我要的是高家的当家人给一个答案 当初的承诺还算不算 陈玄指示着沉默中的高老爷子 怎么 莫非你还想质问高老爷子吗 你什么身份 有什么资格 站在高瑶身旁的英俊青年 冰冷地看着陈玄 说道 小子 这里是东陵 而不是你口中那个所谓的太平村 水很深 小心别淹死在里面 所以 不想死的话 现在就给我滚出高甲 是周家公子周健 传闻周健最近正在猛追高瑶小姐 今日来参加寿宴 而且还站在高瑶小姐身边 看情况 多半是要把高甲 这堵花斋到手了 周家在咱们东陵 虽然不是富甲一方 不过周家老爷子 可是从富书 记得位置上退下来的元老 即便今日东陵体系中 很多药员 都是周老爷子 当初亲自提拔上去的 所以 周家在东陵的能耐 即便是高家都比不上 你是谁 陈璇看着他 骂了隔壁的 这一看就是闷 骚醒的小棍棍 竟敢威胁他 要不是两位师姐交代过他 不能随意动武 他非得把这家伙的屎给打出来不可 哼 就凭你这从乡下走出来 没见过世面的蝼蚁 够资格知道本公子吗 周健冷冷道 刚才的话 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 现在 立刻滚出高甲 呵呵 这么说你不是高家人 陈璇摇摇头 不是高家人 就别像调狗一样 在我面前乱叫 我农村出来的 听不懂 文言 大厅里面的众人一愣 旋即他们的脸色 纷纷变得无比精彩 这香巴佬疯了吧 竟敢羞辱周家公子 不想活了吧 在东陵以周家的能耐 想要一个人消失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香巴佬 竟敢羞辱周家公子 他死定了 小出生 你竟敢羞辱周健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知道周健是谁吗 他要踩死你 简直比才死一只蚂蚁 还要轻松 不止死活的香巴佬 无力里声音尖锐 高摇的脸色 也是冰冷了下来 该死东西 你说什么 周健一脸阴沉之色 作为东陵周家公子 他竟然被一个农村 出来的香巴佬给羞辱了 我看你是在找死 给我拖出去 乱棍打死 煞时间 随着周健一声令下 跟随着他 来到高家的保镖们 纷纷出现了 把陈璇围了起来 见到这种阵仗 大厅里面的宾客 纷纷后退了一些 一脸冷笑地 注视着陈璇 他死定了 打死他 给我打死这个香巴佬 无力里恶毒地叫道 别便宜了 这个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的香巴佬 好让他知道 东陵高家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高美凤 高雪卿姐妹两人 一脸残忍之色 他们巴不得陈璇 被乱棍打死 主位之上 高老爷子一脸默然之色 他沉默着 没有开口阻止周健 不过就在这群保镖 准备强行带走陈璇之际 一道浑厚的声音 忽然从高家山庄外面 传了进来 东陵高家 好大的威士 话音刚落 山庄外面 便是有着一位老人 龙行虎步般地走了进来 虽然其已经年老 不过就急备治愈 舞蹈境界更上一层楼 使得他身体的各项机能 都年轻了不少 听到这话 高家的人正准备动怒 不过当他们看到 那走进来的老人时 神情纷纷一震 这是 江孝堂江爷 还有江家小姐 高老爷子更是立即站了起来 朝着江孝堂迎接了过去 他神情有些激动 说道 江爷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这一幕看着有些滑稽 高老爷子已经七十岁了 但是在六十多岁的江孝堂面前 就如同一个小辈一般 呵呵 你高家人 大寿 我江孝堂岂能不来 江孝堂虽然在笑 但是他的心头 已经冷到了极点 其实他已经来了一会儿 一直在山庄外面 原本他是想等陈璇了结了这里的事情 可是高家人的作态 让他忍不住了 高老爷子没有看出江孝堂心中的愤怒 此刻他正沉浸在兴奋当中 他高家人 大寿 江孝堂亲自上门道贺 这传出去 绝对会让他高家在东陵的地位 更上一层楼 毕竟 眼前这位可是江东之地的大佬之一 于他而言 是真正的大人物 高家的其他人 同样很兴奋 江孝堂来贺 这传出去 都会让他高家更有面子 在场的宾客们 都羡慕地看着高老爷子等人 没想到 连江孝堂江爷 都带着孙女来给高老爷子祝寿了 这下高家在东陵的地位 只怕更稳固了 陈玄看到了江孝堂 也看到了跟着走进来的江无双 不过他现在的心思 在高家人身上 江爷说笑了 您里面请 请上座 高老爷子等人 客客气气地 把江孝堂和江无双引进来 江孝堂看了陈玄一眼 见到陈玄并没有和他打招呼 他淡淡道 罢了 你高家的位置太高 我站着就好 文言 正处于兴奋中的高老爷子等人一愣 陈玄接着说道 高老爷子 我在等你的回答 回答 也不知道 是因为江孝堂的到来 还是因为什么 高老爷子 眼神忽然变得有些凌厉 甚至优越 说道 我高家的门墙 你有资格进 这么说高家 是想毁婚了 陈玄冷笑道 错 不是毁婚 我高家可不是言而无信之人 是退婚 高瑶盯着陈玄说道 你我都很清楚 你根本配不上我 别再自诩其辱了 退婚吧 第五章 休了你 退婚 陈玄认真地看着高瑶 然后又看着高家的其他人 点点头说道 虽然听师姐说 当初是你们死皮赖脸的 非要定下这门婚约 不过现在退婚 这个结果我也接受 哼 想罢了 你不接受 又能怎样 莫非你还想反抗吗 高雪清不屑地说道 现在连江孝堂江爷 都来他们高家助手了 他更加感觉高人一等了 高老爷子对江孝堂说道 江爷 一些小闹剧 让你见笑了 江孝堂看了陈玄一眼 他心中冷笑 说道 你们高家人的事情 你们自己先解决 多谢江爷 高老爷子心中欣喜 不过当其看向陈玄时 所有的欣喜荡然无存 他冷漠道 陈玄是吧 当初我与你师姐定下的婚约 不过是一句戏言 没想到 你们竟然还当真了 不过 我也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你师姐当年救过我一命 我理应报答 瑶瑶 给他一张十万的支票 高瑶点头 从包里取出一张支票 不过他可不是亲自递给陈玄 而是直接扔在了陈玄的面前 对他而言 和陈玄这个乡巴老友 任何接触 都会让他感觉恶心 当年你师姐救过我爷爷的命 这张十万支票 对你们农村人而言 分量足够重了 就当是你师姐救我爷爷的医药费 他高傲地说道 陈玄看着自己脚底下这张支票 他没有低头去捡 见到这一幕 江无双地皱着眉头 虽然他有些不喜欢陈玄 不过高瑶这种羞辱人的做法 更加让他不喜欢 江孝堂心中怒火中烧 恨不得把高家所有人都涂灭 不过现在他必须的忍着 因为他想看看 对待他的救命恩人 高家人究竟还要做出什么 无耻的事情来 见到陈玄无动于衷 吴莉莉一脸优越地说道 香巴老 你面前的可不是一张纸 而是一张十万的支票 不过你这个农村出来的土鳖 恐怕连支票都没有见过 我劝你最好捡起来 十万块 对你这样的农村人而言 那可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即便你努力一年都赚不到 土包子 这可是十万块 恐怕你活到现在 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吧 我要是你现在 就捡起这十万块钱 离开高家了 高雪晴嘲讽笑道 高美凤也说道 穷鬼 快捡起来吧 你们农村出来的人 想赚十万块钱 那可是很不容易的 羞辱 这是明目张胆的羞辱 一群 日狗的白眼狼 陈玄心头愤怒 看着自己脚底下那一张十万支票 没有任何动作 他要是去捡了这张十万块钱 不仅是他被羞辱了 连他师姐林素一 也被这群忘恩负义 言而无信之被给羞辱了 一个小人物没有自知之明 活该受辱 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 面对比他更加强大的人 他连蝼蚁都不如 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虽然高家确实定下了这门婚约 不过自身不够硬 还想让高家履行婚约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白日做梦 少年十万块不少了 拿着这笔钱没准 还能做个小生意 养家糊口了 现在这笔天降横财就在你面前 为何不捡 在场的宾客们 都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陈玄 煽风点火 戏弄一个农村出来的小人物而已 他们不用担心什么后果 江孝堂也在看着陈玄 虽然他知道陈玄不会去捡 不过他想看看陈玄会怎么做 毕竟 如果陈玄真是为了这点钱利益 而折腰的人 在火车上治好了他的病 就不会一走了之了 娘们 原来你 爷的性命 在你眼中 就只值这十万块钱啊 陈玄冷冷一笑 对于这群高家人 他已经没有了半点好感 高摇皱了皱眉 道 怎么 你先少 好 你开个价 不过我把话先说在前头 拿的钱就滚出我高家 因为多看你一眼 都会让我感觉恶心 看见他感觉恶心 生儿子没屁 演的玩意儿 当哥稀罕你是吧 高家的门槛确实高 当初我师姐就不该怀有慈悲之心 陈玄笑了 他走过去 一脚把那张十万的支票踩下脚下 其冷冽说道 你高家我会离开 不过这钱太脏了 你们还是留着自己花吧 另外你可以退婚 但我也要休了你 休了你 这三个字 如同一根针一样 扎在高摇的心头 更如同一记耳光一般 狠狠地落在了高家人的脸上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少年 竟然敢说出如此大胆的话来 休了高家小姐 真想激怒高家吗 嫌命长了吧 江孝堂一脸笑意 这个回击挺好 该死的蝼蚁 你他妈活腻了 周健满脸冰霜 休了高摇 这传出去 他周健不是成了剪破烂的吗 小畜生 今天我一定要让人撕烂了你这张嘴 来人 休了我高家小姐 如此如我高家 该死的狗东西 今日 你别想活着离开我高家 高老爷子目光阴森 原本他心中对陈玄 还有那么一丁点歉意 不过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今日他必须让陈玄付出代价 不然他高家 还如何在东林立足 高家动怒了 看着一群保镖 接连从外面涌进来 在场的宾客都知道 今日那个敢羞辱高家的少年 必定不会有好日子过 甚至有可能会丢掉性命 毕竟 以高家的能耐 想弄死一个人太轻松了 更别说是一个 无权无视的乡下小子 煞时间 高家的保镖们 纷纷来到了高老爷子的身后 高老爷子 目光阴森地盯着陈玄 灵力道 看在你师姐当初救过我的份上 我给你一次机会 跪下道歉 我让你完好无损地离开高家 跪下道歉 你们高家算哪根葱 小爷撒泡尿 都能把你们给灭了 陈玄心中冷笑 他摇摇头说道 我这一生不跪天不跪地 只跪师姐 你们高家人还没资格让我下跪 既然你们高家给了我结果 同样的 我也要给你们一个结果 这很合理 也很公平不是吗 给我拿下 高老爷子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愤怒 随着他一声令下 高家的保镖们 当即就要动手 不过就在这时 江孝堂出面了 其脚步在地面一跺 高家的那群保镖们 当即被震得倒飞了出去 今日谁敢出手 可别怪我江孝堂不客气 见到这一幕 原本准备看好戏的宾客们一阵 高老爷子等人 也是愣愣地看着江孝堂 江爷 你这是为何 休了就休了 你高家人有意见 第六章 考虑考虑 你高家人有意见 江孝堂一脸冰冷之色 作为江东之地的大佬人物之一 他发怒 让得在场的所有人 都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压力 这一刻 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 看着突然变脸的江孝堂 江爷不是来给高老爷子注授的吗 怎么会对江家的人动手 高老爷子等人 同样想不通 但是江孝堂这个大佬发怒 他们可不敢顶撞 不过就在下一刻 他们心中的疑惑 全部都有了答案 小神医 只要你点头 我可以帮你灭了高家 江孝堂走到陈玄的面前 沉声说道 其那不经意间 看向高老爷子等人的眼神 冰冷刺骨 充满着杀意 见到这一幕 高老爷子等人 差点被冲击地晕过去 在场的宾客 心头骇然不已 呆若目击 那个从乡下来的小子 竟然和江爷认识 而且看情况关系 还非同一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那个乡下小子 有什么惊人的背景 让江爷都愿为其出面撑腰 一念至此 在场的所有人 心头更是巨震 高老爷子等人身体一软 差点因为江孝堂这句话 吓得摔倒在地 作为江东之地的大佬之一 江孝堂说话 那可是一言九鼎的 他说要杀人就绝对要杀人 说要灭门 就绝对不会留一个活口 天哪 这小子竟然和江爷认识 这怎么可能 但是他真的和江爷认识 而且江爷还愿意 为了他灭掉高家 那小子到底何德何能 不会吧 他和江爷认识 怎么不早说啊 咱们刚才都得罪过他 要是所有人瑟瑟发抖 看向陈玄的目光彻底变了 甚至变得有些恐惧 和刚才的嘲讽 不屑轻视判若两人 毕竟 现在只要陈玄轻轻地点头 庞大的高家 恐怕就要灰飞烟灭了 而他们这些人 一旦被陈玄记恨上 只怕更加没有好下场 高家的人都一脸金句地盯着陈玄 虽然他们还不知道 陈玄这个香巴佬 怎么和大名鼎鼎的江爷认识 但是他们知道 现在他们高家人的性命 全部都掌控在这个少年的手中 只要他点头 那么高家就完了 不需要 因为我有能力 让他们因为今日而后悔终生 陈玄眼神凌厉地扫过高老爷子等人 而且这个时间不需要太久 文言 江孝堂看向高家的人冷笑道 既然小神一发话 今日姑且饶你们一命 不过看不起农村人 你们东陵高家 算个什么东西 我江孝堂也是从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 你们是不是也看不起我 哼 真当我江孝堂吃饱了撑的 会来给你高家助寿 你高家有那个资格吗 若不是小神一 今日来了你高家 你高家的门槛 够资格把我江孝堂引进来 欺辱我江孝堂的座上宾 你们高家好大的狗胆 最后这句话几乎是雷霆之音 面对着圣怒之下的江孝堂 高家的人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 吴莉莉 高美凤 高雪卿三人更是吓得花容失色 连身体都在颤 抖着 面对江孝堂这样的大佬 他们更加显得像蝼蚁 不过刚才 他们还能掌控陈玄的生死 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 但是现在局面彻底的倒转了过来 如此大的转变 让他们实在难以接受 这该死的香巴佬 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结识了江爷 这样的大人物 高老爷子低着头 连去看一眼江孝堂的勇气都没有 这可是一味真正的煞心 他心中忽然有些后悔 如果他早知道陈玄和江孝堂认识 即便他高家不去履行那个婚约 也要尽力结交陈玄的 万般不能得罪 而现在 他们高家已经把对方给得罪死了 高摇脸色铁青 那个让他感觉恶心的香巴佬 竟然能凌驾在他的头顶上 而且还扬言 有能力让他们高家后悔终生 他凭什么 丢掉和江爷认识的这层身份 他依旧 不过是一个没权没事的乡下小子 有什么资格让他高家后悔终生 在场的宾客们 此刻同样是不敢说话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 江爷 请息怒 我们真的不知道 这位小兄弟和江爷您认识啊 高老爷子嘴角抽搐 他知道 今日即便江孝堂不会灭了他高家 但绝对会被其计分上 以后高家在这江东之地 想更上一层楼 只怕绝无可能 哼 你的意思是 小神医若与我不相识 你高家就可以随意欺辱吗 江孝堂眼神冰冷地说道 一群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 在我江孝堂眼中 你十个高家 也比不上小神医一个 不过你们高家拒绝了小神医 我倒是要好好感谢你们的愚蠢 说完之后 江孝堂忽然看着陈玄说道 小神医 江某 有一个不情之情 斗胆向小神医求一门婚约 什么 江孝堂这话 让得所有人都震惊了 堂堂江东之地的大佬 竟然对那个乡下小子求婚约 整个江家 可就只有一个独女啊 齐刷刷的 在场的所有人 都朝着江孝堂身边的江无双 看了过去 江无双的脸色有些发烫 他也没想到 自己的爷爷 突然之间就做出了这个惊人决定 高老爷子脸色抽搐 他们视为粪土的乡下小子 江家却视为珍宝 还想把独孙女嫁给他 难道真的是他高家目光太短浅了吗 高瑶一脸冰冷之色 他看不上的货色 却被江家抢着要 到底是他高瑶的眼光差 还是江家太毒辣了 不 绝对不是 我高瑶眼光差 高瑶不相信 他不相信 陈玄真的是一块蒲玉 那就是一团狗屎运好的烂泥 若不是靠山了江爷这尊大人物 这辈子都只能做一个底层人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陈玄 有羡慕 有极度 更有畏惧 一旦陈玄真的成为了江家女婿 整个江东之地 又有几人敢小看他 陈玄看了脸色有些发烫的江无双一眼 他淡淡说道 我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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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脑袋有些发晕 还考虑考虑你 没有 那可是江家 攀上了 那就等于是皇亲国妻了 在江东之地 就算不是一手遮天 也算是几乎横着走的存在了 考虑 江无双咬牙切齿 这该死的混蛋 难道是认为自己配不上他吗 第七章 装逼招雷劈 高家大厅里面 所有人都无语 震撼的看着 似乎并没有把江孝堂那话 放在心上的少年 整个江东之地 江孝堂若开口要求一门婚约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 屈之若物一样 跑上江大大门 可是这少年了 他竟然还要考虑考虑 高老爷子的心头同样震撼 不过陈玄这番回答 就像是一把尖刀一样 刺在他的心脏上 连江家的孙女 我都没有放在眼中 更何况你高家呢 不过对于陈玄这番回答 江孝堂的心头 却是有些欣喜 道 多谢小神医 只要小神医考虑好了 我江家随时可以履行这门婚约 绝对不会像一些 言而无信小人那般毁约 这句话 让江家的所有人 脸色都红得有些发烫 江爷竟然如此看重的少年 他到底有什么能耐 在场的宾客心头暗颤 他们实在搞不懂 一个农村出来的小人物而已 他有什么资格 让大名鼎鼎的江爷 做出如此决定 嗯 我会考虑的 陈玄点头 然后他看着高老爷子说道 当年我师姐耗费三日苦工 让你多活了八年 不过享受了八年的好日子 也该活够了 近来是不是感觉子宫 但中两处要学 隐隐作痛 好好享受 剩下一个月的时间吧 因为你已经十日无多了 言罢 陈玄背着自己的包袱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高家大厅 临走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还在高家大门口放了个屁 江孝堂见状 急忙带着江无双跟了上去 高老爷子身体一震 看着那个少年离去的背影 他心头已经泛起了滔天骇浪 哼 一个踩了狗屎运 攀上了江孝堂这棵大树的小人物罢了 不过 即便你攀上了江孝堂这棵大树 又如何 本公子要玩死你这个香巴佬 照样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看着性质不高的高家众人 周健说道 高老爷子 无需担心 近来我周家已经搭上了五爷那条线 只要有五爷撑腰 他江孝堂也不敢妄动 五爷 在场的宾客们倒吸一口气 五爷同样是江东之地的大佬之一 和江爷的地位一样 听见这话 原本有些担忧的吴丽丽惊喜道 五爷可是咱们江东之地资格最老的大佬 在江东之地的地位根深蒂固 周健 还是你最有出息 往后咱们老高家可就靠你了 当然是周健最有出息了 那个该死的香巴佬 还想让我们高家后悔 哼 一旦五爷站在咱们身后 那个香巴佬攀上了江爷又如何 他这辈子都别想凌驾在咱们高家之上 高老爷子松了口气 看向周健的目光更喜爱了 高摇一脸高傲地看着陈玄离去的方向 他心中冷笑 一个无权无视的香巴佬 真觉得自己攀上江爷 就是乌鸦变凤凰了 和他们这些名门望族相比 他依旧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辈子都别想凌驾在高家之上 自己的眼光没有错 和那个让他感觉恶心的香巴佬相比 周健强了十倍百倍 小神医 今日在火车上多谢小神医出手救治 若不是遇上了小神医 我江孝唐这条命还不知道能活多久 这一次我江孝唐欠了小神医一个天大的人情 江家的豪华车队行驶在大马路上 一辆豪华房车里面 江孝唐一脸诚恳地看着陈玄 你那毛病小意思 更何况你刚才不也是帮了我吗 咱们两步相欠了 对了 叫我陈玄骂 看着自己屁 鼓下着极其奢华的豪车 这家伙的手在屁 鼓底下悄悄地摸了一把 狗日的摸着真舒服 等有钱了 他也要买辆这样的豪车 到时候开回太平村去 绝对会让王寡妇 小英他们对割头怀送抱 江孝唐不知道陈玄内心的想法 他只当陈玄故意谦虚 要知道 他为了看自己这病 仅是资金都有上益了 其他隐形的花费都还没算在内 万万不敢 陈神医医术其高 放眼我天 朝国只怕都是殿堂籍的 岂能直呼名讳 江孝唐说道 陈神医 为了表示感谢 区区薄理 还望收下 江孝唐看了江无双一眼 只见江无双四有些不情愿地 把一本房产证 还有一把车钥匙递给了陈玄 这些东西 江孝唐一下火车 就让人准备好了 江家的人查到陈玄的行踪后 他就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去了高甲 陈玄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两样东西 即便他在土鳖 也知道眼前这东西是什么 不过他并没有伸手去接 他虽然顽劣 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混账 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线 师姐时常告诫他的一句话 很多命运馈赠的东西 早已经暗中标号了价码 一切馈赠都是有偿的 更何况 对于江孝唐这种带着目的性的馈赠 他更加不喜欢 陈玄看了江孝唐一眼 说不动心 那是吹牛逼的 不过我要的东西 只会凭着双手去挣 这些你们将家收回去吧 文言 江无双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这个刚从乡下走出来的家伙 竟然能抵抗着这种诱 他试探着问道 你真不要 这可是临江阁的一栋别墅 价值上千万 还有一辆价值八百万的跑车 临江阁那套别墅 他可是眼馋了很久 可是即便江孝唐很疼爱他 也没有松口 而现在 江孝唐要把这套别墅 送给眼前这个刚从乡下 走出来的穷小子 他竟然不要 陈玄忍不住打了个尿颤 啥 价值千万的别墅 八百万的跑车 狗日的 身边这老家伙 也太有钱了吧 等等 他不是想把面前 这娘们嫁给我吗 要不 咱就从了吧 这家伙心里无耻地想着 看着江无双收回去的 房产证和车钥匙 他真恨不得给自己 两个大嘴巴子 你说 你他娘的 没事装什么清高啊 那可是价值千万的豪宅啊 骨头软一下又何妨 江孝唐一脸佩服地 看着他说道 陈神医不愧是高人 是江某考虑不周 拿这些俗物 就是侮辱了陈神医 侮辱 侮辱你 妹 你他娘的 能再侮辱我一次吗 哥后悔了 陈玄欲哭无泪 不过这个B已经装了 他自然不好意思 再去要回来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句话 莫装 B 装 B遭雷屁 第八章 九转龙神宫 陈玄心里的想法 江孝唐和江无双 两人自然是不知道的 江孝唐看着陈玄说道 陈神医 这些薄利你看不上 不过出来东陵市 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 这样吧 我让人在天堂酒店 准备一间总 统套房 作为陈神医 暂时的落脚点如何 行吧 陈玄有些无精打采的回应 他还在惦记着 价值千万豪宅和豪车的事情 东陵市天堂酒店 随着江家的车队到这里 天堂酒店的高层 早就在这里等着了 江孝唐一下车 天堂酒店的高层 就迎了上来 江老 您吩咐的事情 我已经办好了 江孝唐淡淡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才把陈玄请了下来 陈神医 我们到了 请 见到江孝唐这个动作 天堂酒店的高层纷纷一愣 能让江老亲自坐陪请客的人 整个江东之地都没几个 他们正期待着 想看看是哪一位大佬下 踏天堂酒店之际 紧接着就看到了土里土气 背着一个包袱 从车上面走下来 四处张望 犹如一个香巴佬一般的陈玄 天堂酒店的高层 差点被呛到 就这小子 能让江老亲自坐陪 陈玄原本兴致不高 不过一下车 当他看见了酒店门口 站着的两排迎宾美女时 那双贼眼珠子 顿时睁得比牛眼睛还大 乖乖 不愧是大酒店 美女就是多呀 见到这家伙 那直勾勾盯着迎宾美女的眼神 江无双顿时有些被打败了 虽然这家伙治好了爷爷的旧级 确实是一个高人 不过这高人也太俗了 连豪闸豪车都看不上 却流烈于这些雍之俗粉 难道比他这个大美女还养眼 娘们 别盯着我看 不然我会以为你 爱上了我 感觉到江无双看向自己 陈玄偏着头 在他身上打量了下 说了一句 让江无双恨不得淹了他的话来 没有俺们村王寡妇的大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这狗嘴里面吐不出象牙的家伙 只怕已经被江无双 用眼神杀了无数遍了 不过江无双心头也是 有些好奇 这家伙老是在他面前提起王寡妇 那个王寡妇 到底是何许人也 未必比他还漂亮 如果让陈玄知道 江无双这么想 只怕会笑出声来 随后 在他那恋恋不舍的目光下 这家伙只能跟着江笑堂 江无双两人走了 来到了天堂酒店的顶层 这里可是天堂酒店最豪华的总 统套房区域 整个顶层只有四间豪华套房 每一间套房单日的价格 都是六位数 陈神医 你暂时就委屈先在这里住下 这是天堂酒店的帝王卡 只要拿着这张帝王卡 陈神医在天堂酒店的一切消费 全部免单 总 统套房大门口 瞧着江笑堂递过来的黑色卡片 陈玄倒是没有拒绝 见到陈玄收下了帝王卡 江笑堂松了口气 笑道 陈神医 在天堂酒店 你有任何事情 只要招呼一声 这里的人都会为你办妥 另外 如果你嫌闷的话 我可以让无双这丫头 在这里陪你 啥 陪她 孤男寡女 而且 这马上就要天黑了 陈玄上下打亮了眼江无双 是个不错的婆娘 难道自己保养了十八年的龙根 就要交代给她了 爷爷 江无双脸色通红 感觉到陈玄那肆无忌惮的目光 这女人恨得牙咬咬的 眼神中寒光闪闪 啊 陈玄心里打了个冷战 她有种直觉 自己如果真要亮出大宝剑的话 这女人只怕非得拿剪刀烟了自己不可 这个 江老 还是算了 我比较喜欢一个人 陈玄赶忙拒绝 开玩笑 要是趁着自己睡着了 这女人偷偷摸摸地给自己一刀 只怕她就要成为开国之后 史上最后一个太监了 江笑堂有些失望 既然陈玄拒绝 她只能带着江无双走了 临走江无双 还轻蔑地扫了陈玄一眼 擦 这婆娘傻眼神 自己要是掏出保养了十八年的大宝剑 非得吓死她不可 陈玄心里郁闷地想着 随后她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整个总 统套房对她这个刚从太平村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走出来的乡下小子来说 绝对是皇宫级别的 不仅有单独的书房 茶厅 还有一个B 格极高的大客厅 里面是一间单独的主卧 对面是一间次卧 奶奶的 这些城里人就是会享受啊 赶明哥赚了钱 一定要买一个比这更漂亮的 到时候 把两位师姐接到城里来住 这家伙犹如做贼般的再走 统套房里面这摸摸那看看 等那股兴奋劲消失之后 她才舒舒服服地洗了个走 然后就在客厅席地而坐 手捏一个古怪的印法 盘西打坐修炼了起来 煞时间 随着陈玄打坐修炼 她身边的空气都隐隐晃动了起来 而后在她的头顶上 有着一条看似真实 却是虚幻的金色神龙盘旋着 金色神龙宛如一条小蛇一般 但却充斥着一股无上的威压气息 仿佛就是不可侵犯的神之 一股股力量 在陈玄的四肢百骸不停地运转 周天循环 随着陈玄的修炼 很快就是几个小时过去了 一直到了晚上八点 陈玄才缓缓睁开了眼睛 感觉到自身的境界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她顿时满脸苦涩 操 三年了 整整三年了 九转龙神宫咋还没有进入第一转 哥得等到啥时候 陈玄很郁闷 三年前她修炼的九转龙神宫 就已经冲破玄关 契海 仁都 子府四大命门 到了进入第一转的资格 可是这三年来 却偏偏没有任何进步 就仿佛 她修炼的九转龙神宫缺少了什么 一直无法打破那道屏障 大师姐可是专门告诫过她 九转龙神宫 没有进入第一转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随意暴露自己的修为不说 还不能破身 不然必将暴体而亡 就是因为师姐的告诫 这些年来 陈玄可是一直守身如玉 最多就是拉拉女孩子的小手 连哄带骗亲个小嘴罢了 其他的可啥都没干 没错 别看这家伙 有时候猴急的连寡妇都不放过 其实还是一个这儿八经的楚男 每每想到这一点 这家伙就十分自卑 高中时期 连她那位体重180的死党 都把自己的第一次光荣地奉献了出去 可她这个玉树临风 风度翩翩 气宇轩昂的超级大帅哥 居然还是个没有被人祸害的楚男 第九章 这是我婆娘 陈玄有些憋屈 她低头朝着身下看了眼 闭闭嘴 兄弟 跟着哥哥让你受苦了 放心 突破了第一转 哥哥一定带你去见见血 好好磨一磨 话才说完 肚皮里面很不争气的 咕噜一声响了起来 她摸了摸肚皮 有些不乐意的骂骂咧咧的 靠 江孝堂那老小子 刚才也不说勤安吃顿饭 太几把小气了 随后她掏出江孝堂 给她的那张帝王卡 自言自语道 据江孝堂那老小子说 拿着这小卡片 在这里的一切消费免单 真的假的 不过肚皮饿了 这家伙才不管她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她而言 人生在世 美女第一 吃饭第二 饿了谁也不能饿了老二 离开房间 陈玄才刚刚打开房门 就见到她对面的总统套房 这时也打开了 一个身材高挑 瓜子脸 大胸脯的美女 从里面走了出来 这家伙眼睛一亮 江孝堂那老小子够意思 竟然给她安排在了美女的对面 虽然不认识 但是以她那变态的耳力 晚上闲着无聊听听墙 还是可以的 女子也看见了 从对面房间里面走出来的陈玄 她有些诧异地 上下打亮了沿土里吐气的陈玄 这哪来的乡下小子 竟然住得起天堂酒店的总统套房 你看什么 女子淡默地扫了她一眼 这货笑眯眯盯着她 此女只阴天上游 偏偏有落人见 无聊 女子白眼一翻 直接走了 见此 这家伙犹如一个屁 被硬生生地憋了回去一样 极其郁闷 不过见到女子已经走进了电梯 这家伙也屁颠屁颠地跟了过去 主动出击说道 美女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用不用保镖 贼厉害的那种 文言 萧雨涵扫了她一眼 神情有些不屑 谢了 我只是去楼下吃饭 更何况就你小胳膊小腿的 恐怕连一个脱了裤子的女人 都征服不了吧 还贼厉害 我日 不服咱脱了练练 同不思念 这家伙黑着脸 如果不是考虑到地方不对 他都想掏出大宝剑 来吓一下这娘们 不过萧雨涵根本没理他 电梯门打开后 直接走了出去 陈玄也跟着走了出来 入目中 这里是一个高级西餐厅 这会儿正有不少绅士 在优雅的用餐 不过随着萧雨涵刚刚走进西餐厅 便是吸引来了不少牲口的眼睛 像萧雨涵这样万里挑一的大美女 那可是很难见到的 所以 很多人都朝他头来了注目里 靠没想到在东陵市 竟然还有能媲美秦淑仪的美女 以前怎么没发现 的确是一个美人胚子 说他能媲美秦淑仪 倒也不过分 咦 跟在这美女身后的傻逼是谁 难道和那位美女是一起的 不应该吧 这傻逼土里土气的 一看就是刚刚才从乡下出来的大草包 岂能认识这样的大美女 那可不准 万一这小子真认识了 不然他怎么和这样的大美女走在一起 靠 不会是好白菜被猪拱了吧 瞧着陈玄形影不离地 跟在萧宇寒身后 西餐厅里面不少人 都朝他投来了愤愤不平的目光 啥 土里土气的傻逼 骂了隔壁的 我傻你们哦 你才是傻逼 你全家都是傻逼 陈玄的耳朵贼灵 虽然这些人是在窃窃私语 不过全部都被他给听见了 这豁的脸立即黑了起来 狗日的 一群眼睛 附了牛屎的傻逼 像哥这般玉树临风 风流倜傥 一注晴天 啊 不是 一飞冲天的大帅哥 岂是你们这般凡夫俗子能藐视的 生儿子没屁眼 生女儿长小鸡鸡的家伙 老子一个屁都能崩死你们 这家伙心里恶毒地想着 全是他 餐厅的角落里 一个女子眼神有些厌恶得 看了下陈玄 闻言 女子对面的男子回头看了眼 他顿时冷笑道 果真是冤家路窄啊 这个不知死活的香巴佬 居然来了天堂酒店 天堂酒店是江家旗下的产业 他在这里 应该是江家的人安排的 高瑶一脸淡默地说道 今天在高老爷子的寿宴上 他可谓是恨透了陈玄 原本他以为自己和陈玄 暂时不会碰面 没想到 这才过去几个小时 又遇见了 周健 高小姐 难道你们认识这小子 在周健和高瑶的身边 还有一个青年 此人身材矮小 体型肥胖 目测起码有近两百斤 哼 一个不知死活的土鳖罢了 老子早晚有一天要弄死他 周健一脸冰冷地说道 闻言 体型肥胖的青年 眼神灼热地看了肖宇涵一眼 笑道 既然你周健要玩死这个土鳖 那么他前面的女人 不如就交给我吧 好久都没开婚了 肖宇涵在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 虽然周围那些窃窃私语的声音 他也听到了一些 不过这些年在国外他都习惯了 陈玄倒是想和肖宇涵共作一桌 不过对方压根就不拿正眼看他 这家伙也不想自讨没趣 就在肖宇涵前方一张空桌坐下 周围用餐的人 见到陈玄和肖宇涵两人分开坐时 也都松了口气 靠 我就说嘛 这傻逼怎么可能会和那样的大美女认识 嘿嘿 幸好这样的大美女没有便宜那个傻逼 不然老子非得被气死不可 不过咱们东陵市来了这样一位大美女 看来秦淑仪一朵娇横横压整个东陵的局面 是要被打破了呀 也不一定 万一这美女只是路过咱们东陵市了 算了不说了 只要这美女没便宜 那个傻逼就成 操 一群驴日的 叔叔可忍 婶婶不可忍 陈玄的脸色越来越黑 忽然 只见她眼珠子一转 然后笑眯眯的看着自己对面的肖宇涵 大声问道 老婆 你想吃啥 老婆 这两个字 犹如天降精了一般 让得餐厅里面那些对肖宇涵有想法的人 当即目瞪口呆 满脸不可置信的 朝陈玄看了过来 见此 陈玄眉头皱了皱 说道 瞎几把看什么呢 这是我婆娘 第十章 你放了个屁 听见此话 餐厅里面的人的脸色 犹如吃了屎一样难看 震惊的快说不出话来 那位美女 真是这傻逼的老婆 就陈玄对面的 连肖宇涵 也是一脸错愕之色 这家伙胡说什么了 自己是她老婆 肖宇涵顿时一脸恶寒 狠狠地瞪了陈玄一眼 谁是你老婆 我可不是 文言 众人当即松了口气 玄机他们都一脸愤怒地盯着陈玄 麻痹地 差点被这傻逼给吓死 不过陈玄的脸皮很厚 漫不经心地朝周围说道 我跟我老婆闹别扭了 别瞎几把乱打主意 这娘们是我的 萧宇涵白眼一番 就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人 靠 这傻逼什么意思 威胁我们是吧 众人愤愤不平 哼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高摇一脸不屑 陈玄这话她自然是不相信的 如果这癞蛤蟆 有如此漂亮的老婆 岂会去她高家提起那门亲事 嘿嘿 周健 这种没见过世面的癞蛤蟆 居然也敢做这种美梦 要不咱过去找她玩玩 找点乐子 周健身旁那位体型肥胖的青年 瞧着陈玄的位置 咧嘴笑道 不过他更多的时候 是注视在萧宇涵身上 文言 周健的眼睛一眯 笑道 吴绍 虽然我随时都可以猜死这个土鞭 不过如果吴绍你想玩的话 我不介意把他让给你 听见这话 吴天咧嘴笑道 成 等哪天有机会 我去猜死这个土鞭 给你出出气 不过现在嘛 他对面的女人 倒是挺有意思的 和东陵市第一美女 秦淑仪相比 都不相上下 嘿嘿 是我的菜 吴天那满是肥肉的脸上 有着蠢蠢欲动 能媲美秦淑仪的娇花 他可不想就这样放过 见到吴天暂时 没有动陈玄的想法 周健的眼中 闪过一抹隐藏的 极好的失望之色 他原本 还想借着吴天的手 好好收拾陈玄一番 毕竟这吴天身后的能耐 比他周家还强一些 就算动了陈玄 江孝堂也不一定会出面 虽然他很想自己动手 可是陈玄的身后 站着江孝堂 这让周健有些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一旦他周家 搭上了五爷那条线 即便陈玄有江孝堂 护着他也是要弄死陈玄 见到肖宇还没搭理自己 陈玄也不想继续自讨媒趣 点了份吃的 便是狼吞虎咽了起来 周围用餐的人 瞧着这货 那犹如饿死鬼头胎一般的 吃饭速度 顿时更加比喻了 和他们这些优雅的绅士相比 这家伙简直就是土的掉渣了 就这傻逼 还想打那位美女的主意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当然 大部分的目光 更多的是 注视在肖宇涵这位大美女的身上 至于陈玄这个 一看就是古灰籍的山村雕名 他们都懒得去多看一眼 不过就在餐厅的人 一边用餐 一边欣赏着肖宇涵这位大美女时 一个身材矮小 体型肥胖青年 拿着一杯红酒走了过来 那硕大的吨位 一屁股就在肖宇涵那桌的空位上 坐了下来 冰冰有礼的说道 美丽的小姐你好 我叫吴天 是吴氏集团的少东家 请问 我能请小姐喝一杯吗 见到吴天出现 餐厅里面不少人皆是一怒 靠 娘脾兮的 这矮胖子谁啊 老子都还没来得及下手 他竟然杰足先登了 找死是吧 这他妈奶奶的矮冬瓜 就他这鸟样 还想泡妞 也不拿个镜子先照照 噓 你们小声点 那是吴氏集团的少东家 惹了他那可是没好果子吃的 什么 吴氏集团的少东家 听到这话的人 顿时脖子一缩 吴氏集团吴家 那可是东陵市的大家族 听说和道上的人都关系匪浅 手底下有十多个工程队 一声令下 可以请客间召集上百人 看着面前这个族族 比自己大了两个号的青年 萧宇涵皱眉 他不动声色地说道 不用麻烦吴公子破费了 我这人不胜酒力 不麻烦不麻烦 吴天的脸皮 和他身上的肥肉一样厚 杨庄没有听出 萧宇涵的话外之音 笑道 敢问小姐方明 长夜漫漫 不如我请小姐出去 喝两杯如何 见到吴天在死缠烂打 周围的人 皆是敢怒不敢言 满脸憋屈 靠 这朵能媲美秦淑仪的娇花 不会真要落在 这个二世祖的手中吧 想到萧宇涵这位大美女 被一个体重200斤的矮胖子 压在身下的场景 周围的人顿时有些恶寒 那吨位 不想招惹这些 仗着家世的二世祖 不喜欢喝酒没关系啊 不知小姐喜欢什么 只要你说出来 我吴天保管能够做到 吴天拍着自己 快有萧宇涵一样大的胸脯 一脸豪言的说道 爆发户的味道十足 见此 后面的陈玄有些不乐意了 靠 这家伙的脸皮 怕是比他还厚 自己看上的妞 怎么也不能被这头猪给拱了吧 玄机 只见这家伙 三下五除二风 卷云残般的扫荡完了盘中餐 一脸满足地打了个嗝 然后在萧宇涵皱着眉头 正不知该怎么甩掉那吴天的时候 这货一屁股就坐到了萧宇涵的身边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这家伙 屁股还往萧宇涵那边挪了挪 让两人几乎紧紧地挨在一起 随后这货嘴角一脸 朝着有些愣愣的萧宇涵问道 老婆 吃好了吗 吃好了 该回去给孩子喂奶了 握了个草 一句话 差点让餐厅里面的人 从凳子上摔下来 满脸不可思议地盯着陈玄 即便是角落里的高摇 脸色此刻都变得十分精彩 听见这句话 吴天怒了 一拍桌子站起来怒骂道 香巴佬 你他妈说什么 文言 陈玄扫了他一眼 小胖子 你放屁了 怎么这么臭 你他妈才放屁了 老子 扑扑扑扑 吴天这话还没说完 一个响亮连环屁 犹是拉戏一样 噼里啪啦的 从吴天的裤裆里面响了起来 刹时间 整个餐厅都弥漫着一股 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刺鼻味道 靠 这批还是辣椒味的 熏死你爹了 陈玄满脸嫌弃 第十一章 暴打吴天 上 餐厅里面 众人都一脸恶寒地捂住了鼻子 那刺鼻的味道 熏得他们眼睛都睁不开 即便是角落的周见 都抹了一把眼睛 熏得不行 操 吴天这家伙吃什么了 这批他妈 那怎么这么辣眼见 高摇赶紧用衣服 捂着自己的鼻子 一脸恶寒 吴天黑着脸 捏着自己的那朔 大的肥屁 鼓 那犹如拉西般的连环屁 把他自己都熏得不行 陈玄满脸嫌弃 拉着同样捂着鼻子的萧宇涵就走 老婆 咱不跟着放屁 都是辣椒味的傻孩子玩 回家喂奶 见到陈玄要把萧宇涵带走 正捂着屁 鼓得吴天气 不打一出来 香巴佬 你他妈给我站住 今天这事没完 陈玄看了他一眼 郁闷道 小胖子 屁是你放的 大家有目共睹 跟我有什么关系 卧槽 一定是你这狗日的 在我身上坐手脚了 老子今天非得废了 你这香巴佬不可 有本事你就别跑 说完 吴天立即拿出电话 拨打了起来 你们他妈 那都死了吗 赶紧上来 老子今晚要弄死个人 见到吴天真的动怒了 餐厅里面捂着鼻子的人 皆是一惊 角落里 周健的脸上有些兴奋 如果吴天今晚 真弄死了那个香巴佬 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到时候 即便是江家的人怪罪下来 也和他没关系 背锅的是吴家 哼 敢得罪吴天 这土包子今晚死定了 高瑶一脸冷笑之色 别跑 当爷爷和你一样傻 瞧着吴天打电话叫人了 陈玄自然不会傻拉巴基的 真站在这里等 吴天叫人来揍他 要知道 代师姐可是告诫过他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动武 不过 就当陈玄准备 拉着萧宇涵跑路的时候 周健和高瑶两人 已经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陈玄你好大的狗胆 竟敢招惹吴少 陈玄正在想是哪个傻 逼在叫他时 接着就见到了一脸冷笑 朝着自己走来的周健和高瑶两人 见到是他们 陈玄都愣了愣 这两个家伙怎么也在这里 是周家的周健少爷 还有高家的高瑶小姐 餐厅里面有人把他们认了出来 周健冷笑地盯着陈玄 说道 陈玄敢惹吴少 有本事你现在别走 谁走谁是孙子 见到陈玄在沉默 高瑶同样冷笑道 陈玄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香巴佬 到底哪里来的勇气 惹怒吴少你知道自己会有什么下场吗 你知道吴少是谁吗 他一个电话 就能要了你的狗命 吴天打完电话 也盯着陈玄 咆哮道 香巴佬 敢让老子出丑 今晚老子 非让人把你的石打出来不可 见到这种场面 餐厅里面的人更加心惊了 完了 那个香巴佬这下惹大 麻烦了 是啊 这傻屌不仅惹了吴少 貌似连周少和高小姐 都看他不顺眼 他今晚怕是死定了 不是怕是 是绝对是 这傻屌 居然惹了这么多大人物 想不死都难 他奶奶的 这傻屌果真是和那个大美女有一腿啊 还回家喂奶 操 好白菜都被这头猪拱了 你们快看 那傻屌还在摸那位大美女的手 气死你爹了 吴天见到这里 脸都绿了 都恨不得一拳打抱陈玄的老二 感觉到 那只粗糙大手的动作 萧宇涵心里惊怒 急忙挣脱了陈玄那只咸猪手 虽然他知道 陈玄刚才是为了帮他解围 不过这家伙也太不老实了 简直和那吴天一个德性 感觉到 那只柔软无骨般的御手 从自己的指尖溜走 正在享受的陈玄 顿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这时他才看向吴天 周健 高摇三人 问道 对了 你们刚才说了什么 他刚才只顾着去感受 萧宇涵那只御手了 至于吴天 周健 高摇三人说了些什么 他压根没去听 听见这话 吴天 周健 高摇三人 脸色憋得通红 卧槽 他妈 毕的 这狗日的刚才 竟然无视了他们 周围的人嘴角都抽出了下 这二愣子 是真的心大 还是无知 老子要灭你全家 把你打出屎来 吴天憋着一口气吼出来 全身的肥肉都在颤 抖着 闻言 陈玄的眼中 划过一抹不易察觉的阴霾之色 虽然他不知道 自己那便宜老爹 老娘是谁 可是现在两位师姐 就是他的家人 眼前这个肥的 连老二都缩进肚皮的大胖子 一个山沟沟里面走出来的 叫什么太平村 你要灭他全家 没准我 还能给你带带路 周健在一旁 煽风点火的冷笑道 吴天森然地盯着陈玄 说道 好 等今晚做了这小子 老子明天 就去那什么太平村 灭了他全家 敢和老子作对 你他妈 啪 吴天这话还没说完 一只大手 就在他的视线中不断放大 随后啪的一个耳光 就落在了 他那满是肥肉的脸上 这一耳光 抽得吴天那两百斤的体重 见到这一幕 在场的众人顿时傻眼了 即便是萧宇涵 都吃惊地看着陈玄 那个吴少一看 就是来历不凡 这个从山村里面 走出来的家伙 竟敢打他 卧槽 这傻屌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餐厅里面的众人瑟瑟发抖 打了吴少 这家伙是想横尸街头吧 陈玄 你这个香巴佬 竟敢打吴少 你死定了 高摇惊声尖叫 犹如被人脱掉了裤子一样 周健放声大笑 不知死活的东西 陈玄 你竟敢打吴少 那是 你能打的人吗 该死的狗杂 重 老子要扒了你皮 让你生不如死 吴天躺在地上 支撑着那两百斤的肥肉 艰难地爬起来 他的右半边脸都红 肿了 上面有着陈玄 留下的五根手指印 死定了 不能打 还要扒了我的皮 让我生不如死 陈玄黑着脸 盯着自己面前这三个家伙 高摇说道 不错 陈玄 你闯大祸了 吴少可不是你这个香巴佬 能打的 你的狗命 如果还想留着 见到明天的太阳 最好现在就给吴少跪下 求他原谅 跪下就能放过我 陈玄冷笑着问道 哼 陈玄 在高家你不是挺牛逼吗 没想到你也有怕的时候 周健森然笑道 高摇说的没错 如果你想活命 最好现在就跪下来 磕头认错 没准吴少心情好 还能放你一条狗命 该死的狗杂 重 给老子跪下 吴天拖着满身肥肉 恨不得一巴掌 把陈玄给拍死 闻言 陈玄沉默了下来 要他下跪 这辈子 他不跪天不跪地 只跪师姐 这天底下除了师姐 还没有人值得他陈玄去下跪 见此 餐厅里面的人 都怜悯地看了陈玄一眼 哎 年少轻狂 那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傻屌 真以为这些二世祖 是那么好打的吗 现在 即便他下跪认错 恐怕都难逃一死 哼 谁让这傻屌 自己没本事 还去招惹 比自己厉害的人物 简直就是找死 现在想跪下认错 晚了 周健和高瑶 都满脸冷笑地看着陈玄 狠狠地羞辱陈玄 他们在高架的时候 就想做这种事情了 现在他们一定要 狠狠地把陈玄践踏在脚下 第十二章 暴打吴天 中 萧宇涵也在看着陈玄 低声说道 看在你刚才帮了我的份上 我也帮你一次 有我在 没必要怕了他们 我本就没怕他们 萧宇涵一愣 不过就在这时 在周围众人的注视下 只见陈玄漫步上前 走向吴天 吴天见此 他立即张开大腿 冰冷地笑道 狗子 中 老子的人现在已经上来了 你最好 现在就给老子跪下 然后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 不然老子今晚就做了你 这两个选择你选一个 听见这话 周健和高瑶两人笑得 更灿烂了 周健一脸兴奋 陈玄 听到了吗 想活命 赶紧给吴绍跪下 然后从他裤裆底下钻过去 不然你将横尸接头 快跪啊 高瑶也说道 陈玄 看在你师姐 曾经救过我爷爷的份上 听我一句劝吧 性命和尊严相比 我劝你还是选择前者 吴绍不是你能得罪的 听你一句劝 然后给他跪下钻裤裆吗 陈玄怒急返笑 道 高瑶点头说道 不错 陈玄 虽然这样会让你受辱 不过相比之下 能活着岂不是更好 像吴绍这样 家境优越的公子哥 不是你这种 从农村来的小人物惹得起的 听我一句劝吧 赶紧去给吴绍跪下 高瑶一脸高傲的盯着陈玄 其心中冷笑不已 这个让他感觉恶心的乡下小子 在高家竟然扬言要他高家后悔终生 想临驾在他高家之上 他配吗 和家境优越 前途无量的周健相比 他简直提携都不配 听见高瑶这话 陈玄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 不如我选择第三个如何 什么 吴天 周健 高瑶 三人一愣 接着 众人都还没来得及去震撼之际 只见陈玄动手了 身材矮小 体型肥胖的吴天 在陈玄面前 虽然足足大了两个号 可是面对看上去 身材单薄瘦弱的陈玄 他就如同一只鸡一样 轻而易举地 被陈玄一脚踢飞了出去 那一幕 极其壮观 吴天那两百斤的体型 成一个抛物线 狠狠地落在三米开外 把一张桌子都给压垮了 杀猪般的惨叫声 当即响彻整个餐厅 那两百斤的体型砸下来 众人感觉 他们脚底下的地面都颤 抖了下 不过这还没完 只见陈玄如风 一般出现在吴天的位置 在吴天一脸痛苦地 正准备破口大骂的时候 其两只手左右开弓 全部都招呼在 他那肥胖的脸上 见到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瞪大眼睛 仿佛是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周健和高瑶两人一脸惊恐 那个该死的香巴佬 竟敢往死里打吴天 他疯了吗 肖雨还美目瞪着 一脸愕然 连他都没有想到 这个土里土气的少年 居然有这种勇气 难道他真不怕惹出大 麻烦吗 麻烦 陈玄自然是不想惹的 可是这肥得像头猪一样的家伙 竟敢要他下跪钻裤裆 而且还要去太平村灭他全家 这一点完全是触犯到了 陈玄这家伙的逆龄 有他陈玄在 这个世上 没有人可以动他尸体 谁动了 哪怕和整个天下为敌 他陈玄也在所不惜 餐厅里面 众人惊恐 平住呼吸 一脸颤 抖得看着他们视线中那一幕 没有人敢上前阻拦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 足足打了一分钟 陈玄才一脸满足地停止了下来 在他脚底下 吴天那原本就肥胖的脸庞 此刻更是足足带了一圈 连牙齿都被打掉了几颗 正在奄奄一息地惨叫着 劲气多 出气少 小胖子 还要也跪下钻尼裤裆裤裆 陈玄居高临下地看着吴天 见状 正在呜呜惨叫的吴天眼中 迸发出强烈的怨毒之色盯着陈玄 不过对上陈玄那看似平静 却能让他不寒而栗的目光 这家伙 吓得连身上的肥肉都颤 抖了起来 屁都不敢放一个 陈玄 你 你竟敢往死里打吴绍 你放了吗 吴绍是你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小人物 能打的吗 高摇手指着陈玄 简直难以置信 陈玄 今晚你他妈不死 我周健给你信 对于陈玄这疯狂的举动 周健虽然很吃惊 不过想到陈玄动了吴天的后果 他差点畅快地大笑出来 陈玄的身后 站着江孝堂又如何 吴天身后的吴氏集团 同样被靠着五爷 只要吴家请出五爷 江孝堂还会为这个小人物 和五爷为敌吗 疯了 这家伙真的疯了 餐厅里面的人神色颤 逗 此刻的陈玄 在他们的眼中 无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萧宇涵深吸一口气 他忽然发现 这个看似疯狂的山中刁民 虽然和那些二世祖一样 全身恶习 不过却比他们容易让人接受多了 而且这个少年 还是因为他惹下了这些麻烦 想到这里 萧宇涵心中已经打定主意 一旦吴家真要动这少年 他也只能给家里那边打个电话了 这小胖子 不是我这个农村出来的小人物能打的 陈玄一脸冷笑地回过头来 看着高瑶说道 可惜我现在已经打了 你没有能怎样 高瑶冰冷地笑道 陈玄 你这是在自己找死 你今晚死定了 你知道吴少是谁吗 他可是吴氏集团的少东家 东陵是最大的建材集团 一声令下 足可叫来上百号人 而且 吴家还和五爷关系匪浅 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 原本看在你师姐 救过我爷爷的份上 我还准备开口 让吴少放你一条生路 但是现在 晚了 吴家的怒火 即便是我高家都承受不起 你死定了 就你这样不知死活的土包子 还扬言要我高家后悔 还想凌驾 在我高家之上 现在呢 你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吗 痴心妄想的蝼蚁 你这辈子都别想 站在我高家的头顶上 你永远都只能是生活在 这个世界最顶层的人 而现在 你将再无翻身的可能 高瑶冰冷 高傲地盯着陈玄 那眼神就如同第一次 在高家见到陈玄时一样 充满了轻蔑 不屑 嘲讽 甚至还有恶心 仿佛陈玄在他眼中 就是一团污秽物一样 令他作呕 周健冷笑道 高瑶 和一个将死之人费什么话 更何况 他早就该死了 呵呵 或许你死了 我都不会死 陈玄一脸冷笑 不过就在他这话说完 餐厅外面忽然涌进来一群 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 足足有十多个 见到自己的人到了 躺在地上呜呜惨叫的吴天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一下子就爬了起来 指着陈玄对那群人大喊道 给老子打 给老子往死里打 我要他生不如死 吴家的保镖来了 那个家伙完了 见到这群西装男子 餐厅里面的人脸色一变 周健和高瑶两人笑了 笑得十分灿烂 接下来 将是他们彻底 才死陈玄的时候到了 要我生不如死 陈玄没有理会那群 已经朝自己跑过来的保镖 他直接朝吴天的肚皮 踢了一脚 这一脚 可是踢在了吴天的丹田穴位上 剧烈的痛楚 让得这家伙 犹如被人抱了局 花一样 弯腰惨叫之际 他再也忍不住 稀里哗啦地 拉出了一裤装的屎 煞时间 令人作呕的臭味 顿时以他为中心 扩散开来 吴天真的被打出屎来了 拉了一裤装 第十三章 暴打吴天 吓 闻着这股臭气熏天的味道 餐厅里面的人心惊的同时 再次捏住了鼻子 小子 竟敢打吴绍 你大胆 给我打 跑过来的吴家保镖 见到这一幕 他们一惊的同时 纷纷朝着陈玄扑了过来 十多个训练有素的保镖 那可不是吃干饭的 打死他 周健兴奋的大叫 不过就在这群保镖的拳头 即将落在陈玄身上之际 只见陈玄动了 其弯腰下蹲 在周围众人震撼的目光下 一个神龙百尾 犹如横扫千军一般 煞时间把五个保镖踢飞了出去 而后其迅速换招 一个胯部迎上了两个保镖 其那看似瘦弱的肩膀依靠 这两个保镖 犹如被一列火车撞上了一般 吐血倒飞 这时 又一个保镖一拳爆轰而来 陈玄一个漂亮的后空翻稳稳落地 避开了这一拳 随即 其身躯移动 一个180度的扫腿横扫而出 把剩下的几名保镖 全部踢倒在地 这一切 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吴家十多个训练有素的保镖 全部都躺在了地上 这一刻 餐厅里面的人 包括周健 高瑶 萧宇涵三人都实话了 这个刁民这么能打 一人干翻了十多个保镖 拉了一库当时的吴天剑子 吓得一辟 鼓作在了地上 那后果 可想而知 一群三角猫 也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陈玄面露不屑 他只用了一套 普普通通的练体拳术 就能顽虐这些家伙 靠 这傻屌 原来是一个高手啊 餐厅里面的人 震惊不已 怎么可能 高瑶难以置信 周健的脸色十分难看 这家伙这么能打 萧宇涵犹如发现了 新大陆一样 盯着陈玄 小子 你竟敢动手打吴绍 他可是吴家的人 动了他你全家 都得下地狱 有本事你别走 我吴家的人马上就到 一个保镖艰难地 爬起来看着陈玄 随后他立马拨打了电话 吴绍被人打了 他必须得通知吴家 见此 众人心头狂震 吴家的人 一旦吴家动真格了 上百号人齐动 拆了这天堂酒店 都有可能 那个少年 这一下是真的大祸临头了 吴家 很牛逼吗 陈玄一脸平静 作为太平村扛把子的他 除了两位彪悍师姐 他怕过谁 该死的家伙 在东陵市吴家对你而言 那就是神 即便你能打又如何 今晚你依旧死定了 周剑回过神来 见到吴家的保镖 已经打电话通知了吴家 原本有些心惊于 陈玄那强横身手的他 眼中当即划过一抹残忍之色 吴家出手 那可就不是小打小闹了 陈玄今晚必死 高摇这时也对陈玄冷笑道 陈玄 我不得不承认 有些小看了你 不过在这个世道 你能打又怎样 你能打赢十个 能打赢百个吗 你终究只是一个 会点拳脚功夫的山村莽夫 吴家有多强大你 很快就能知道了 有本事你今晚别跑 跑 他今晚要是能跑了 老子吴天的名字倒过来写 来人通知赵魁 让他把东陵市给老子疯了 吴天从地上爬起来 一脸猙獰的盯着陈玄 不过屁 鼓上沾了一裤裆的屎 让他着实有些难受 听到吴天这话 西餐厅里面的人再次一惊 赵魁 那可是东陵市小刀会的 三大猛人之一 吴家河道 上的人关系果然肥浅 连赵魁这样的猛人都能调动 萧宇涵有些担忧地看了眼陈玄 低声说道 喂 别逞能了 先躲躲吧 这吴家的人 确实不是那么好招惹的 躲 如果在这之前 以陈玄这家伙的个性 可能会选择避开这些麻烦 不过这吴天都在威胁着灭他全家 不把这事摆平了 岂不是给两位师姐惹下麻烦 虽然以两位师姐那便 太太伸手 根本不怕这些麻烦 哼 现在想躲 晚了 高摇嘲讽笑道 陈玄 你不是自诩为很厉害吗 很能打吗 有本事你就像那男人一样 别让我瞧不起你 周剑说道 陈玄 现在小刀会的人已经在封 锁东灵士 你他妈要是能躲 老子跟你姓 接下来你就乖乖等死吧 该死的小子 老子今晚一定要活寡了你 更要杀了所有和你有关之人 让你知道得罪本少爷 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吴天的眼神中 满是怨毒之色 周围的人都怜悯地看着陈玄 小刀会封 锁东灵士 再加上吴家的人 正在赶来天堂酒店的路上 怎么看陈玄今晚都死定了 哼 敢在我天堂酒店呢 诸位莫非忘记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吗 这时 一道声音从西餐厅的入口传来 众人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 带着人走了进来 是天堂酒店的王经理 西餐厅的人都认出了走来的中年男子 高摇和周剑两人脸色微微一变 不过想到吴家身后站着的五爷 以及今晚吴家已经动幕 乃至小刀会都封城了 他们的底气顿时足了起来 即便陈玄的身后站着五爷 今晚只怕也难逃一死 怎么 我吴家的事情 莫非你王经理也想插手管一管吗 吴天脸色阴森 道 王经理走过来说道 你吴家的事情 我王峰当然不会管 不过你吴家 想要在我天堂酒店 动我天堂酒店的贵客 恐怕你吴家还得问我 天堂酒店答应不答应 天堂酒店的贵客 谁 难道是这傻屌 他是天堂酒店的贵客 怎么可能 吴天也是一愣 因为周健和高瑶两人 并没有对他说起过 陈玄和江爷的关系 所以他并不知道 陈玄在天堂酒店 有这么高的地位 陈申一 很抱歉 是我天堂酒店管理不周 不过陈申一你放心 今晚不管是谁想动你 我天堂酒店绝不答应 王峰走到陈玄身旁说道 这家伙 真的是天堂酒店的贵客 西餐厅的人 都有些心惊地盯着陈玄 他们实在搞不懂 这个进入西餐厅吃饭 都能出丑的山村土包子 怎么能成为天堂酒店的贵客 萧宇涵也是愣了愣 不过见到天堂酒店的经理 对陈玄如此客气后 他忽然有些明白了 这个少年 为何能入住天堂酒店顶层的总 捅套房了 吴天的脸色僵硬 要他就这么放过陈玄 绝对不可能 不必了 一群跳梁小丑而已 我还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 陈玄一脸平静 随后他冰冷地看向吴天 边走边说道 你刚才说 要活寡了我 还要杀了所有与我有关之人是吗 你想干什么 吴天吓得后退了几步 站在吴天身旁的周健和高瑶两人 也是如此 你既然想杀我 你说 我想干什么 陈玄一脸嘲讽 放心 我可是守法的好公民 所以 我不会杀你 不过你这辈子想报复我 恐怕是没可能了 听见这话 周围的众人都有些心惊地 看着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萧宇涵皱眉 这家伙 难道真想和吴家死磕 吴天的额头上 已经留下了冷汗 第十四章 以一抵白 陈玄 你要是个男人 有本事你就在等等 吴家的人马上就到了 高瑶开口说道 周健也说道 不错 陈玄 你要是有种 就等吴家的人来了再动手 这时 就在周健这话刚刚说完 王峰的耳脉里面 不知道传来了什么声音 他脸色突然一变 给我拦住他们 说完之后 他看着陈玄说道 陈神医 吴家的人已经来了 要不咱们 还是先避一避吧 刚才下面的人 已经传来了消息 吴家上百号人 闯入了天堂酒店 这种阵容 王峰当然不觉得 陈玄能够挡住 听到王峰这话 原本被陈玄 给吓住的吴天 立即狂笑了起来 该死的杂 中 吴吴家的人已经到了 你不是想动老子吗 有本事你动老子试一下 陈玄 你的好运到头了 今晚吴家的人 一定会要你的狗命 高瑶一脸畅快地说道 哈哈哈哈 陈玄 现在我看你 还能狂妄到几时 周健仰天大笑 他仿佛已经看见 陈玄被吴家人 大卸八块的场面了 西餐厅的众人摇头叹息 这傻屌 今晚绝对要去 阎王爷那里报道 陈玄 咱还是躲一躲吗 听着耳脉里面传来的声音 王峰有些着急 陈玄可是将爷 亲自交代要好好照顾的人 陈玄在天堂酒店 要是出了事情 那么他这个经理 就别想再干了 躲 陈玄魂不在意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躲 不就是一群小憋三吗 王峰苦笑了一声 这时 西餐厅大门外面 一个个人影 接连涌入了餐厅里面 各个手上都拿着武器 他们进来 煞时间把整个餐厅都给占据了 无天见此 立马蹦起来 指着陈玄喊道 给我砍死他 砍了他 周健满脸兴奋地跟着喊道 两人话音刚落 这群人直接朝着陈玄涌了过来 吓得餐厅里面的所有人都 只能推到角落里 瑟瑟发抖地看着这一幕 完了 王峰心头大惊 他现在只能亲自打电话给江家了 只有江家出面 才能把王家给镇住 萧宇涵心吓一探 同样准备打电话了 不过就在王峰和萧宇涵准备打电话时 只见陈玄脚下一踏 犹如离弦的剑一般 冲入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之中 以一敌摆 见到陈玄独自一人冲入人群中 此刻正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的人 一脸惊恐之色 这家伙想干什么 眼下进入餐厅里面的人 已经有七八十人 而且还有不少人 正在不断地冲进来 这种阵仗 起码上百人 这家伙 难道想以一人之力 对抗百人吗 王峰和萧宇涵 也是心惊地看着这一幕 这家伙疯了吗 那可是一百多个人啊 即便他再能打 也不可能这么厉害吧 砍死他 不过 相较于萧宇涵和王峰两人的心惊 吴天 周剑 高摇三人 却是兴奋不已 一百多个手持武器的人 绝对可以把陈玄大卸八块 即便陈玄再能打今晚 也必死无疑了 然而 还没有过去十秒钟 吴天 周剑 高摇三人 那兴奋的脸色 骤然变了 变得很难看 甚至有些惊恐 随着陈玄冲入人群之中 一连串的碰撞声 当即响彻整个西餐厅 桌椅都碎了一地 不过整个场面 凡是接近陈玄周边的人 无不是全部被打倒 那些密密麻麻 手持武器的人 连碰到陈玄的资格都没有 仿佛在这场大战中 他就是无敌的猛将 横行无双 没有任何人是他义和之敌 曾经在太平村野狼谷 陈玄被罩 南处又骗过去 和几十头野狼搏杀一天一夜 他都没怕过 现在又岂会 把这群人放在眼中 很快 才一分钟 地上就已经躺下了四十多人 平均每隔一秒多钟 就放倒一个 如此生猛的战力 看得萧宇涵和王峰两人 直接睁大了眼睛 面对一百多人围攻 这家伙竟然还能如此威猛 他还是人吗 天哪 这家伙到底是人是鬼 角落里的人 满脸震惊之色 那个山村土包子 怎么会如此可怕 那可是一百多个 手持武器凶土啊 看着岛下的人越来越多 吴天 周剑 高摇三人慌了 恐惧了 他们连连后退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他们实在很难相信 陈玄这个土包子 一个人能打一百多人 没多久 也就三分钟时间 在西餐厅里面 众人那惊呆的目光下 他们那视线的交汇处 除了那个站着的少年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倒在了地上 哀嚎不已 整个西餐厅已经狼藉一片 一百多个人密密麻麻地 躺在地上惨叫 那种场面 极其壮观 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目光震惊地 看着那个少年的背影 这时 只见那少年拍了拍手 然后他一脸灿烂地转过身来 看着已经惊呆的吴天 周剑 高摇三人 咧着满口白牙说道 这些垃圾 就是你们依仗的人 垃圾 众人嘴角抽搐 那他娘可是一百多个 手持武器的凶妥啊 闻言 吴天 周剑 连连后退 周剑也是满脸恐惧之色 吞着口水说道 陈玄 你别乱来 虽然你确实很能打 不过同时招惹我们周家和吴家 你会有大 麻烦的 高摇不敢说话 看着如此强大的陈玄 他的内心有了那么一丝后悔 不过很快 这种后悔就荡然无存了 陈玄很厉害 又怎样 这年头真想出人投地 可不是靠能打就行的 更何况陈玄在能打 能打得过江东大佬之一的五爷吗 大 麻烦 有多大 陈玄冷笑着走向三人 然后在那吴天还没来得及后退之际 他一把就将其拉了过去 随后众人只听到咔嚓一声 吴天的手断了 犹如杀猪般的惨叫声 也是突然响起 不过陈玄并没有结束 在周围众人惊骇的目光下 他不仅断了吴天的双手 还踩断了他的双脚 彻底废了吴天 见到这里 高摇吓得打了个尿颤 身体一软 直接一屁 鼓坐在了地上 满脸惊恐地看着如此狠辣无情的陈玄 周剑也好不到哪去 内心的恐惧 让他恨不得立马就逃离这里 周围的众人心神颤 都 此刻狠辣的陈玄 让他们感觉更加可怕 王峰满脸佩服之色 他现在终于明白 江爷为何如此看重这个山村少年了 其不管是武力还是心智 都非凡人可比 萧雨晗的美目中 闪过一抹一色 这个看上去有些伪 索 有些好 色 更有些奇葩的少年 和他以前见过的所有男人都不一样 看似轻浮 散漫 实则骨子里蕴藏着强大的铁血气息 杀法果断 不畏强权 西餐厅里面 吴天的惨叫声 如同杀猪一般 凄惨到了极点 我说过 不杀你 不过你这辈子 也别想再报复我 当然 如果你吴家真想报复 那么我不介意让你吴家从东陵市消失 陈玄居高临下 满脸冰冷地盯着惨叫中的吴天 灭他全家 这矮胖子 怕是不知道老虎的屁 鼓摸了会有多大 麻烦吧 随后 陈玄才看向了满脸惊恐之色的周健 他笑容玩味地说道 周大少 貌似你刚才也想弄死我吧 而且还想带着这矮胖子 去命我全家 第十五章 东陵市震动 文言 周健再也撑不住心中的恐惧 一屁 鼓坐在地上 满脸颤 抖地说道 陈玄 你 别乱来 你和吴天的事情 与我无关啊 与你无关 陈玄咧嘴一笑 当小爷真是二愣子不成 刚才你和这高家娘们 不都想让我给这矮胖子下跪吗 现在你给我跪下 这笔账 小爷 就不找你算了 听见这话 周健二话没说 直接在陈玄的面前跪了起来 他现在真怕得要死啊 如果陈玄也废了他 即便他最后 能报复陈玄都没多大意义了 见到周健 就那么跪在了陈玄的面前 一旁的高摇脸色僵硬 他一直高傲地认为 周健比陈玄出色十倍 百倍 但是现在了 他心中认为很出色的周健 却在那个让他有些恶心的 土包子面前跪了下来 呵呵 刚才口气挺大 没想到骨头倒是挺软的 陈玄满脸嘲讽 然后他看都没有去看一旁 吓得贪软在地的高摇 直接走了 仿佛这个女人在他的眼中 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罢了 感觉到陈玄的无视 高摇感觉自己 遭到了极大的羞辱 这个从山村里面走出来的土包子 在自己面前 有什么高傲的资本 他不配 即便他逼得周健 给他跪下了 又如何 他依旧只是一个山里出来的下等人 永远也不可能站在他高摇头上 永远也不可能站在高家的头顶上 他高摇的选择没有错 陈神医 刚才将爷亲自打来电话 让你无需把吴家放在眼中 如果陈神医有需要的话 将爷会亲自过来一趟 王峰满脸佩服地看着陈玄说道 刚才这个少年 着实让他大吃一惊 以亿抵败 如此强大的少年 未来必将辉煌无量 虽然这个少年 费了吴家少东家 不过吴家和那些真正的大人物比起来 根本算不了什么 陈玄说道 不用了 一群仗势欺人的二世祖而已 我还能应付 对了 打坏的桌椅 你找吴家去陪 说完陈玄就溜进了电梯 正准备关上 一个女人忽然走了进来 见此 陈玄眼珠子一亮 这娘们还没走啊 感受到陈玄那看似着 热 实则很清澈的眼神 萧宇涵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说道 没看出来啊 你这小身子骨 居然这么能打 陈玄咧嘴一笑 对着萧宇涵神秘地说道 美女 我这小身子骨 不仅能打 还很持久 萧宇涵白了他一眼 可别不是绣花枕头 中看不中用吧 陈玄脸色一黑 哥要是当场掏出来 非得吓死你不可 对了 我叫萧宇涵 刚才的事情谢谢你了 萧宇涵 嘿嘿 这名字好听 怎么样 我这伸手给你当保镖不亏吧 要不要考虑一下 陈玄对着萧宇涵说道 萧宇涵还真认真思考了下 然后说道 把你的电话给我 文言 陈玄一脸尴尬 他这个刚刚从山沟沟 走出来的刁民那里 有那种高科技的东西 没有 陈玄双手一摊 萧宇涵如同看原始人一样盯着他 最后指的说道 走吧 跟我出去一趟 干啥 陈玄有些不解 给你买手机 听见萧宇涵这话 陈玄一愣 这娘们不会是想包 养自己吧 越想这家伙 越是觉得有这种可能 毕竟 他这颜值 嗨嗨 还是挺有当小白脸的前置的 最后在萧宇涵的带领下 陈玄这家伙 稀里糊涂的 就被萧宇涵带到了专卖店 选了一个最新款 小姐 这是我们店的最新款 现在售价是一万三 销售小姐朝着萧宇涵微笑道 啥 一万三 你 妹的 抢劫啊 在一旁听到这个数字的陈玄 吓了一大跳 他知道太平村村 长有一台老人手机 据说只要一两百块钱 现在这破手机居然要一万三 这不是抢劫是什么 不过萧宇涵根本没在意 拿出银行卡说道 刷卡吧 另外再给我办一张卡 见到这娘们来真的 陈玄顿时有些不好意思了 正所谓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现在他接受了萧宇涵的恩惠 万一等下这娘们要他赔床 那他是该答应了 还是该答应了 走出手机店 萧宇涵在上面存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然后把手机递给陈玄 说道 以后 如果我有需要了 会给你打电话的 嗯 陈玄有些羞 色的点了点头 也不知道这家伙想到了什么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吴家的报复 虽然我知道你确实挺能打的 可是 这年头 可不是靠打打杀杀 就能解决一切的 从刚才的情况来看 吴家 在江东的实力不弱 如果他们真要报复 你真有把握挡得住他们 文言 陈玄耸耸肩 废都废了 还能咋办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呗 对于这吴家 陈玄其实还真没有怕 反正已经暴露了实力 如果这吴家真要报复 那么他不介意暴露多一点 只要把这吴家彻底 随后萧宇涵拦下一辆出租车 对着陈玄说道 你自己回酒店吧 我先走了 等我电话 走 走啥呀 陈玄正在愣神之际 出租车绝尘而去 看着车子都快没影了 这货才回过神来 郁闷地说道 靠 这娘们啥意思啊 就把自己一个人 扔在这孤零零的大街上 不用赔床了 不过 这里距离天堂酒店也没有多远 没多久 陈玄就回到了酒店 开始在房间里面 修炼九转龙神功 爸 现在还处于昏迷中 这件事情 整个东陵市的名流圈都知道了 而且 小刀会的人还疯 锁了东陵市 在一栋豪华的山庄里面 江孝堂坐在椅子上饮着茶水 在他的面前 站着一个看上去 有些斯文的中年男子 这是江孝堂的大儿子 名为江文 文言 江孝堂冷哼一声说道 区区无价而已 竟敢对陈神医下手 我看他们是活得不耐烦了 不过事实证明我没有看错 陈神医果然 是一个强大的修武者 以一抵百 这样的实力 至少都到了炼破镜 假以时日 成就天王 乃至战神都指日可待 这样的天才 我江家务必尽力结交 江文说道 爸 用不用我去警告一下吴家 这次吴家的小子 被陈神医所废 吴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而且 吴家和那位关系匪浅 一旦把那位引出来 陈神医在江东的处境会很麻烦 江孝堂挥挥手说道 不必了 这次的事情 陈神医既然没有要我们出手 那我们就没必要参合 更何况区区一个吴家而已 岂能难得住陈神医 再者 即便吴家把五目白请出来 又如何 如今我已成就天王 岂会怕了他五目白 你只管盯着就好 适当的时候 可以出面给陈神医解决一些跳梁小丑 另外 你和吴双 那丫头说一声 让他有时间和陈神医多亲近 亲近 第十六章 韩冲 与此同时 东陵市中医院 手术室门口 吴家家主吴长青 一连铁青地站在这里 在他周围 除了吴家成员之外 还有不少东陵市 有头有脸的名流人物 不过这会儿 所有人都没有说话 这时 手术室大门打开 一个医生走了出来 吴天的母亲 立即走上去追问道 医生 我儿子怎么样了 医生摇了摇头说道 吴夫人 令公子倒是没有性命之忧 不过弄断他手脚之人 手法十分高明 这辈子 怕是要在轮椅上度过了 什么 吴天的母亲 差点晕过去 吴长青的眼神里面 有着可怕的杀意在蔓延 见此 在场的名流纷纷开口 吴兄 此子简直胆大包天 一定要杀了 他为吴公子报仇 吴兄 此子废掉吴公子 简直就是在无视吴家 一定要将他千刀万剐 小刀会的人已经疯 锁了东陵市 此人应该还没有离开 把他找出来 一定要他付出代价 吴长青阴沉着脸说道 通知东陵市所有家族 吴家要杀人 谁敢出面保此子 便是在于我吴家为敌 很快 吴长青这话 在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传遍了东陵市名流圈 整个东陵市名流圈 都因为吴长青这话极其震动 而这里面最高兴的 无疑就是高家和周健了 东陵市 高家山庄 爸 吴家那边已经对外发话了 吴家要杀人 东陵市个大家族 任何人都不能出面作保 这下那小子死定了 高文邦一脸畅快 陈玄在高老爷子的寿宴上 让高家受辱 而且还让江孝堂记恨上了高家 高家的所有人都巴不得陈玄去死 高老爷子冷笑道 人狂必有祸 现在该轮到 他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 吴家那边这次一旦动起来 江孝堂都不一定会为他出面 退一步来讲 即便江孝堂为他出面又如何 吴家的身后 可是站着五爷这位老牌大佬 不过让我有些意外的是 这小子居然这么能打 可是他再能打又能怎样 吴家不仅手上有人 而且和东陵市政坛一些人 也关系匪浅 到时候这些力量运作起来 他想不死都难 高瑶一脸怨毒 说道 一个山野莽夫罢了 还想站着我高家的头顶上 痴人说梦的蝼蚁 接下来 我倒要看看他 怎么撑过吴家这一管 高瑶的脸上 逐渐变成了以往的优越 他始终坚信 陈玄不过是一个运气好的土包子罢了 和他这种家境优越的上等人 根本没法比 一旦没了江孝堂的庇护 在东陵市 他就是一只过街老鼠 甚至比过街老鼠还不如 东陵市周家 周见此刻正在和人通话 他冰冷地说道 找不到没关系 你只管盯着吴家的人就行 以吴家的能耐 想把他找出来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一旦吴家的人踩下了他 本公子一定要亲自出面 狠狠地羞辱他 想到陈玄在天堂酒店西餐厅 让自己下跪 周见脸上的怨毒之色 就越来越强烈 这个仇 他一定要亲自去找陈玄讨回来 当然 虽然陈玄是在天堂酒店废了无天 但是陈玄 住在天堂酒店的事情 周见是不知道的 这一夜 整个东陵市名流圈都极其震动 所有人都在看向吴家 没想到 咱们东陵居然来了这么一个 胆大包天的狂徒 把吴家公子都给废了 听说以后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 的确挺狂的 不过想在咱们东陵冒头 他恐怕还嫩了点 现在吴家已经对整个东陵市 发话了要杀人 他绝对难逃一死 不错 现在吴家的人 正在发动力量寻找此人 一旦找到他 绝无活路 整个东陵市 都因为这件事情变得沸沸扬扬扬 此刻 在东陵市一栋商业楼里面 一个面容精致 身材高挑 长相极其漂亮的女子 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审阅着一些文件 作为东陵市最有权威的 古玩商会之一 很多事情 他都需要亲力亲为 面面俱到 古玩不同于其他行业 稍有疏忽 都有可能毁于一旦 说一件 该下班了 一个女子这时走了进来 一脸责备地看着他 指着自己的手表说道 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都没有见过 像你这样当老板的 员工都下班了 自己还留在公司 加班加点地干 秦淑仪放下手中的文件 微笑道 好了好了 就手上这点活 马上就当完了 李温一脸无奈 随后他美目一扫 瞧着角落里的 一束玫瑰花说道 哇 淑仪姐 该不会是柳公子 又给你送花了吧 秦淑仪魂不在意地说道 你要是喜欢 就送给你了 李温说道 别啊 这可是人家柳公子送给你的 我怎么能要了 淑仪姐 要我说你就答应了呗 人家柳如风 可是整个江东之地 数一数二的才俊 都追你快一年了 足可见人家对你是真心的 文言 秦淑仪心中一叹 他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他的命运 岂能由自己决定 早在十多年前 就已经被安排好了 对了 淑仪姐 你听说了吗 吴家那个胖子 被人给废了 听说下半生 都只能在轮椅上渡过了 李温忽然说道 他也是刚刚才得到这个消息 听见李温这话 秦淑仪一愣 说道 吴家在东陵市所有家族里面 算是实力最强大的家族之一 是谁如此大胆 敢对这吴家的独苗下死守 李温摇摇头说道 不知道 听说是一个少年 他不仅废了吴家少爷 还一个人打趴了 吴家一百多号人 不过吴家那个胖子 早就该让人教训教训了 当初要不是柳公子镇着 这家伙 还准备对淑仪姐你下手了 秦淑仪收起文件站起身说道 行了 这些事情 咱们没必要去参合 走吧 明天你随我去一趟玉石市场 第二天一早 陈璇在天堂酒店吃了早餐之后 正准备去找自己那位素未谋面的酒师姐时 在天堂酒店门口 一辆拉风的跑车 忽然在他面前停了下来 陈璇顺着看去 只见驾驶位置上的女人取下墨镜 对着他说道 上车 干啥去 见到是江无双 陈璇有些意外 这江家果然有钱啊 这娘们的坐驾 起码得好几百万吧 在副驾驶上 还坐着一个肥胖青年 见到陈璇在看自己 他礼貌地对陈璇招招手 江无双白了陈璇一眼 说道 让你上车就上车 哪那么多废话 你刚来东陵市 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转转 如果不是家里的老爷子 非要让他和陈璇亲近 亲近 他才懒得来搭理这家伙了 闻言 陈璇想了想也就没有拒绝 找酒师姐晚点去也无妨 更何况 他也确实想了解一下东陵市 随着陈璇在跑车后排坐下 江无双一脚油门就射 来出去 车上江无双对着陈璇说道 喂 听说你昨晚废了吴家独苗 陈璇还没回答 坐在副驾驶上的胖青年 立马就转过头来 然后朝着陈璇兴奋地问道 哥们 原来废了 吴天的矮冬瓜的人 就是你啊 牛逼啊 很牛逼吗 陈璇反问道 很牛逼 我韩冲佩服你 韩冲对着陈璇竖起大拇指 说道 一个人干趴下一百多号人 还废了吴天 你不牛逼谁牛逼 第十七章 没人要的废料 陈璇倒是没觉得 自己有多牛逼 不就是废了一个二世祖吗 当然 这也是陈璇还不了解 吴家有多强大的情况下 在东陵市 吴家背靠着江东大佬之一的五爷 可以说是东陵市 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不然 以周健和高摇的高傲 也不会去巴结吴天 这个二世祖了 江无双对着陈璇说道 吴家在东陵市 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能耐不小 这次你废了 吴家的独苗 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有这份胆量 你这个朋友我吴冲交了 闻言 江无双没有说什么 他之所以把陈璇一起叫出来 其目的也是想让陈璇 和这韩冲认识一下 毕竟 这韩冲在东陵市的能耐 同样不弱 陈璇乐了 这小胖子 倒是挺对他胃口的 随后在三人的聊天中 一起来到了东陵市的玉石市场 这是啥地方 陈璇抬起头 看着眼前这个人来人往的市场 城里面的一切 对他这个刚从乡下走出来的土包子来说 都很新鲜 韩冲搂着他的肩膀说道 陈璇 这是咱们东陵市最大的玉石市场 来这里的人 基本上都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小子要不要试试 这么神奇 陈璇有些好奇问道 江无双白了他一眼 说道 确实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要么从穷人变成富人 要么从富人变成穷人 要么穷得更穷 富得更富 这是赌食 可不是光靠运气就能成功的 还需要实力 赌食 陈璇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鲜词 随后在江无双和韩冲两人的介绍下 陈璇大致上懂了什么叫赌食 三人一起走进玉石市场 这里面人来人往 视线所及 很多地方都堆积着小山式的石块 颜色 形状不一 很多人都在对着这些石头围观着 议论声四起 对于赌食 陈璇和韩冲其实都是门外汉 倒是江无双略懂一些 江家的产业里面也有涉及玉石 平时都是江无双在打理 这次江无双和韩冲来到赌食市场 主要是韩冲想让江无双 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好料子 三人逛了一会儿 韩冲朝着江无双问道 江无双摇了摇头 说道 暂时还没有 即便有些料子看似准头很高 也有很大的风险 陈璇就跟在他们两人身后 那双贼眼睛看美女的时间 完全多过看这些玉石 毕竟在这个玉石市场 美女也不少 不过就在这时 陈璇忽然停了下来 因为他忽然感觉到 身边一块玉石上 散发着一股 近乎和他体内相同的力量 感觉到这里后 陈璇有些诧异了 他愣愣地 盯着身边这块玉石 虽然玉石里面 散发出来的力量很微弱 但是他可以肯定 这玉石里面的力量 和他修炼的力量相同 怎么了 江无双和韩冲两人 转过身来看着陈璇 瞧着这家伙 盯着那块玉石 完全挪不开眼睛 江无双嘲讽道 你不会是看上这块石头了吧 先别说这块石头 能不能开出率 但是那一百万的价格 就不是你能负担得起的 我劝你还是别想了 韩冲说道 陈璇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可以借你一百万先玩玩 靠 这小胖子这么大方 陈璇尴尴笑道 我就看看 不玩 一百万 娘的 他要是没钱 估计得还一辈子吧 不过有了刚才的感觉后 陈璇对这些玉石 倒是逐渐上心了 那双贼眼睛 没有再去看玉石市场的美女 一路走去 接下来的时间里 陈璇在不少玉石里面 都感觉到了那股力量 强弱不一 很快 三人已经把整个玉石市场 给逛完了 江无双对着韩冲说道 今天这批料子里面 没什么值得下手的 只能过两天再来看看了 对于这种结果 韩冲也不意外 不过 就在江无双和韩冲 准备招呼陈璇离开时 只见这家伙 已经跑到了一堆碎石前方 如同桃宝贝一般扒开碎石 不知道在寻找着什么 我擦 哥们 你找啥了 韩冲有些障碍和尚 摸不着头脑的 看着满脸兴奋的陈璇 江无双脸色有些微红 陈璇没理会这两个二货 撅着屁 骨 弯着腰 还在继续寻找着 那模样 就如同在袍人家祖坟 找值钱的古董一般 卧槽 这哥们干啥了 想钱想疯了 居然在一堆废料里面卖力 这些废料 都是玉石市场 裁剪下来后不要的垃圾 没想到 居然有人连这些垃圾都看得上眼 嘿嘿 想在废料里面讨宝贝 这小子准是穷疯了 周围路过的人 见到陈璇的动作 军事朝他投来了不懈的目光 听见这些话 江无双和韩冲 两人更尴尬了 就当江无双准备把陈璇 从那堆没人要的废料里面拉出来时 一个中年男子 朝着两人走了过来 笑道 江小姐 韩绍 两位大驾光临 我郑山有失远迎了 原来是郑老板 江无双有些尴尬的 和对方打了声招呼 郑山看着还在废料堆里面寻找的陈璇 似有些不屑 笑道 江小姐 韩绍 这位是你们的朋友 文言 江无双脸色一红 韩绍有些不乐意了 说道 这是我哥们 咋地 你有意见 郑山笑了笑 说道 韩绍和江小姐的朋友我当然没意见 不过在没人要的垃圾废料里面逃宝贝 郑某还是第一次见到 说一件 你看 那个家伙在干什么 不远处 两个女人这时也朝着陈璇看了过去 戴着黑墨镜的情书仪 淡淡说道 或许是想在废料里面碰碰运气吧 切 废料里面要是能逃出宝贝来 母猪都能上述了 李温有些不屑地说道 这时 在周围众人指指点点的声音中 撅起屁 谷还在卖力寻找的陈璇 忽然抱着一块料子 兴奋地笑了起来 因为在这块料子里面 他感觉到了 很强大的力量波动 第十八章 出绿了 就是他了 陈璇一脸兴奋 抱起那块如同篮球大小的料子 就朝着江无双和韩绍两人走过去 说道 南曼 快 帮我看看 这块石头要多少钱 江无双有些尴尬 有人打击陈璇 说道 哥们 这块石头不要钱 不要钱 陈璇一愣 郑珊接着开口 他有些嘲讽道 不错 这些都是我们浴室市场扔掉的垃圾 如果小兄弟喜欢的话 我可以免费送给你 当然 小兄弟若想用这块垃圾料子 大赚一笔的话 恐怕是有些意想天开了 嘿嘿 这他娘哪来的傻小子 以前 在浴室市场 貌似没见过吧 居然看上了这些没人要的垃圾废料 你都说他是傻小子了 肯定是个门外汉呗 垃圾废料要是能出绿 老子的名字倒过来写 行了 别看了 这小子一看就是一个穷鬼 想在浴室市场碰运气 他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有那个命吗 这些话陈璇听见了 不过他此刻压根不祥 鸟这些目光短浅的二伙 朝着郑珊说道 别啊 这块料子你出个价 如果价钱可以 我就买下了 虽然他手上确实没几个钱 不过只要价格不是太贵的话 实在不行 让江无双这娘们 先垫着也行 因为陈璇基本上可以肯定 这块浴室里面绝对有东西 而且对于浴室里面存在的力量 他也相当好奇 文言 郑珊冷笑道 看来小兄弟倒是挺有骨气的 既然白送的你不要 那你就给一万块吧 垃圾废料一万块 听到郑珊这话 在场的人均是翻了翻白眼 郑珊摆明了 是在为难那个穷小子 因为一万块买一块垃圾废料 怎么看都溃大了 寒冲的脸黑了下来 说道 郑老板 你这有点不厚道吧 一块垃圾废料 你买我兄弟一万块 抢劫了 郑珊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还是啊 做生意这种事情 你请我愿 更何况这位小兄弟 不是不愿意接受馈赠吗 不过陈璇根本没在意 他朝着江无双说道 南漫 这一万块你先替我垫着 等哥有钱了就还你 江无双白了这家伙一眼 有些不情愿地 从包里面掏出来一万块 不过这家伙不听劝告 想自取其辱他也没办法 好在一万块并不多 这傻小子真卖啊 脑袋被驴踢了吧 没见过市面的土包子 等下他就该知道 什么叫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了 书一姐 这家伙是真傻 还是假傻 他不会真以为 这块垃圾废料里面 能开出率吧 李温满脸不屑地说道 秦淑仪说道 一个涉事未深的 矛头小子罢了 赌食行业一刀穷 一刀富 一刀开出一员户 虽然这里面 确实有人一夜暴富 不过在垃圾废料里面 淘宝贝 这根本就是不切实际 江无双交了钱 郑珊朝着陈璇冷笑道 小兄弟 现在这块垃圾废料 属于你了 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 用不用我 让人给你切开 试一试运气 文言 江无双拉着陈璇就走 一万块买下这垃圾废料 已经很丢人了 等下一旦切开 只会更加丢人 切 为啥不切 陈璇可没有走的想法 他正想着 把这块玉石切开来看看了 江无双脸色一黑 低声对他说道 你这家伙 还嫌不过丢人是吧 韩冲也说道 陈璇 要不咱还是别切了吧 留着当的纪念也行 陈璇脸皮很厚 他可没觉得 有什么丢人的 直接把那块废料 往郑珊手里一扔 豪气地说道 切吧 见到这里 周围人群眼中的嘲讽之色 更甚了 嘿嘿 看来这家伙是想自取其辱了 等下这垃圾废料切开 他就该知道 什么叫一刀天堂 一刀地狱了 郑珊冷笑了下 立即安排人 开始对废料进行切割 周围围观的人 也越来越多 江无双有些恨铁不成钢的 瞪了陈璇一眼 等下我看你怎么下台 很快 随着切割师傅 对着废料开弓 一刀下去 切割面别说绿 连根绿毛都没有看见 哈哈 傻小子 现在你该哭了吧 真当自己运气好到逆天 可以在垃圾堆里 逃出好宝贝不成 不远处 秦淑仪对着李温摇了摇头 说道 走吧 一场闹剧而已 没必要再看了 郑珊冷笑道 小兄弟 现在还要切吗 陈璇皱了皱眉 随后他挽起袖子说道 我自己来 见此 江无双都快急哭了 这家伙的脸皮怎么这么厚 还嫌不过丢人吗 寒冲也苦笑了声 然而 随着陈璇自己动手 感受到那股力量所在的位置 一刀切下去之后 一抹刺眼的绿光 忽然绽放了出来 这一抹绿光 仿佛是要刺瞎人的眼睛一般 让得看得这一幕的人 当即瞪大了眼睛 什么 出绿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听到这惊呼声 已经离去的秦淑仪和李温两人 立即回过头来 然后 他们便是见到那块废料上 竟然出现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绿光 天哪 淑仪姐 真的出绿了 李温一声惊呼 连秦淑仪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至于江无双和韩冲两人 更是呆力当场 这块废料真的出绿了 到底是这家伙 瞎猫碰到死耗子 还是他真有本事 正衫脸色僵硬 废料出绿 他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事情 这是兵种级别的翡翠 而且看情况 至少都是拳头大小 这种翡翠 起码都得价值好几百万 娘的 垃圾废料开出兵种翡翠 这怎么可能 难道这小子的运气 真的好到那天吗 小兄弟 别解了 你这块料子 我出价一百万卖了吧 才一百万 我出一百五十万 小兄弟 卖给我吧 我出价两百万 此时此刻 刚才还是嘲讽陈玄的人 纷纷争先恐后的报价 见到这一幕 将无双彻底傻眼了 第十九章 这九过七了 周围的报价声此起彼伏 很快已经有人出价到了三百万 不过陈玄压根没有去在意这些 切开这玉石之后 他终于知道 那股力量是怎么回事了 一切都是来源于 那块绿色的翡翠 换句话来讲 这绿色翡翠上面拥有的力量 和陈玄修炼的力量 一模一样 只要陈玄吸收了这上面的力量 他或许就能破镜 想到这里 陈玄立即兴奋了起来 一旦有了更多的玉石翡翠 他的力量 应该就能源源不断的进步 我出价三百五十万 这个时候 郑珊一连铁青的报价了 他现在连肠子都毁清了 价值几百万的翡翠 他居然一万块就卖了出去 这笔买卖 他亏大了 闻言 陈玄这时才回过神来 听到郑珊的报价 他手上一哆嗦 差点把玉石上面的翡翠给切了下来 啥 这破玩意儿 价值三百五十万 他说道 喂 你这块料子四百万买不买 听到郑珊和李温 两人接连报价 周围的人顿了顿 有人咬了咬牙 我出价四百五十万 我出价五百万 韩冲这个时候也报价了 他来到玉石市场 本就是为了淘一块翡翠 现在陈玄开出来的冰种翡翠 刚好合适 听着这三人接连报出天价 陈玄心里乐开了花 乖乖 这破石头也太他娘的值钱了吧 一万块换几百万 值 太他娘的值了 见到陈玄在发愣 回过神来的江无双 碰了他一下 酸溜溜地说道 真不知道 你这家伙 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域 居然能够从垃圾废料里面 逃出冰种翡翠 不过我可先告诉你 这一万块可是我付的 等下你必须把这翡翠留给韩冲 那是那是 娘们你放心 咱绝对不会亏待了自己人 陈玄心里乐开了花 我出价五百五十万 郑珊黑着脸说道 六百万 李温继续报价 文言 韩冲一脸黑线 操 六百五十万 七百万 郑珊有些肉疼了 七百万几乎已经快到了 这块翡翠的极限了 七百五十万 李温皱了皱眉 七百五十万 也差不多是他们的极限了 娘的 这小子赚大发了 一万块的玉石 转手居然能买七百多万 周围的人都羡慕 极度地盯着陈玄 不过这时 只见陈玄大手一挥 别喊了 这翡翠 你们两人哥不卖 韩冲 给你了 多少钱你看着点 文言 韩冲顿时乐了 见此 李温一脸怒容说道 喂 你傻了吧 我们出价七百五十万你 竟然不卖 小兄弟 这世上可没有人会嫌钱多 你真不卖 郑珊冷着脸说道 说了不卖就不卖 你 李温很愤怒 秦淑仪在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威尔 既然人家不卖 那就算了 咱们走吧 小子 我记住你了 李温恶狠狠地瞪了陈玄一眼 转身和秦淑仪走了 郑珊冷哼一声 同样走了 擦 只要你不爱上哥就行 陈玄朝着李温的背影撇撇嘴 操 这小子真有种 七百多万都不卖 咦 那人好像是聚宝阁的老板秦淑仪呀 还真有点像 不少人看着离去的秦淑仪 顿时认出了他的身份 刚才秦淑仪戴着墨镜 而且还站在李温的身后 所以 一开始没有人认出他这位东陵市第一美女 秦淑仪 将无双看着远去的两人 他戴眉皱了皱 啥秦淑仪 陈玄愣了愣 貌似他那位素未谋面的九师姐 也叫秦淑仪吧 韩冲这会儿 满脸兴奋地 搂着陈玄的肩膀 说道 哥们 你够意思 放心 我韩冲也绝对不会让你亏了 这块翡翠 我给你出六百万 五百万吧 我陈玄教你这个朋友 这韩冲为人还算不错 陈玄自然没打算在他身上占便宜 哈哈 好 走 喝酒去 三人一同离开玉石市场 与此同时 东霖是吴家 家主 小刀会的人传来消息 找到那个人的行踪了 在玉石市场 文言 吴长青一脸冰冷地说道 你带着人过去 让赵葵协助你 别打死了 废了就行 然后把他带过来 我要亲自宰了他 离开玉石市场后 在韩冲的带领下 三人先是去办了一张银行卡 给陈玄转了账 没办法 这些东西 陈玄压根就没有 连身上那台唯一现代化的东西 还是萧宇涵昨晚给他买的 看着手上那张银行卡 陈玄心里乐开了花 最后宝贝似的 藏在了自己的包袱里面 500万 活了18年 他还从来没有 见过这么多钱 是不是该把两位师姐 接到城里来享福了 这家伙 心里美滋滋地想着 很快 三人来到了一个饭店 这里的档次看上去 并不是那种高级饭店 不过客流量很多 几乎坐无虚席 不过韩冲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了 老早就有人专门给他留了位置 三人在角落靠窗的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韩冲大手一挥 对着服务员说道 老规矩 另外再给我开一瓶82年的拉费 好的 韩绍请稍等 韩冲对着陈玄说道 陈玄 你小子今天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垃圾废料里面 居然被你给逃出了几百万的翡翠 你牛逼 我韩冲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事情 江无双在一旁白了陈玄一眼 说道 你这家伙运气还真好 去一趟玉石市场 就白白赚了好几百万 文言 陈玄咧嘴笑道 谁让哥长得帅了 我师姐说 长得帅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听见这话 江无双和韩冲两人同时白眼一番 这时 服务员把红酒拿过来放在桌上 正准备打开 谁料陈玄一把就握住服务员的手 他微微皱了皱眉 哥们 咋了 韩冲有些迷糊 陈玄指着酒瓶上82年那个数字说道 这酒过期了 换一瓶 第二十章 再战 女服务员脸色丈红 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了 她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客人说82年的拉菲过期了 江无双没忍住 扑吃一声就笑了 韩冲的嘴角抽了抽 拍着陈玄肩膀说道 陈玄 相信哥 这酒没过期 而且年份越长越好 真的 这家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不经意间 又闹了一个大乌龙 一场小插曲过后 韩冲 韩冲 性格本就颇为豪爽的韩冲 直接拉着陈玄开喝了 不过对于喝酒 陈玄还真没怕过 林素一在陈玄小的时候 就经常让陈玄浸泡在各种药酒中 增强她的体质 可以说 陈玄小时候 经常和各种药酒打交道 对酒精这种东西 早就形成免疫了 很快三瓶红酒下肚 韩冲已经显得有些醉了 不过陈玄这货 压根一点感觉都没有 对她而言 这过期的拉菲 还没有师姐泡的药酒好喝 见到陈玄一点事都没有 酒量本就不错的韩冲 有些不服气 不过就在她准备拉着陈玄 继续开喝的时候 饭店外面的街道上 一辆辆汽车急迟而来 把整个饭店几乎都包围了 一个个凶神恶煞的人手持棍棒 出现在饭店外面 那黑压压的一片 起码有两百多人 简直就如同电影里面 黑帮火拼一般 见到这一幕 饭店里面正在用餐的人 都吓了一大跳 江无双剑没挑了挑 这时 一个穿着背心 体型健硕 两只手臂足足有成年人 大腿粗的男子 这些是小刀会的人 找你麻烦的人来了 闻言 陈玄还没说话 韩冲直接操起一个空酒瓶子 站起来说道 操 感动我韩冲的兄弟 我看他小刀会是 不想在东陵市混下去了吧 陈玄的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看来那吴家 是真想和他死磕了 这时 就在饭店的众人 心惊外面那种阵仗之际 只见那个体型健硕的男子 带着几个人走进了饭店 小刀会办事 无关人等全部滚出去 随着一个马仔说出这话 饭店里面的人更是惶恐不已 纷纷朝着饭店外面 涌去 在东陵市 没有人没有听过小刀会的大名 这可是道 上得凶妥啊 煞事间 整个饭店就只剩下陈玄 江无双 寒冲三人了 瞧着角落里的陈玄三人 体型健硕的男子 朝着陈玄宁笑了声 说道 听说 你昨晚废了吴家公子 还打趴下了吴家上百号人 挺有种的 现在你是自己 站起来跟我走 还是我让人把你打残了抬着走 嘿嘿 想打残我兄弟 你他妈算哪根葱 你有本事动他一下试试 韩冲咧嘴一笑 然后直接仰起手中的酒瓶 就朝着剑朔男子砸了过去 砰的一声 剑朔男子空手接住酒瓶 然后一把捏爆 冰冷到 敢对我赵葵下手 你他妈有种 给我上 打残他们 随着赵葵一声令下 外面的打手手持棍棒 纷纷涌进了饭店里面 把整个饭店挤得水泄不通 一道道人影 全部都朝着陈玄他们招呼了过来 操 他就如同一头狼一般 出手极其凶残 当初在太平村野人谷 和几十头野狼搏杀 已经让陈玄悟出了一个道理 对方是狼 你就得比狼更加凶残 对方是虎 你就得比猛虎更加勇猛 一旦出手 绝对不能给对方反击的机会 随着陈玄冲入其中 他很快便是被人群淹没 这个时候 周健和高瑶两人 开车来到了饭店外面 他们得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朝着这里赶来了 看着陈玄被小刀会的人包围着 周健一脸残忍的笑道 面对吴家那群没用的废物 你能以意抵白 但是面对小刀会这群 刀口上舔血的猛人 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一旦小刀会的人打残了你 我周健一定要你生不如死 高瑶一脸优越 说道 他终究只是一个人而已 今日在这饭店里面 他绝对不可能站着走出来 一个没权没势的土包子 还想凌驾在我们这些人的头顶上 没有了江孝唐的帮助 他不过 就是一个能打的猛夫 下等的贱民而已 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 抬起头做人 不错 他这辈子都没机会 在我们面前抬头做人了 周健森然一笑 饭店里面 陈玄被小刀会的人 外三层里三层包围着 几乎已经快看不到陈玄的身影了 只能听到兵器的碰撞声 不停地传来 以及小刀会的人 不停被抛飞的场面 江无双和韩冲两人有些着急 虽然他们听说过 陈玄以一抵白的战绩 但是毕竟没有亲眼见过 而且 小刀会的这群凶徒 可不是普通人 可比 不过江无双和韩冲两人的这种担忧 很快就消失了 随着小刀会的人 一个接一个地被抛飞 甚至被踢出了饭店之外 饭店里面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 两百多人 几乎倒下了一大半 陈玄一人完全制霸了整个战场 小刀会的人在他面前 完全不堪一击 靠 哥们威武 韩冲一脸兴奋 像这样厉害的高手 他除了在电影中看到过之外 很少在现实世界中见到 江无双松了口气 他的美目中 闪过一抹一彩之色 那个在人群中纵横无敌的少年 在他的心目中 瞬间变得无比高大 爷爷的提议 再次在他耳边响起 使得他的脸庞 变得有些飞红 这该死的家伙 怎么会如此厉害 小刀会出动了两百多人 竟然都拿不下他 周剑一脸铁青 高摇的脸色也有些难看 他们可是来看 陈玄如何被小刀会踩下的 但是现在的局面 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战圈之外 赵奎见到陈玄如此勇猛 自己的手下 一个接一个的被打伤 他心中震惊的同时 在此时 也是居然朝着 陈玄冲杀了过去 都给我散开 声道人道 赵奎同样也是一个修武者 而且已经进入了炼破镜 作为小刀会坐下的 三大猛人之一 战力非同反响 其一拳朝着陈玄暴击而来 仿佛是要把陈玄的身体都击爆 不过面对赵奎这一拳 只见陈玄不退反镜 只见一个扫腿 踢中赵奎的胸膛 将这位小刀会坐下的 三大猛人之一 一脚踢出了饭店 第21章 杨坤鹏 随着赵奎这位小刀会 三大猛人之一的高手 被陈玄一脚踢飞 小刀会的人面对陈玄 更是兵败如山倒一般 惨叫的声音 听着让人不寒而栗 一个个小刀会的成员 倒在地上哀嚎 不到五分钟 小刀会这两百多人 全部都被陈玄一人给打趴下了 在陈玄的周围 地上全部都躺着小刀会的人 陈玄傲力其中 就如同不败的战神一般 即便有万千敌 也无法将他挡住 角落里 韩冲满脸崇拜 那张兴奋的脸庞 如同打了鸡血一样 即便是江无双 此刻都有些花痴地盯着陈玄 就这些垃圾 也想打残我 陈玄扫了眼周围小刀会的成员 他看着艰难爬起来 一脸骇然盯着他的赵奎说道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让我也打残你 要么赔这家饭店的损失 然后滚蛋 闻言 赵奎下的亡魂接冒 他实在很难相信一个十八 九岁的少年竟然如此可怕 不仅放倒了他手底下两百多号人 还差点一招就废了他 大哥子 我的耐心有限 如果你很难做出选择 那么我就替你选 见到赵奎无动于衷 陈玄漫步朝他逼近 见此 赵奎吓得连退了好几步 说道 朋友 这次我赵奎认栽了 这饭店的损失我赔 看到这里 韩冲走过来笑道 嘿嘿 什么狗屁小刀会 原来也是他娘的一群耸蛋 老板 出来收账了 躲在角落里的老板 哆哆嗦嗦地走出来 他都快吓哭了 几位爷 不用赔了 怎么能不用赔了 咱们可是实在人 打坏的东西就得赔 这样吧 你这里的损失加起来 就算一百万吧 韩冲大手一挥 然后对着一脸抽搐的赵奎 搓了搓手指 大哥子 一百万 一分都不能少 赔钱 就砸坏这破饭店的一些设施 你他娘跟我要一百万 抢劫的 作为向来只有 他欺负人 从没有被人欺负过的赵奎 第一次尝试到了被人欺负的滋味 不过对上陈玄那凌厉的目光 赵奎只能硬生生地 蹦出两个字来 我赔 随后 赵奎通过手机转账 直接给老板赔了一百万 然后他正准备带着自己的手下离开 奇料陈玄突然开口 等一下 赵奎吓得身体一紧 打了个尿颤 转过身来问道 朋友 你还想怎样 陈玄说道 是吴家让你们来的吧 替我给吴家带句话 三日后 小爷会亲自登门拜访 这吴家既然真想和自己死磕 陈玄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每次都让人找上门来 想要解决麻烦 就得从根源上下手 看着赵奎带着人灰溜溜地离去 躲在轿车里面的周见费 都快气炸了 妈 没想到连赵奎都不是他的对手 看着那个意气风华 仿佛正在崛起的少年 高瑶的心中 再次闪过一抹悔意 眼神也变得有些复杂 难道他高瑶真的错了吗 哼 不过这样也好 这次他得罪的 可不仅仅只是吴家了 打残了小刀会这么多人 一旦小刀会会长 杨坤鹏这位枭雄动怒 他在东陵市的处境 将寸步难行 东陵市迟早会成为 他的葬身之地 周见看着饭店里面的 陈玄冰冷地笑道 闻言 高瑶那原本动摇的内心 再次变得坚定了起来 向来高傲的他 不会去承认自己错了 既然他认定了陈玄 只是一滩烂泥配不上他 那么就绝对配不上自己 即便对方有站起来的征兆 他也要把这个土包子踩下去 让对方没有任何 可以和他平等相对的资格 陈玄 难道你三日后 真要去拜访吴家 三人离开饭店 江无双开车送陈玄回天堂酒店 陈玄耸了耸肩 说道 当然是真的 难不成你以为我开玩笑吗 韩冲对着他竖起大拇指 你牛逼 正在开车的江无双 皱了皱眉头说道 吴家虽然只是一个商业家族 不过他们背后的人可不简单 你这样冒冒失失地找上门去 那等于是自投罗网 更何况 今天你还动了小刀会的人 据我所知 小刀会的杨坤鹏 可是一个牙子必报之辈 到时候 一旦吴家和小刀会一起出手 你有把握吗 韩冲点点头 说道 而且 这吴家背后的大靠山可不简单 是和江老爷子同等级别的存在 也是咱们东江之地的大老人物之一 听说还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修武者 一人变镇的江东之地 不知多少家族 雄才抬不起头来 他若出面 是会很麻烦的 厉害的修武者 陈璇眼睛一亮 虽然刚才的赵魁 也是一个修武者 不过档次太低了 如果能遇上一个厉害的修武者陈璇 还真想看看他这九转龙神功 到底有多厉害 把陈璇送回天堂酒店后 江无双和韩冲两人就离开了 眼下已经四五点了 陈璇也就打消了 去寻找九师姐的念头 不过今天出去 对陈璇这家伙而言 可是赚大了 不仅天降横才赚了五百万 而且还在翡翠中 寻找到了和自己相同的力量 看来有时间 我得再去玉石市场赚赚了 万一又逃到了好宝贝 或许还能大赚一笔 即便赚不到钱 拿来修炼九转龙神功也好 这家伙心里美滋滋地想着 与此同时 东陵市各大家族 几乎都在同一时间 知道了一件事情 废掉了吴家公子的少年 不仅一人 打趴下了小刀会两百多人 还打败了赵奎这位小刀会的猛人 更扬言三日后 前往吴家拜访 这件事情传出 整个东陵市名流圈都极其震动 什么 连小刀会的人出马都没有摆平此人 这家伙竟然如此厉害 是啊 我听说小刀会的赵奎 在那个少年面前一招就败了 小刀会的两百多人 基本上都是伤的伤 残的残 这妖牛逼 到底是哪冒出来的高手 确实有些厉害 不过诸如赵奎这些人 都只是小角色 真正厉害的人还没出面了 更何况这小子扬言三日后拜访吴家 我看这吴家他是有命去 没命离开 说得不错 小刀会伤残了这么多人 杨坤鹏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 一旦杨坤鹏出手 那小子必死无疑 更何况 吴家的身后 可是还有一座大考山了 在东陵市一家会所里面 赵奎此刻正颤颤巍巍的跪在地上 他面前是一个看上去 有些阴冷的中年男子 他缓缓转过身来 眼神凌厉如剑 一招就打败你了 看来此人至少都是练破镜了 有意思 没想到东陵竟然出现了一个少年高手 会长 此子确实有些厉害 赵奎低着头说道 哼 即便他再厉害 莫非比本会长还强大吗 杨坤鹏冰冷地看了赵奎一眼 不带任何感情地说道 这次你办事不力 让我小刀会折损了两百多人 自己切下一根指头 别逼我动手 第二十二章 我来找师姐 家主 小刀会的人失败了 连赵奎都差点被那小子废掉 此子极其厉害 咱们吴家想在力量上和他硬碰硬 恐怕有些悬 除非是秦五爷那边出手 东陵吴家 一个中年男子 脸色有些难看地说道 刚才陈玄在饭店大战小刀会两百多人 他当时也在 亲眼见识了 陈玄有多强大 无常亲戚地直接摔碎了他手中的茶杯 一脸阴沉地咆哮道 该死的小子 拜访我吴家 威胁我 这一次 一定让他不得好死 家主 现在咱们怎么办 中年男子问道 吴长青冰冷地说道 五爷目前正在闭关 暂时不宜打扰 你给我背车 我要去小刀会一趟 三日后 我一定要他死在我吴家 爸 吴双那丫头回来了 江家山庄 江文从外面走了进来 在他的身后跟着江吴双 正在喝茶的江孝堂 朝着江吴双笑道 丫头 听说你今天带着陈神医 去了玉石市场 不错 江吴双白了这个 老不正经的老家伙一眼 红着脸说道 爷爷 你跟踪我 江孝堂笑道 我可没有跟踪你 陈神医在饭店 再占两百多人 这件事情已经传开了 我又岂会不知道 闻言 想到陈神医在饭店 大占两百多人的画面 江吴双嘴角翘起一抹弧度 说道 那个家伙确实很厉害 怎么样 爷爷给你找的这个人 还算让你这丫头满意吧 看着脸色有些飞红的江吴双 江孝堂继续说道 原本我以为 陈神医应该是炼破镜 不过他能一招 就击败同位炼破镜的赵奎 这说明 陈神医的实力 至少都是炼破镜巅峰 甚至有可能进入了巨猿镜 听见江孝堂这话 江文身体一震 巨猿镜 整个江州的青年天才中 像陈玄这么大的巨猿镜 恐怕除了那个地方 应该还找不出来吧 爸 陈神医扬言 三日后拜访吴家 我们要怎么做 江文问道 江孝堂眯着眼睛说道 盯着吴家那边 一旦陈神医有任何需要 即便踏平了东陵市 也不可让陈神医出现任何意外 第二天 陈玄一大早就离开了天堂酒店 昨天他原本准备去找九师姐的 不过因为江无双和韩冲的出现 把这件事给推迟了 拦下一辆车后 陈玄报了个地址 这个地址是大师姐林素一告诉他的 半个小时后 陈玄来到了一栋商业楼前方 在顶楼上有着聚宝格三个大字 这就是九师姐自己的公司啊 真探娘的气派 大师姐和二师姐早就告诉过他 九师姐是做生意的 身价亿万 是个小富婆 离开太平村的前夕 甚至还鼓动陈玄做个小白脸 撬了九师姐的小金库 当然 对于这个提议 陈玄自然是自动忽略了 大师姐和二师姐都那么彪悍 这九师姐只怕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初次见面他 还是小心点好 陈玄左右看了看 然后就朝着商业楼的入口走去 不过刚到保安室门口 他就被拦了下来 站住 干什么的 两个保安走过来 把陈玄拦下 陈玄笑道 两位大哥 我来找我师姐 找师姐 两个保安扑斥一声笑了 小子 你当这是拍武侠剧啊 还找师姐 小子 别没事找事 这里是私人公司 赶紧走 两个保安有些不屑地看着他 这家伙土里土气的一看就是 刚刚从乡下出来的土包子 找师姐 也他娘不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两位大哥 我真是来找我师姐的 我师姐叫秦淑仪 陈玄有些郁闷 这两个家伙咋就不相信他了 文言 两个保安顿时一怒 小子 你他娘找抽是不是 秦淑仪这三个字 也是你能叫的吗 那是我们老板 赶紧滚 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陈玄正准备说什么 一辆跑车忽然行驶了过来 见到这里 两个保安立即点头哈腰地迎了上去 刘公子来了 你里面请 开着跑车 戴着墨镜的青年 看了陈玄一眼 微微皱眉 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两个保安心里一突 赶紧说道 刘公子请放心 这家伙走错地方了 我们这就把他轰走 青年弹幕说道 我等下出来的时候 不希望看到他还在这里 说完 青年一脚油门开了进去 闻着跑车散发出来的尾气 陈玄差点被呛到 靠 这傻屌谁啊 这一大早上的 开着辆破车 嘚瑟啥 小子 赶紧滚 两个保安朝着陈玄围过来 大有动手的意思 见此 陈玄不乐意了 小到会两百多人 他都不怕 还怕这两个家伙吗 不过 就当两个保安准备 对陈玄动手时 两个女子朝这边走了过来 见到来人 两个保安立即 把井棍收了起来 身体站的笔直 一动也不敢动 陈玄朝着这两个女人看过去 其中一人戴着一副黑墨镜 他感觉这两个娘们 有些眼熟 仔细一想 顿时记起了这两人 小子 怎么是你 李温带眉皱了皱 居高临下地看着陈玄 一旁的秦淑仪 也有些意外 感觉到这女人言语中的傲气 本就有些不乐意的陈玄说道 娘们 是我咋地 你 李温恨不得一巴掌呼死这家伙 秦淑仪说道 如果你是想把昨天 谢出的翡翠卖给我们的话 我们欢迎 如果不是 还请你离开 这里是私人地方 闻言 陈玄心里更不乐意了 他在自己师姐的地盘上 爱着这两个娘们什么事 娘们 这地儿又不是你的 想要搁离开 要不你们一人亲搁一下 陈玄斜斜一笑 把脸凑过去说道 听见他这话 即便脾气很好的 秦淑仪戴眉都皱了起来 李温咬牙切齿 指挥着两个保安说道 这个登徒子连会长都赶掉 谢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丢轰走 是 副会长 得到命令 两个保安立即朝陈玄围了过来 啥 会长 什么会长 陈玄脑袋有些发猛 小子 你他娘有种 连我们的老板都敢调 谢 我看你是在找死 老板 听到这两个字 陈玄吓得一哆嗦 难道刚才那个女人 就是九师姐秦淑仪 而她刚才 竟然调 戏了九师姐 第二十三章 我就是陈玄 想到这里 陈玄顿时不寒而栗 大师姐和二师姐有多恐怖他 可是领教了十八年 这九师姐 即便没有大师姐和二师姐那么恐怖 只怕也不赖吧 不过就当陈玄醒悟这一点的时候 秦淑仪和李温儿两人 已经走进了公司 即便陈玄想喊他们 也听不见了 陈玄的脸垮了下来 一脸苦笑 这他娘的叫什么事 如果九师姐因此恨上了他 往后的日子 只怕绝对没他好果子吃 这家伙越想越憋屈 见着那两个保安 朝自己围过来 准备动手 他直接一人一拳 把两个保安给跟趴下了 靠 就你们这两个家伙 也想对哥下手 那梁宽那待着去 别来烦我 这家伙一转身 屁 鼓一扭 然后在两个刚刚从地上爬起来 鼻青连肿保安的注视下 直接在保安室里面 像个大爷一样一屁 鼓坐了下来 他这会儿正心烦着了 既然刚才那个女人 就是九师姐秦淑仪 他现在可不敢 冒冒失失地闯进去 只能老老实实地在这里等着 没准过一会儿 九师姐的气就消了 见到这家伙 霸占了自己的位置 两个鼻青脸肿的保安 有些欲哭无泪 这他娘的 也太欺负人了吧 把他们揍了不说 还霸占了他们的地盘 不过陈玄的身手 他们已经领教过了 现在就算再给他们一个胆 也不敢去找陈玄麻烦了 只能一脸委屈地站在保安室外面 仿佛是在给陈玄看门一般 与此同时 遥远的神兜 这里作为国制中心 历来都是各代帝王主持国事的都城 全力的汇聚地 此刻在一座院子中 一个虎背熊腰的中年男子 副手而立 仰望着天空 其背影给人一种顶天立地的错觉 宛如他站在那里 只手便可撑起这一片天地一般 亲王 你要的资料已经查到了 这时 一个面旁坚毅 身躯挺拔的男子 从外面走进来 男子转过身来 其年纪看上去四十多岁左右 不苟言笑的脸上 给人一种极其威严的感觉 他接过资料只看了一眼 便将上面的内容全部铭记于心 说道 十八年了 不愧是他们的后人 初出茅庐 便有不畏虎狼之心 既然如此 那么这一切就从江州开始吧 通知天王殿 让他们做好回国的准备 听见这话 身躯挺拔的中年男子 神情一阵 天王殿 境外征战十八年 让百国闻风丧胆的存在 那个奥利世界巅峰的恐怖势力 一旦回国 将会掀起多大狂潮 时间很快来到了中午 聚保隔商业楼里面 有不少员工走了出来 眼下已经是用餐时间 坐在保安市政 百无聊奈的陈玄见到这里 那双贼眼珠子 仿佛活了过来一般 不停地在一些女同事的身上打量着 还一边平头论足 这个好 拼挺鸟挪 该胖的胖 该瘦的瘦 以后绝对是生儿子的料 这个不行 身材还可以 脸上的痘痘太多了 不及格 咦 这个也好 身材匀称 那骨感 嘖嘖 没想到九师姐的公司 居然有这么多美女啊 瞧着这家伙 都快流口水的样子 站在门口的两个保安 嘴角抽了抽 这他妈到底哪来的奇葩 这时 一辆跑车从里面行驶了出来 在那辆跑车上面 坐着两女一男 正在盯着美女的陈玄见到这里 灵活的如同一只猴一般 从保安市窜了出来 立马将跑车给拦下 陈玄还没说话 开车的青年眼神一冷 说道 你想找死是吗 车上的秦淑仪 和李温两人 也发现了陈玄 喂 你这土包子 怎么还没走 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李温对陈玄的意见很大 陈玄懒得理会这两个家伙 说道 我来找我师姐 跟你们两个家伙有毛关系啊 师姐 副驾驶上的秦淑仪一愣 他有些正正地看着陈玄 忽然想到了一个 这么些年 他很不想去承认的事实 不过开车的青年 这时已经下车 把陈玄拦了下来 冰冷地说道 当我柳如风的路 我看你是在自掘坟墓 言罢 这柳如风的身上 顿时迸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场 李温在一旁说道 柳公子 好好教训教训这灯徒子 早上来的时候 连我们会长都敢挑 戏 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见到这里 秦淑仪急忙下车阻止 别动手 说一句 你为这家伙求情干什么 你忘了 他早上是怎么掉 戏咱们的吗 李温愤怒地瞪了陈玄一眼 秦淑仪没有回答李温 他取下黑墨镜 露出一张精致 十分完美的俊俏面旁 那双漆黑的眸子 不确定地看着陈玄问道 你是 陈玄 听见这话 陈玄顿时兴奋地点了点头 走到秦淑仪跟前说道 九师姐 你认出我了 我就是陈玄 见到这一幕 一旁的李温有些傻了 柳如风的眼中 闪过一抹寒光 师姐 秦淑仪内心一颤 真的是这家伙 一家高级饭店里面 陈玄正在大块朵仪 风卷云残般地 收拾着面前的美食 早上从天堂酒店出来 到现在 他什么东西都没吃 早就饿了 一旁 秦淑仪眼神有些恍惚地 盯着这个少年 让人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李温就坐在秦淑仪的旁边 他对陈玄的意见依旧很大 然后朝秦淑仪说道 淑仪姐 你真的认识这家伙 可别不是什么用心险恶之辈 给冒充的吧 柳如风给秦淑仪加了菜 说道 书仪 我觉得 还是有必要调查一下 此人的身份 这年头 骗子可不少 文言 正在风卷云残的陈玄不乐意了 这两个家伙 存心和他过不去是不是 就凭歌这玉树临风的俊美少年 像骗子吗 秦淑仪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我自己有分寸 陈玄携了柳如风一眼 说道 九师姐 你可别被某些表面 看上去衣冠楚楚 实则闷 骚至极的家伙给骗了 这年头 某些财狼虎豹 就喜欢装这八斤的小绵羊 其目的 还不是进进出出那点事 四辈子 你胡乱说什么了 李温红着脸碎了一口 柳如风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如果不是爱着秦淑仪的面子 他都直接想弄死这家伙 不过一顿饭 很快也就结束了 秦淑仪谢绝了柳如风开车 送他们回去的想法 拦下一辆出租车 来到了一片别墅区 这里就是秦淑仪居住的地方 因为是一个人 所以他把李温也叫来这里 和他同住 瞧着面前这豪华的别墅 陈璇一脸赞叹 九世杰果真是一个小富婆啊 书一姐 难道你真想把这家伙 叫到这里来和咱们两个女人同住 李温咬着背齿 先入为主的观念 他总感觉陈璇这家伙 有些不怀好意 如果他的身份没错 以后他确实会跟我们一起同住 秦淑仪淡淡地说道 随即他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瞧着还在参观别墅的陈璇 平静地说道 你把裤子脱了 第24章 雁鸣正深 你把裤子脱了 秦淑仪看着陈璇平静地开口 不过听到他这话 一旁的李温当即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秦淑仪 这还是自己那个好姐妹 东霖是第一美人吗 她竟然这么重口味 陈璇也是被秦淑仪这话吓了一大跳 卧槽 这种事情 即便是彪悍的二师姐 都没让她干过呀 可是 秦淑仪的脸色依旧很平静 只不过 其那两只御手 已经紧紧地攥在一起 表示着她的内心 其实并不平静 现在她无法联系到老大和老二两人 这也是唯一能证明 这个家伙身份的办法了 她依稀记得 这家伙小时候大腿上 有一个红色胎记 九十姐 这样好吗 陈璇死死地拽着自己的裤腰 可怜巴巴地说道 要不还是等晚上吧 现在还有外人在了 咱可不想白白便宜了别的女人 文言 正在震惊的李温 肺都气炸了 怒道 王八蛋 你说什么了 你当本小姐愿意看是不 就你那瘦不拉几的身材 本小姐还不稀罕了 秦淑仪的脸色有些微红 说道 你胡说什么了 我是让你把长裤脱了 如果你实在难为情 自己去卫生间吧 记得穿条短裤出来 陈璇松了口气 她还以为 这素未谋面的九师姐 有那啥嗜好了 若真如此 那简直比大师姐和二师姐 更加可怕 随后陈璇害羞地点了点头 走进卫生间 把长裤给脱了 当她走出来后 李温虽然嘴上说着不想看 但她还是鬼使神差地看了一眼 虽然只是一眼 不过这女人的眼睛 就难以挪开了 也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 九师姐 好了吗 陈璇双手捂着裤裆 一脸羞 毕竟这种事情 活了十八年 她可是第一次干 好了 秦淑仪红着脸点了点头 不过她也确定了 这家伙的大腿上 确实有一个红色的胎记 和她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这说明眼前这个少年 确实是她命中注定的那个冤家 瞧着陈璇走进了卫生间 李温脸蛋红红的 那颗心都在扑通扑通的跳动 书一姐 你干嘛让这个家伙 在我们面前脱 裤子啊 这多丢人啊 李温红着脸说道 秦淑仪虽然也有些脸红 不过她白了李温一眼 说道 我又没有让你跟我一起看 好了 这家伙以后就跟我们住在一起了 她住一楼 我们两人住二楼 文言 李温交 陈一生说道 书一姐 这个家伙住在这里 那咱们多不方便啊 而且这家伙 一看就是一个色胚子 万一她对咱们两人心怀不轨咋办 放心 她即便有那个心 也没那个胆 有些事情 秦淑仪很了解 对于这点 她倒是很放心 更何况 她的命运 本就是为了这个人而存在的 即便她内心有些抗拒 也无法改变这种命运 好吧 李温有些无奈 随后突然问道 对了书一姐 你怎么成了这家伙的师姐了 难道这家伙 还有一个师父不成 秦淑仪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 陈玄重新从卫生间走出来 看着坐在客厅的两个女人 她不得不承认 大师姐和二师姐 的确没有骗她 其他几位师姐 确实各个美若天仙 比电视上 那些所谓的女明星 都好看多了 嘿嘿 九师姐 还要我干啥 虽然陈玄不知道 秦淑仪为何要她脱 裤子 不过对于师姐们的话 她向来是坚决服从的 当然 她根本想不到 刚才秦淑仪之所以让她脱 裤子 不过是想艳明正身而已 秦淑仪深吸一口气 看着她说道 你什么时候来的东陵市 是老大和老二让你来的 嗯 我刚来不久 九师姐 咱可是考上东陵大学了 这次来东陵市 除了见一见你之外 再有十来天 就该开学了 陈玄老老实实地回答 刚来 且 李温明显不相信这货 说道 那你倒是说说 昨天怎么去了玉石市场 不知道踩了什么狗屎运 居然从垃圾废料里面 逃出了一块冰种翡翠 擦 这娘们事真多 陈玄翻了翻白眼说道 你不是看见了吗 和朋友一起去的呗 李温还准备说什么 秦淑仪挥挥手说道 既然你是来上学的 那最近就在我这里先住下 另外把你昨天那五百万拿出来 我先替你保管着 你什么时候有需要了 我再还给你 他对这家伙 有些不太放心 东陵市可不比小山村 呦 货太多了 他怕这家伙手上有了钱 会忍不住犯错 文言 陈玄有些不舍地 把银行卡交了出来 原本他还想撬一撬 九师姐的小金库 没想到自己的小金库 反被搅了 瞧着陈玄一脸忧怨的样子 李温一脸得意地 拿着那张银行卡 在陈玄的面前挥了挥 小样 昨天让你把玉石卖给 咱们还不卖 现在这钱 还不是落在了咱们的手中 书一姐 要不咱们等下找个大饭店 去好好吃一顿怎么样 陈玄的脸立马黑了起来 靠 这娘们存心坑她是不是 她依稀记得 这女人昨天还爆出了 七百多万的天价 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主 现在居然惦记上 她的小金库了 秦淑仪正准备说什么 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秦淑仪接通后 也不知道电话那边 说了些什么 她翘脸微变 说道 你先在那边看着 我马上就过去 书一姐 怎么了 李温问道 秦淑仪站起来说道 宝来街分店那边出事了 我得赶过去看看 宝来街 难道又是吴家 李温粉气愤 这些家伙 站着家大业大 摆明了是想欺负 咱们聚宝阁 书一姐 我跟你一起去 吴家 陈璇愣了愣 难道是同一个吴家 她站起来说道 九十姐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看看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我兴许 还能帮上忙了 就你 李温有些不屑 秦淑仪想了想 说道 好吧 反正聚宝阁的生意 往后你也会接触 第25章 你对我有企图 秦淑仪一手创建的聚宝阁 主要经营玉石和古董 在这个行业里面 聚宝阁虽然算不上江州的龙头 不过也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东陵市 乃至其他城市 都有着自己的分店 没多久 秦淑仪开着车 带着陈璇和李温 两人就来到了保莱街 这里位于郊区地段 属于带规划区 不过在几年前 秦淑仪就在这里 买下了一家店面 建立了聚宝阁分店 一直以来 生意都还算不错 不过自从保莱街这一块 被设为带规划区后 便是有不少麻烦事情 找上门了 很快 秦淑仪的车子 在聚宝阁分店门口停下 三人才刚刚下车 便是见到有不少人 把分店给围了起来 不允许任何顾客进入 周围的人 对着这一幕指指点点 见到这里 秦淑仪的脸色 骤然冷了下来 李温同样很气愤 周店长 保莱街其他店铺 都已经签字了 现在就只差你们聚宝阁了 不怕告诉你 今天我来 就得把这事办妥了 这次 今天你们 是不签也得签 不签也得签 在分店里面 一个夹着皮包的男子 一脸威胁地说道 文言 周店长愤怒地说道 张经理 我们这店面盘下来 至少都得几百万 你五十万就想把我们打发了 你这摆明了 是在抢买抢卖 我们聚宝阁绝对不答应 哼 不答应 信不信我今天就让人 拆了你们这店 拆了我聚宝阁分店 你们好大的口气 秦淑仪 陈璇 李温三人 推开人群走进来 会长 你们来了 周店长赢了上来 张经理见到来人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说道 秦会长 我劝你最好考虑清楚 如果你们聚宝阁一再拒绝的话 后果自负 这么说 你们无视集团 是想对我聚宝阁用墙了 秦淑仪和李温 两人满脸怒容 张经理说道 你可以这么理解 秦会长 别以为有柳公子给你撑邀 我无视集团就真怕了你 我们是给柳公子面子 可不是给你面子 我再问一次 这次 你们聚宝阁到底签不签 你们休想 李温愤怒地说道 哼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来人 给我拆了这家店 随着张经理一声令下 把聚宝阁分店围起来的人 立即冲了进来 要打砸店里面的一切设施 物品 让陈璇很意外 很震惊的是 李温这娘们 突然一下挡在大门口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摸出来一把水果刀 彪悍地说道 我看你们谁敢 见到这里 门外那群人 还真被镇住了 我乐个去 这娘们可以啊 陈璇睁大了眼睛 秦淑仪见到这里 着急说道 温你干什么 快把刀放下 张经理肺都气炸了 一群耸货 一个臭娘们 你们怕什么 给我上 砸了这家店 陈璇把李温拉了回来 说道 玩刀那是男人的事 你一个娘们掺和什么呀 让我来 陈璇 你干什么 快回来 秦淑仪脸色一变 这小犊子 逞什么能啊 秦淑仪这话音刚落 陈璇对准一个冲 进来的人一脚踢了出去 随后左右开弓 一个接一个的倒飞了出去 愣是没有一个人 跨进聚宝阁分店的门槛 见到这里 这么能打 看着分店外面 自己那群躺在地上哀嚎的手下 张经理脸色一变 小子 你好大的狗胆 竟敢动我们无视集团的人 小爷的狗胆一直很大 你能拿我如何 陈璇转过身来 他看着张经理说道 现在你的狗爪子 已经被小爷打趴下了 你不是要拆了这家店吗 现在 你动手试一试 小子 你有种 这件事情 我们无视集团 不会就这么算了 张经理不敢待下去 急忙跑了 一个人就干趴他七八个手下的猛人 可不是他这身子骨能承受的 见到张经理走了 秦淑仪松了口气 然后他一脸责备地看着陈璇说道 让你动手的 那就是一群亡命徒 万一不小心伤着了怎么办 呃 九十姐 我错了 感受到秦淑仪的关心 陈璇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从小到大 大师姐和二师姐 都是想招法的折 磨他 生怕他长命百岁一样 哪里会像秦淑仪这般关心他 秦淑仪叹了口气 说道 以后不许再做这种危险的事情了 知道吗 别呀 淑仪姐 这家伙这么能打 怎么能浪费了呢 李温满眼放光地盯着陈璇 仿佛是发现了某种宝贝一样 秦淑仪瞪了他一眼 然后对着周店长说道 老周 先暂时把这家店关了吧 等这件事情过去了再说 也只能如此了 周店长叹了一声 陈璇动手打了无视集团的人 接下来 他们必定会报复 只能先避一避了 对于秦淑仪的决定 陈璇没反对 反正他过两天 要去拜访吴家 到时候 顺便把这事情一起解决了 随后 陈璇跟随着秦淑仪 李温 离开宝来接分店 眼下已经五点多了 不知道是为了给刚才的事情压压惊 还是为了陈璇接风洗尘 秦淑仪带着陈璇和李温 来到了一家饭店 趁着秦淑仪去洗手间的工夫 坐在一旁的李温 忽然朝着陈璇凑了过来 正在摸索着肖雨晗 给他买的哪款高档手机的陈璇 感受到身边女人的香气 抬头看了他一眼 干啥 瞧着陈璇手上拿的新款手机 李温白了他一眼 说道 果然是一个爆发户 这可是最新款 要一万多块了 说着 他把陈璇的手机拿了过去 也不知道在上面做什么 那么 你懂不懂礼貌 那可是我的东西 陈璇有些郁闷 切 你以为我稀罕是不是 李温又把手机还给了陈璇 说道 我已经在上面存了我的电话了 以后我打电话过来 你必须得见 文言 陈璇纳闷道 你存我电话干嘛 当然 是为了方便找你呗 陈璇盯着他没说话 李温被他盯着 有些发慌 问道 小子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陈璇一本正经的说道 娘们 你对我有企图 第26章 萧宇涵来电 鬼才对你有企图了 自恋的家伙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个儿 李温的脸旁有些微红 不过对上陈璇那一本正经的目光 这女人急忙偏过头去 娘们 被我猜中了吧 陈璇咧嘴一笑 李温气得 真想给这自恋的家伙一巴掌 他就没见过 脸皮这么厚的人 你们在聊什么 秦淑仪回到了饭桌上 看着有些脸红的李温 他皱着眉头 看着陈璇问道 你欺负温呢 九十姐 我哪敢啊 陈璇耸了耸肩 李温眼珠子一转 说道 书一姐 这家伙刚才说 想去咱们公司上班 让你给他找份事做 不过咱们公司貌似都没有空缺了吧 好像就只有保安还差一个人 要不让他去试试 操 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陈璇正准备反对 只见秦淑仪点了点头 对着陈璇说道 你马上就进入大学了 先积累一下工作经验也行 反正以后 你也会接触聚宝阁的生意 不过一下就让你站得太高 只会让人说闲话 那就先从做保安开始吧 威尔 你明天给他办一下手续 说一件 包在我身上 李威尔一脸奸计得逞的看着陈璇 那模样仿佛是在说 小样 你还能逃出老娘的手掌心不成 陈璇郁闷了 这娘们不是什么好娘 看来她以后得离这女人远一点 保不准什么时候 又被她给算计了 晚饭结束 三人一起 回到别墅 给陈璇安排了房间后 秦淑仪和李温 就上楼去休息了 陈璇一个人坐在床上想着事情 再有十来天就开学了 在这之前 她不仅得把吴家的事情解决了 还要抽空去浴室市场看一看 能不能再找到那种翡翠 如果可以的话 她很想知道自己 是不是可以吸收翡翠里面存在的力量 唉 可惜小金库被九十姐给拿走了 陈璇有些郁闷 那可是她人生的第一桶金啊 随后 陈璇盘坐在床上继续修炼 那条金色神龙盘旋在其头顶 威严不可侵犯 当陈璇再次睁开眼睛时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六点了 陈璇去洗手间冲了个走 不过当她刚刚从洗手间走出来时 一声尖叫声响彻整个别墅 怎么了 秦淑仪急忙从楼上跑下来 然后她便是见到了 只穿着一条短裤 从卫生间走出来的陈璇 陈璇有些尴尬的 对着秦淑仪打招呼 九十姐 你们早啊 说完这家伙 一下溜进了自己的房间里面 她也没想到 秦淑仪和李温 两人居然会这么早起床 客厅里面 李温脸色通红 不过刚才陈璇那匀 称道堪称完美的身材比例 使得她的小心脏 都在扑通扑通地跳着 更重要的是 某些地方简直太具有视觉冲击了 而且 这家伙身上那条从胸膛罐 穿到后背的神龙纹身 逼真的有些吓人 秦淑仪的脸色也有些微红 原本她是准备和李温去晨跑的 没想到竟然会看到这一幕 不过想到自己 和这个冤家的宿命 她也就释然了 不过那小子的身材 还真是好得没法说 接近八点的时候 秦淑仪和李温 两人晨跑结束了 还顺便给陈璇带了早餐回来 吃过早餐后 三人一同前往聚宝阁 对于刚才的事情 三个人谁都没有提 来到公司后 秦淑仪直接前往自己的办公室 李温带着陈璇去办理了入职 不过不知道 是因为早上的事情还是什么 这女人没敢和陈璇待多久 陈璇的工作很简单 两个字 看门 而且还很轻松 两班制 十二点就可以下班了 不过对于这些陈璇压根就不在乎 经历了昨天分店的事情后 她也觉得自己 有必要和秦淑仪走得近一点 万一无家的人来找麻烦她 才能及时出手 换了一身保安符来到保安室 陈璇对着昨天那两个保安打招呼 闻言 两个保安嘴角抽搐 她娘的 没见过第一天来上班 就这么冲的 不过想到陈璇那边 太的身手和老板的关系后 两个保安很明智的选择 屈服在这家伙之下 就这样 陈璇开始了自己的上班生涯 不过这家伙来上班 完全就是一个大爷 啥事都不干 顶多也就是看一看路过保安室的美女 这时 就在陈璇趴在保安室门口 对着路过的美女吹口哨的时候 一辆跑车开了过来 柳如风眼神有些厌恶地看了眼陈璇 急迟而过 擦 这小棍棍傻眼神 看着柳如风远去的背影 陈璇有些不爽 这小棍棍黄鼠狼给击拜年 对自己的九师姐准没安好心 不过只有她在 这小棍棍就别想得逞 快到中午的时候 一通电话打到了陈璇的手机上 看到来电显示 陈璇嘴角一脸 接通说道 美女 这么快就想我了 少废话 晚上我有事情 你陪我出去一趟 电话那边 萧宇涵淡淡地说道 陈璇想了想 点头答应了下来 好 晚上你来接我 没多久 柳如风开着车再次出来了 路过保安室门口 她盯着陈璇冷漠道 小子 我不管你和书一是什么关系 你最好离她远一点 否则我不介意 让你从这世上彻底消失 威胁我 看着离去的柳如风 陈璇冷笑 在大师姐 二师姐十八年的压榨下 她都活了过来 还会怕这家伙的威胁吗 下班之后 陈璇没有去找秦淑仪和李温 她独自打车 再次来到了浴室市场 不过很可惜 陈璇把浴室市场里里歪歪 转了好几遍 也没有什么收获 看来有时间得换一个地方试试了 东陵市这么大 绝对不止一个浴室市场 陈璇没有气馁 下午的时候 李温给陈璇发来了信息 让陈璇自己去吃饭 她和秦淑仪会晚点回来 陈璇也没多想 反正她晚上也有事 下午五点 萧宇涵来了 开着一辆跑车的她 穿着高档的晚礼服 仿佛是要去参加什么聚会 见到萧宇涵这身打扮 陈璇的眼睛立即亮了起来 这女人绝对是和九师姐 不相上下的人间角色 第27章 竞标会 说实话 对于美女 陈璇已经见过不少了 大师姐林素一 二师姐赵 男初都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 九师姐秦淑仪同样如此 甚至连江无双 李温这两个女人 都只逊色她们一筹 不过在容貌上 能够跟着三位 师姐不相上下的女人 陈璇目前只见到 萧宇涵一个 萧宇涵下车 看着一身土里土气的陈璇 她戴眉一皱 然后说道 走吧 我们先去服装店 给你买身衣服 文言 陈璇摸了摸自己的鼻子说道 我说萧大美女 你不会是真想包 养我吧 我可先告诉你 我很贵的 萧宇涵白了这家伙一眼 你放心 我眼睛还没瞎 靠 陈璇对着她 竖起根终止 随后 萧宇涵带着陈璇 来到一家高级商场 走进了一家服务店 陈璇就如同一个跟班一样 跟在萧宇涵身后 她随意地 在周围的衣架子上扫了眼 当看到那些价格后 她差点吓了一跳 娘的 这么贵 难不成是黄金做的 陈璇心里暗自咋舌 这里面最便宜的 都要上万块 十几万 最贵的乃至上百万 原本她还在为自己 有了五百万 沾沾自喜 现在看来 她那点钱 也就够在这里买几件衣服 想到这里 陈璇顿时郁闷了 这时 萧宇涵已经挑了一套衣服 递给陈璇说道 去试试这套吧 陈璇偷偷瞄了眼价格 好家伙 五十万 这个 萧大美女 先说好 这钱可得你付 陈璇看着身边 这个小富婆 有些紧张地说道 萧宇涵懒得理这家伙 把卡递给一旁的服务员说道 等一下她穿这套合适的话 再来一套 再来一套 妈 那可是一百万 这娘们得多有钱 有这么败家的吗 陈璇都有些肉疼 不过这女人愿意付账她 当然不担心什么 正所谓 人靠衣装马靠安 当陈璇从十一间走出来时 别说周围的服务员差点看呆了 就连萧宇涵这个人间角色 都有了片刻间的恍惚 一身黑色西装的少年 站在灯光下 俊美的不像画 其身上的高贵中 又带着点皮皮的气质 简直是天下任何女人的客星 太帅了 周围的服务员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自恋那两个字 就差写在脸上了 靠 真不知道 往后哪个娘们能有此荣幸 把哥拿下 萧宇涵不知道陈璇的想法 走过去一脸浅笑 说道 还不错 走吧 接下来该干正事了 两人离开商场后 萧宇涵开着车 来到了一家高级酒店 刚刚来到这里 陈璇就看见了一辆辆豪车 几乎停满了整个停车场 一个个衣着光纤的精英人士 不断地朝着酒店里面走去 当然 这其中 自然免不了许许多多 让陈璇目不暇接的美女 不过这些女人 和陈璇身边的萧宇涵一比 简直就是地上的萤火虫 和天上的太阳 完全没有可比性 走吧 跟我进去 等下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要是搞砸了 说着 萧宇涵一脸威胁地看了这家伙一眼 得 这女人都发话了 陈璇自然不敢粗心大意 两人走进酒店后 很快便是来到了一个会场 此刻在这里 已经汇聚了东陵市 许许多多的名流精英 十分热闹 不过随着萧宇涵一出场 便是吸引来了会场不少人的目光 连着萧宇涵身边的陈璇 都被一些美貌少妇 大家闺秀给盯上了 好一对金童玉 女 他们是谁啊 那个少年我不知道 不过那个女子来历可不简单 是萧家的人 听说 最近才从国外回来 而且一回来 就坐上了萧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什么 萧家的女人 难怪如此优秀 不过能配上萧家女人的男人 那个少年 恐怕来历不简单吧 好帅啊 简直比电视上 那些明星好看多了 不行 等一下我一定要找她的联系方式 别花痴了 你没看见她身边的女人 有多出色吗 怎么是她 在会场的一个位置 一个女人的目光 这时落在了陈璇的身上 看着那个高贵中带着脾气 俊美的不像话的少年 女子的眼中 有着一抹很明显的妒忌 怨恨 甚至还有着一抹痴迷和后悔 姚姚 怎么了 高老爷子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当瞧见是陈璇时 她的老脸上 顺着两人的视线看过去 她的脸色顿时有些猙獰和扭曲 居然是这该死的家伙 今晚 这个竞标会她怎么来了 周健 怎么了 一个中年男子 这时来到了他们的身边 高老爷子有些不自然的笑道 周家主 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罢了 周健的父亲周国安 朝着陈璇的位置看来 说道 高老 难道此子就是上次在你寿宴上 出言不逊之人 周家主 或许你还不知道 费了吴家独苗 打伤小刀会 两百多人的罪魁祸首也是她 不过同时得罪吴家和小刀会 在这东陵市她的好日子 也快到头了 高老爷子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闻言 周国安淡淡地说道 此人倒是生了一副好皮囊 就是太过狂妄了 不过他和肖家的女人 又是什么关系 此时此刻 不仅是高瑶和周健等人 看见了陈璇 李温也看见她了 书一姐 我怎么感觉那家伙 有点像陈璇啊 李温看着陈璇的位置 有些狐疑 有些惊艳地问道 秦淑仪转身看过去 她身体一颤 不是像 本来就是那个家伙 她怎么来参加这个竞标会了 等等 她身边的女人是谁 吴双姐 那人好像是陈璇吧 在另一个角落里 韩冲此时也看见了陈璇 闻言 将吴双立即看了过去 瞧着边上的萧雨晗 她心头顿时有些不舒服 随着陈璇和萧雨晗进入会场 不少知道萧雨晗身份的人 都上前来打招呼 萧小姐你好 我是天鱼娱乐老板 以后希望萧小姐多多关照 萧小姐刚刚从国外回来 就能执掌萧氏集团 果真是筋骨不让虚美 不知道萧老爷子 竟然身体可好 对于这些人来打招呼 萧雨晗都礼貌地回应 萧小姐 不知道这位公子是 一个名流 看着陈璇有些疑惑 萧雨晗面不改色地说道 这位是我男朋友 叫陈璇 原来是陈公子 久仰大名 不知道陈公子是哪里人士 在哪高旧 陈璇正准备说 自己是太平村来的 在聚宝阁当保安 其料萧雨晗 直接把话接了过去 微笑道 我男朋友跟我一样 也是刚刚从国外进修回来 哼 原来是国外回来的高材生啊 失敬失敬 听见这话 陈璇自己的脸都红了 不过他现在只能配合着 萧雨晗演戏 不停地点头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刺耳的声音 在陈璇身后传来 哼 一个穷乡屁爷走出来的农民 也好意思 承认自己 是从国外进修回来的 真是好不要脸 第28章 争风吃醋 上 随着这声音响起来 此刻正围着萧雨晗和陈璇 不断套近乎的名流们纷纷一愣 然后他们全部都朝着 陈璇的身后看了过去 入目中 只见一个女子缓缓走来 在她的身边 还跟随着一个青年男子 咦 是高小姐和周公子 高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她和陈公子认识 陈璇和萧雨晗 两人也朝着高瑶和周健看过去 见到是他们 陈璇的脸上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一旁的萧雨晗戴眉微皱 高瑶和周健 他在天堂酒店已经见过了 知道他们和陈璇很不对付 高瑶看着陈璇冷笑道 这位陈公子 不知道我说的可对 明明就是从乡下出来的土包子 居然装从国外回来的高材生 像你这么不要脸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听见高瑶这话 在场的人纷纷面面相去 卧槽 像陈公子这么优秀的人 会是一个乡下土包子 不太像啊 确实不像 不过高小姐 应该不会无地放始吧 萧雨晗看着高瑶淡漠地说道 这位小姐 我男朋友的事情 应该还轮不到你来说三到四吧 莫非你是觉得我萧雨晗在骗人 我萧家人在胡说八道 文言 高瑶的脸色有些僵硬 和庞大的萧家相比 他高家可得罪不起 虽然在天堂酒店 他已经见过了萧雨晗 不过在这之前 他并不知道萧雨晗就是萧家人 萧小姐说笑了 我高家人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有得罪的地方 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高老爷子和周国安朝这边走了过来 见到在场的人有些不相信 周健一脸冷笑 他拍了拍手 把周围的所有人都吸引了过来 说道 诸位都来看看 一个乡下土包子 是如何摇身一变 成为国外回来的高材生的 见到把在场的人都吸引了过来 周健指着陈玄继续说道 此人几天前 刚刚从一个叫太平村的地方 来到东陵市 还妄想攀附高家 成为高家的女婿 被高家拒绝之后 居然又欺骗上了萧家小姐 还给自己按上了一个国外高材生的身份 这种人简直无耻至极 我建议 咱们东陵市 应该抵制这样的骗子 文言 在场的人都对着陈玄指指点点 不会吧 这家伙看起来人模狗样的 难道真的是从乡下来的土包子 不应该吧 这都是周家公子一面之词 见此 高老爷子开口说道 这件事情我能证明 死子确实去过我高家想偏婚 当时在我高家寿宴上 很多人都见到了 不错 确实有这么回事 没想到这家伙摇身一变 居然攀附上了萧家小姐 都差点让我没认出来 当初给高老爷子助寿的人 也把陈玄给认了出来 听见这些话 一些声音当即在会场响了起来 原来真有这事 我还以为这家伙 能跟在萧家小姐身边 应该有些来历 没想到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土边 娘的 幸好高家人把这家伙抱出来了 不然我还准备去巴结这家伙了 萧小姐 像这种骗子 你可不能被他给骗了 高摇一脸高傲 他看着陈玄说道 即便你穿上了名贵的西装 走进了高档的会场 但是也永远改变不了 你骨子里的卑贱 国外回来的高材生 哼 你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个身份吗 他配不配跟你有什么关系 萧宇涵淡漠地说道 我萧宇涵的男朋友 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周健急忙说道 萧小姐 此人就是一个骗子 我们现在把他抱出来 可是为了你好 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 见到这一幕 李温有些着急地说道 书一件 这是个什么情况 陈玄那家伙 怎么认识这些人 秦淑仪的眼中 闪过一抹冷意 不过就在他准备出面的时候 江无双和韩冲两人 已经一脸冷漠地走了过来 他是骗子 那你们又是什么 言而无信的小人吗 见到来人 周围的人心中一阵 是江家小姐 还有韩少爷在 他居然是江家的女人 秦淑仪戴眉皱了皱 在玉石市场的时候 他倒是见过陈玄和这两人在一起 不过那时候 他并不知道江无双是谁 那个小犊子 不是刚来东陵市吗 是怎么和这些人认识的 高尧和周健两人的脸色有些僵硬 高老爷子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 纷纷哑口无言 你们刚才不是挺能说吗 现在怎么变哑巴了 江无双一脸冷笑地 看着高尧和周健两人 这又是个什么情况 难道江家小姐和那个家伙认识 应该是的 不然以江小姐的身份 岂会站出来为他说话 周围的人有些吃惊 萧小姐认识也就罢了 江家小姐怎么也认识那个小子 难不成他真有什么来历 萧宇涵有些狐疑地 看了看身边十分平静的陈璇一眼 现在连他都有些怀疑 这家伙真的是一个穷小子吗 难道我们说错了吗 他本就是一个乡下土包子而已 就算换了一身装扮 也改变不了他这卑贱的身份 高尧脸色僵硬地说道 哼 卑贱 你高家好大的狗胆 难道你们不知道 他是我江家看上的女婿吗 江无双一旦激起千层浪 听见他这话 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包括萧宇涵 什么 这家伙竟然是江家的女婿 不会吧 他不是萧小姐的男朋友吗 怎么现在又成了江家女婿了 难道这家伙脚踏两只船 江家的女婿 书衣姐 这是真的吗 陈璇这家伙 什么时候成为江家女婿了 李温满脸震惊地说道 闻言 秦书衣微微皱了皱眉 他心中忽然没有来的 感觉到很不舒服 就仿佛什么珍贵的东西 被人抢走了一般 陈璇翻了翻白眼 江家女婿 他可还没答应江孝堂那老小子了 这位小姐 你应该搞错了吧 他现在可是我萧宇涵的男朋友 萧宇涵淡淡地开口说 只见他挽着陈璇的胳膊 平静地看着江无双 他之所以选择把陈璇 带到这大庭广众之下 让所有人知道 陈璇是他男朋友 自然有自己的目的 所以当然不能被人破坏了 见此 江无双心里同样很不舒服 他拉着陈璇的另一只手说道 萧家女人 我看应该是你搞错了吧 她就是我江家的女婿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人脸色极其精彩 高摇的内心 更是恨到了极点 他不要的垃圾而已 这两个女人 居然争着抢着药 不过这时 更加让人嫉妒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秦淑仪缓缓走来 他淡淡地看了陈璇一眼 然后说道 跟我走 回去再收拾 第29章 争风吃醋 下 卧槽 这是个什么情况 怎么连秦会长也认识他 回去再收拾 秦会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和这家伙 不会吧 一个萧家小姐 一个江家小姐 现在又加上了一个秦会长 这小子莫非是脚踏三只船 走了什么狗屎运 见到秦淑仪出面 所有人都嘴巴大张 仿佛可以吞下一个鸡蛋 秦淑仪话中的意思 更让他们浮想连篇 此时此刻 即便是萧宇涵和江无双 两人都愣住了 这位东陵市的第一美人 难道也和这家伙认识 而且还有什么关系不成 高摇愣了愣 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那可是东陵市第一美人 让他高摇都自叹不如的商界女强人 韩冲一脸佩服 这哥们牛逼啊 陈璇很郁闷 他也没想到 秦淑仪竟然也来了这里 不过就在他准备 跟着秦淑仪走的时候 江无双一把就拽住了他 对着秦淑仪冷笑道 你秦淑仪凭什么让他跟你走 莫非就凭你是东陵市第一美人吗 他现在可是我江家的女婿 江小姐这话有些过分了吧 他现在可是我萧宇涵的男朋友 萧宇涵紧接着说道 见到这一幕 在场的人嘴角抽搐 周见一脸羡慕极度狠 这个该死的土包子 到底走了什么狗屎约 不管是萧宇涵 还是秦淑仪 亦或是江无双 这三个女人 不论长相还是能力 可都是远超高瑶的存在 而现在这三个出色的女人 竟然全部为了一个土包子 争风吃醋 这他妈还有天理吗 高瑶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她的心头十分不舒服 很复杂 就仿佛原本该属于她的东西 被人抢走了一样 高老爷子也是脸色铁青 他高家不要的垃圾 难道真的有这么好 喂 我说你们这两个女人争什么争 李温很不满意地说道 你们说 这小子是你们的男人 我还说他 是我男人了 你们有什么证据 我 靠 众人集体狂晕 做男人做到这份上 他娘的 连老天爷都要嫉妒吧 你要证据 江无双抬着下巴 突然在陈玄的脸上亲了口 这就是证据 擦 这娘们占他便宜啊 陈玄正准备解释 他感觉腰上的肉一疼 是萧宇涵 这娘们掐他干啥 咱不就是配合他演场戏吗 你 李温的双眸都快喷出 火来 不过秦淑仪的脸色 依旧很平静 他看着江无双和萧宇涵说道 你们都说他是你们的男朋友 那么你们知道 我是他什么人吗 哼 莫非 还是他未婚妻不成 江无双冷哼一声 陈玄的脸黑了下来 完了 这下九师姐真该生气了 这娘们说话 能不能先过过脑子 我是他师姐 秦淑仪黑着脸说出这句话 然后转身离去 闻言 江无双差点被呛到 在场的人也是一脸吃惊 东霖是第一美人 竟然是这家伙的师姐 见到九师姐真生气了 陈玄气不打一出来 然后他冰冷地盯着高瑶和周健两人说道 你们两个这笔账先记着 总有一天 小爷会让你们全部还回来 说完他急忙跟上秦淑仪 见到这里 江无双和萧宇涵两人也跟了上去 不过 临走前江无双冷笑着扫了高瑶一眼 嘲讽说道 你们高家人的眼光太高 可惜 你们不要的东西 这世上有人争着抢着药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着吧 你们高家一定会后悔的 韩冲也扫了周健和高瑶两人一眼 他冷笑道 我韩冲的兄弟 也是你们这两个家伙 能随意见他的吗 周家 高家 这笔账 我韩冲也先记下了 周健和高瑶两人文言 他们两人的脸色 再次变得有些僵硬 韩绍和那个家伙 居然是兄弟 而且那个家伙 还背靠着秦会长 和江家 萧家有关 这下高家和周家 怕是有麻烦了 周围的人面面相去 然后他们急忙和周家 高家的人 拉开了一些距离 不管是江家还是萧家 那可不是寻常家族 能招惹得起的 即便是秦会长的身后 都站着柳卢峰 这位江东之地的风云人物 该死的 他怎么和这些人 全部都认识 周健的脸色十分难看 哼 既然已经成为了敌人 那就必须把这个敌人 彻底猜死 周国安说道 你们不是说 他会亲自去吴家拜访吗 算算时间还有一天 我倒要看看他 能不能撑过吴家 和小刀会这一关 周家主所言极是 高老爷子松了口气 既然一开始就已经做错了 他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必须把陈玄彻底猜死 周国安说道 这样吧 未免意外 我给特勤局打个电话 文言 周健 高瑶 高老爷子三人都笑了 九师姐 会场的一个角落 陈玄看着坐在那里 一言不发的情书仪 有些不知所措 哼 某些陈公子挺能耐的 刚来东陵市 就结识了这么多红颜知己 还来找我们干什么 李温有些冷嘲热讽的冷哼一声 这时 他看着秦淑仪 这位东陵市的第一美人 真的是那个家伙的师姐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他们 真要和那个家伙 有什么关系的话 这女人岂不是比他们 都老了一辈 见此 陈玄有些郁闷 这两个娘们跟过来干啥 这不是过来添乱吗 韩冲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 说道 哥们 奇人之福不好想 自求多福 喂 你们两个女人跟过来干什么 李温带着敌意的 看着江无双和萧宇涵两人 我江在的女婿在哪里 我当然就在哪里了 江无双当仁不让地说道 李温气急 秦淑仪打断他说道 温 别说了 随后 他又看着陈玄说道 坐下吧 回家再说 陈玄暂时松了口气 不过想到周健和高瑶两人 他心中已经忍不住 生出了一股杀意 看来对于他们 自己还是太仁慈了 哥们 你牛逼 胆名也交在我呗 韩冲看了周围 这一圈坐着的美女 凑过来对着陈玄说道 陈玄翻了翻白眼 交个毛啊 不过周围 这几个女人 大眼瞪小眼的模样 还是让陈玄有些担心 万一等下这群女人 打起来该咋办 角落里 江无双 萧宇涵 秦淑仪三人 都在各自地打量着对方 他们不得不承认 对方都是万里挑一的人间角色 而且还并非是花瓶 不过就在这气氛 有些微妙的时候 一个俊朗的青年 带着一个妖艳的女秘书 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说一 你怎么在这儿 竞标会没多久就要开始了 说完 他才刚刚坐下 就看到了对面的陈玄 这使得他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貌似记得没有邀请你吧 第三十章 这也太不中用了吧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陈玄有些不爽地看着柳如风 因为今晚这竞标 会是我柳家举办的 没有得到我柳家的邀请 你觉得自己 有资格坐在这里吗 柳如风淡漠地看着陈玄说道 文言 一旁的寒冲不乐意了 他掏了掏耳朵说道 我说柳如风 你他娘好歹也是江东之地的 风云人物之一 怎么这么小气 咋地 欺负我兄弟 没人撑腰是不是 这小子是你韩冲的兄弟 柳如风皱了皱眉 韩冲斜了他一眼 说道 那可不 你柳如风都没资格 做我韩冲的兄弟 可是他够资格 如果柳公子觉得 他还不够资格的话 那么再加上 他是我江家女婿的身份 不知道够资格了吗 江无双接着说道 虽然他不知道 陈玄和柳如风有什么矛盾 不过柳如风说话的口气 他很不喜欢 对了 如果柳公子 介意他出现的话 我萧家现在就带着他离开 今晚这个竞标 会不参加也罢 萧宇涵也开口了 语气不温不火 见到这三人 接连为陈玄开口 柳如风那俊朗的脸上 闪过一抹僵硬之色 这该死的土鳖 怎么会认识这些人 刚才他一直在会场的后台 处理一些事物 所以并没有看见江无双 和萧宇涵 为陈玄争争风吃醋那一幕 而且 今晚这个竞标 会他把秦淑仪邀请来 可是有特殊目的的 一旦让陈玄搅了局 那他所做的这一切 就白费功夫了 柳公子 不知道我现在有资格了吗 陈玄笑了 他很乐意看到柳如风 吃瘪的样子 文言 柳如风怒火中烧 如果不是考虑到场合不对 他现在就想立即杀了陈玄 以他的实力 如果要踩死陈玄 简直就犹如碾死一只蚂蚁一样 行了 你少说两句 没人把你当哑巴 秦淑仪瞪了陈玄一眼 对着柳如风道 柳公子 竞标会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们去宝阁有希望吗 书一 你放心 一切包在我身上 对了 关于合作事宜 我们两人单独去里面谈吧 柳如风站起来说道 秦淑仪点了点头 他看了陈玄一眼 对着李温说道 文 你在这里看着他 我去和柳公子谈点事情 陈玄立即站起来说道 九师姐 我跟你一起去吧 修武者的直觉 他感觉这柳如风 单独把秦淑仪叫过去 绝对没安好心 秦淑仪瞪了他一眼 说道 你别给我添乱了 好好在这里待着 威儿 看好他 说完 秦淑仪就和柳如风走了 陈玄皱了皱眉 立即准备跟上去 李温一把拉住他说道 小子 你想干嘛 莫非连你师姐的话都不听了 陈玄翻了翻白眼 说道 娘们 我去撒 尿 你要跟过去看看吗 文言 李温 江无双 萧宇涵三人的脸色 顿时红了红 韩冲站起来黑黑一笑 搂着陈玄的肩膀说道 哥们 我跟你一起去 说完 两人就溜了 陈玄 咋了 韩冲自然是不相信 陈玄真想去卫生间 我感觉柳如风那小棍棍 没安神要好心 走 跟上去 韩冲一想 也觉得有道理 没多久 两人就来到了一个小包厢外面 刚才跟在柳如风身边 那个妖艳的女秘书 正在包厢外面守着 仿佛生怕有人进去一样 包厢被一面屏风挡着 只能透过缝隙 看到里面的一些情况 不过这难不倒陈玄 两人就在包厢的不远处坐下 也不知道柳如风和秦淑仪 在里面聊些什么 透过屏风的缝隙 看去 只见柳如风拿出一瓶红酒 给两人各自倒上了一杯 见到这里 陈玄按道要糟 他来不及多想 直接朝着包厢冲了过去 韩冲也紧随其后 柳如风的女秘书 正准备把陈玄拦下 被韩冲一把就抱住了 陈玄冲进包厢 见到秦淑仪正准备喝酒 他大喊一声 酒师姐 别喝 随后起一个剑步 就夺下了秦淑仪手中的酒杯 然后当着柳如风和秦淑仪的面 直接把那杯酒给倒掉了 见到这里 柳如风冰冷的脸色有些吓人 充满着杀气 你他娘找死是吗 陈玄 你干什么 秦淑仪很生气 师姐 这酒有问题 陈玄也是脸色冰冷的看着柳如风 如果不是他察觉出异样 跟过来看看 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 秦淑仪是真生气了 够了 你还嫌今晚的事不够多吗 人家柳公子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跟他喝杯酒而已 能有什么问题 你能不能别胡闹了 这时 韩冲也走了进来 在他身后跟着那个妖艳的女秘书 总裁 对不起 我没有拦住他们 柳如风的脸色涨红 那宛如要杀人一样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陈玄 再有下次 我一定杀了你 说完 他就快步离开了包厢 仿佛有什么快憋不住了一样 妖艳秘书立即跟上 这下你满意了吧 秦书仪愤怒地瞪了陈玄一眼 转身离去 哥们 到底咋了 韩冲有些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陈玄没有去管秦书仪 对着韩冲眯着眼睛说道 走 咱们去看场好些 很快 陈玄和韩冲两人跟在柳如风后面 来到了卫生间 不过刚刚走到卫生间门口 他们便是听到了一句句咆哮声 从里面传来 该死混蛋 竟敢坏老子的好事 我一定要杀他 总裁 都怪我 趴下 拖了 柳如风的声音 不容置疑 陈玄和韩冲两人 透过门缝看进去 当即见到了一些手 不 疑的事情 韩冲这货 立马拿出手机拍摄了起来 该死的家伙 我一定要杀他 这次竞标会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拿下秦书仪那个贱女人 竟然被他给破坏了 话才说话 柳如风嘀吼一声 在卫生间结束了战斗 看到这里 韩冲和陈玄对视了一眼 靠 这也太不中用了吧 第31章 身败名裂 靠 没想到柳如风这货 竟然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人前文质彬彬 人目狗样的 没想到也太不中用了吧 前后加起来 还不到十秒钟这完事 我呸 钟看不中用的家伙 还不如劳子亲自上阵了 这小子确实挺不中用的 哪个娘们要是跟了他 绝对守一辈子活寡 陈玄和韩冲两人 一边欣赏着手机拍摄的画面 一边往回走 还不时地对着拍摄的视频指点着 不过想到刚才的事情 陈玄也是有些后怕 对于这柳如风 在心里已经对其宣判了死刑 陈玄 要不咱玩点刺 击的 韩冲提议道 怎么个刺 击法 陈玄有些不解 嘿嘿 你等着 说完韩冲就溜了 陈玄独自一人回到会场 萧宇涵 江无双 秦淑仪 李温四人都在 不过秦淑仪的脸色 依旧有些不好看 见到陈玄一人回来 江无双问道 韩冲了 他怎么没跟你在一起 陈玄耸了耸肩 看着还在生气的秦淑仪 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李温瞪着他说道 小子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你惹淑仪姐不高兴吗 擦 要不是我九师姐 就掉入狼窝了 温儿 别说了 竞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走吧 秦淑仪站起来走了 没有去和陈玄打招呼 看来 你这位美女师姐 是真生气了 你老实说 刚才你和韩冲干什么去了 江无双盯着陈玄问道 萧宇涵也扫了陈玄眼 说道 莫不是你刚才对自己这位美女师姐 做了什么人生共分的事情吗 闻言 陈玄差点没站稳 摔倒在地上 这娘们的想象力 也太丰富了吧 众人一起来到 来到竞标会场所坐下 这个时候 很多来参加竞标会的东陵市名流 也都纷纷入座 没多久 韩冲也回来了 他在陈玄的身边坐下 对着他 露出了一个奸计得逞的微笑 说道 搞定 陈玄 接下来 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陈玄有些纳闷道 你这家伙 刚才干了啥 韩冲神秘一笑 说道 等下竞标会开始你就知道了 保证是咱们东陵市年度最佳大片 什么最佳大片 一旁的江无双凑过来问道 无双姐 个人建议这竞标会 你还是别参加了 反正咱们来也只是凑凑数 因为等下可能会出现某些少 不 疑的画面 韩冲老实的说道 你小子老实告诉我 刚才你们去干嘛呢 江无双用怀疑的眼神 看着韩冲和陈玄 偏偏作为江东之地的风云人物之一 柳如风的知名度简直和明星一样 没有人不知道他 柳公子来了 竞标会开始了 众人的目光都看着讲台上的柳如风 柳公子好帅啊 不愧是咱们江东之地的风云人物之一 那可不 柳公子年纪轻轻 就已经开始执掌柳氏集团 身价上百亿 在咱们江东之地 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想嫁给他 柳公子太优秀了 不过很可惜 听说他喜欢秦淑仪 讲台上 只见柳如风对着台下的众人开口笑道 诸位 我们柳氏集团规划的项目 想必大家都很了解 从来不会令人失望 在这里 我就不废话了 接下来 我们柳氏集团将会展示一下 我们设计出来的三地图 大家请看大屏幕 所有人的目光 都盯着柳如风身后的大屏幕 随着屏幕亮起 一条让得在场所有人都哗然 精彩 震惊的视频播放出来了 啪响 该死的家伙 我一定要杀他 这次竞标会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给秦淑仪那个贱女人下药 竟然被他给破坏了 视频极其夸张 让得在场的所有人都大饱眼福 一道道哗然声 也是同时响起 所有人都站起来 不可思议地盯着大屏幕 讲台上的柳如风 感觉这声音有些耳熟 他转身一看 脸色立即大变 疯狂地嘶吼道 关了 快他妈丢关了 不过他这话才刚刚吼出来 这条视频已经播放完了 还不到十秒钟 天哪 刚才视频上的人是柳公子 这怎么可能 不会吧 竟然是柳公子 他在视频里面说什么 要给秦淑仪下药 娘的 这柳公子也太不中用了吧 我他妈都快五十岁了 还能坚持个几分钟 柳公子这是啥意思 自己亲自上阵做演员 还拿出来让咱们观看 就这几秒钟他好意思吗 天哪 柳公子也太不中用了吧 众多女同胞都红了脸 人群中 秦淑仪的脸色极其苍白 他从没有想过 柳如风竟然是这种人 嘴上说着喜欢自己 被地里却和自己的秘书混乱不堪 这样也就罢了 更令人气愤 后怕的是他刚才竟然想对自己下药 说一件 这柳如风太不是个东西了 太卑鄙 太无耻了 李温脸色飞红 不过他这是气的 原本他以为柳如风是一个好男人 而且暗地里还支持秦淑仪答应柳如风 幸好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靠 你小子牛逼 竟然做得这么绝 陈璇都满脸震惊地看着韩冲 但璇吉他咧嘴一笑 不过我喜欢 这事情是你们做的 江无双和萧宇涵红着脸 看向陈璇和韩冲两人 韩冲黑黑笑道 谁让柳如风这小子 敢打我兄弟师姐的主意了 不过把这家伙抱出来也好 今晚过后 只怕没有人不知道柳如风这家伙 是什么德行 即便不会让他倾家荡产 也能让他身败名裂了 咱这可是为了你们广大女同胞着想啊 弯 回去 秦淑仪一脸难看地站了起来 直接朝着会场外面走去 见此 陈璇立即跟上 韩冲 江无双 萧宇涵三人也没有留下来 不过此刻 已经从讲台上退下来的柳如风 都快气得发狂了 一旦这条视频传递出去 先不说会造成什么舆论影响 柳家的董事会 绝对不会让他有好果子吃 至于秦淑仪那里 就更加别想了 给我查 给我查出来是谁做的 我一定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第32章 赌石行 离开会场 陈璇和萧宇涵 江无双 韩冲三人分别 坐上了秦淑仪的车朝着别墅而去 车上三个人谁都没有说话 气氛显得有些沉闷 不过李温完全是一个藏不住事的人 正在开车的他愤怒地说道 书一姐 这柳如风简直太不是个东西了 表面上看着风度翩翩 没想到暗地里竟然是这种人 亏得我还觉得他好 这种人就活该身败名裂 别说了 秦淑仪深吸一口气 压下自己内心的愤怒 他很庆幸自己 这一年来没有答应柳如风 如果嫁给这种男人 那将会是他秦淑仪这辈子最大的不幸 刚才的事情是你们做的 他刚才真的给我下药了 秦淑仪看着副驾驶位置上的陈玄问道 陈玄老实地点了点头 见此 秦淑仪轻声说道 谢谢 九师姐 保护你是我的责任 更何况柳如风那三秒男那里 配得上九师姐 你的国色天香啊 能配得上九师姐 你的人 至少也得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嘛 陈玄小小地拍了个马屁 文言 秦淑仪扑吃一声笑了 不过随即他板着脸说道 别以为你帮了我 我就不会追究刚才的事情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怎么和江家女人 还有那个萧家女人认识的 还有高家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想着瞒我有些事情 我只要查一查就能知道 听见秦淑仪这话 陈玄只能老老实实地 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不过有关于得罪吴家 还有和小刀会的事情 陈玄隐瞒了下来 他主要是怕秦淑仪为此而担心 陈玄说完 李温儿立即就说道 小子 看在你刚才帮了淑仪姐的份上 这件事情我挺你 那高家 女人就是瞎了眼睛 虽然你小子有时候确实挺讨厌的 不过别说 这身皮还是挺耐看的 比电视上那些电影明星帅气多了 要是年轻几岁 老娘都会倒追你了 别 咱可没有嫩草吃老牛的想法 李温儿一怒 说道 臭小子 姐看得上 你那是你的福气 别不识抬卷 舒一姐 反正这小子 以后也会便宜其他女人 正所谓肥水不留外人田吗 不如便宜 我怎么样 我擦 这娘们是真想老牛吃嫩草啊 陈玄有些忧怨的看着秦淑仪 行了 你们俩人别闹了 秦淑仪对陈玄说道 高家那边不足为虑 不过那个周家在东陵市 倒是有些能耐 能不招惹他们 就别去招惹 还有你这次得罪了柳如风 以他的个性绝对会报复的 而且他 只要查一查就能知道 刚才的视频是你们做的 九世间你放心 我自己会小心的 这一夜 东陵市上层圈子 可谓是炸开了锅 厕所门事件 在整个东陵市上层圈子疯传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柳氏集团的股份 一夜之间蒸发了上议员 第二天一大早 柳氏集团各大股东 就召开了股东会议 即便柳如风 是柳家最优秀的继承人 也被暂时罢免了 柳氏集团总裁的身份 混蛋 该死混蛋 我一定要宰了他 在柳氏集团的办公室里面 柳如风正在疯狂的发 谢着 打杂着办公室里面的一切设施 来到公司后 所有人看他的眼神 差点让他疯掉 少爷 查到了 这时 一个男子走进混乱不堪的办公室 把平板电脑递给柳如风 柳如风急忙查看起上面的视频 在那上面 豁然是陈玄和韩冲两人 躲在厕所门口拍视频的画面 该死的砸碎 我要宰了你们 柳如风气的直接砸烂了手中的平板电脑 一脸猙獰的说道 张五 带上几个人 今天晚上 本少一定要好好地玩死他 让他彻底后悔 来到这个世上 还有秦淑仪那个贱女人 他已经让我失去了足够的耐心 今天晚上 我一定要他 成为我胯下的玩物 和秦淑仪 李温两人来到公司后 陈玄继续做起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坐在保安室里面 观看路过的美女 其他啥事也不干 不过就在陈玄有些无聊的时候 韩冲给陈玄打来了电话 昨天晚上分开时 他们两人互留了电话 连江无双也把陈玄的电话要了过去 韩大少 有啥事 陈玄问道 对于这个小胖子 陈玄还是挺重要的 行事作风很合他的胃口 韩冲在电话里说道 陈玄 你小子赌食不是挺有一手吗 今天有一家赌食行对外公寿 你小子有没有兴趣 一起去玩玩 陈玄眼睛一亮 说道 行啊 不过我现在没时间 再上班了 你中午过来接我吧 我再去保阁当保安 你小子在秦淑仪那里当保安 韩冲有些面面相去 你这家伙那便 太得伸手去当保安 是不是太屈才了 对啊 你中午过来接我吧 陈玄挂断了电话 中午的时候 韩冲开着一辆跑车 来到了聚宝格公司门口 这货一下车 就看见了 坐在保安室里面 朝着过往美女吹口哨的陈玄 瞧着那个穿着一身保安服的少年 韩冲的嘴角抽了抽 这货居然真的在当保安 见到韩冲来了 陈玄从保安室走出来 然后在身后两个保安震惊 崇拜 羡慕的目光下 坐上了韩冲那辆昂贵的跑车 你小子 真有些搞不懂你 以你那强悍的身手 在这里做个小保安 是不是太驱惨了 韩冲有些无语的 看着副驾驶上面的陈玄 陈玄朝他翻了翻白眼 你懂个毛 我那是叫保护师姐不受伤害 你小子对你师姐 不会是有啥想法吧 韩冲有些怀疑的看着他 陈玄憋得满脸通红 滚蛋 韩冲大笑两声 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 半个小时后 两人来到了一家赌食行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产房 虽然没有浴室市场那么大 不过规模同样不小 陈玄和韩冲来到这里的时候 整个赌食行 已经汇聚了很多人 韩冲对陈玄说道 陈玄 今天这家赌食行对外公寿 几乎吸引来了不少业内人士 等一下 你小子好好看看 没准又能剪个漏 第33章 赌约 陈玄和韩冲两人 走进赌食行 这里面热闹得宛如一个菜市场一般 起码有上百人 在这个赌食行里面 随处可见外形不规则的原石 有大有小 有的才篮球那么大 有的原石一人多高 标价各有不一 陈玄只是大致地扫了眼 顿时被这些原石的标价吓了一跳 好家伙 这里的原石最低都是百万起步的 有的原石标价甚至高达千万 一旦稍有差错 绝对会赔得血本无归 当然 若是赌中了 同样也会是一本万利 陈玄碰了碰韩冲说道 这里的原石也太贵了吧 他记得 玉石市场的原石都没有这么贵 韩冲说道 这批原石是刚刚从外地运过来的 有很大的机会 赌涨 所以标价自然会高一些 当然 这也得看运气和实力 陈玄 哥这次可就靠你了 你小子发财 也帮哥给一碗汤喝吧 陈玄摊了摊手 说道 可是我没钱啊 你小子不是有五百万吗 韩冲一愣 丢了 陈玄没敢说是秦淑仪 缴了他的小金库 不然韩冲绝对会笑话他 丢了 那可是五百万 你小子就这么丢了 韩冲有些无语 不过他也没在意 说道 这样吧 你小子负责看原石 我负责出钱 赚了咱哥俩对半分咋样 你就不怕亏本 韩冲满不在乎的说道 我相信你小子 更何况赌石这个行当 即便那些一流的行家 都会看走眼 亏了就亏了呗 玄机 两人在整个赌石行逛了起来 不停地观看着那些 已经标好了价格的原石 在这些原石上面 陈玄也感觉到了 和自己体内相同的力量 不过这些力量都太弱小了 有的原石里面 甚至只有那么一丝 微弱的力量 对于这些原石 陈玄自然是没什么兴趣 除非是原石里面 存在的力量足够强大 甚至更强大 那么陈玄才会下手 上次在玉石市场 陈玄正是感觉到了 那块原石里面 存在着浑厚的力量 所以才会成功 一路走去 很多人都对着 自己看中的原石下手 不过当把原石解开之后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血本无归 当然这其中也有人赌长的 不过这种人很少 咦 陈玄这时在一块原石前 停了下来 他感觉到 自己面前这块原石里面 也存在着 和自己体内相同的力量 很雄厚 而且更为精纯一些 怎么样 有发现吗 韩冲停下来问道 陈玄指着自己面前 这块原石说道 就他吧 韩冲的脸上有些肉疼 说道 这块原石标价三百万 你小子确定吗 要是没涨 哥可就白白丢了三百万 虽然他嘴上说着不在乎 但是那毕竟不是一笔小钱啊 这我可说不准 陈玄耸了耸肩 哼 两个门外汉 也想来赌石行碰运姐 你们有那个发财的命吗 一个青年这时路过陈玄 他们身边 不屑一笑 特别是看见 穿着一身保安服的陈玄 他眼中的不屑更浓 这种穷鬼 也敢踏进赌石行 即便拿出他的全部身价 只怕都买不起 这里的一块原石 文言 韩冲木偏头说道 哪个傻屌 在劳子身边叽叽歪歪的 找抽事吧 青年的眼中 闪过一道冷光 胖子 你说谁 谁在回话 劳子说的就是谁 韩冲一点都没怂 别说在东陵市 即便在整个东江之地 青年一代里面 也没有踏韩冲怕的人 你在找死 青年正准备对韩冲动手 一个老人忽然朝这边走了过来 在老人的身后 跟随着不少人 柯儿 怎么呢 老人神情巨傲 穿着淡红色的老旧糖装 留着山羊胡子 其单手父辈 犹如一个世外高人一般 不过其脸上的那一抹巨傲 令人有些反感 老师 青年对着老人行了一礼 说道 遇上两个不知死活的门外汉罢了 让老师见笑了 小子 你他娘说谁不知死活 有种再给我说一次 韩冲不乐意了 金个儿出门没看皇历 居然遇上了一个赶 和他韩冲对着干的主 年轻人 我劝你慎言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这位是王一山王大师 他可是咱们江东之地 赌世界的泰斗人物之一 站在他身边的是 王一山大师最得意的弟子 李克里公子 他们岂是你能得罪的 小子 别自悟 一旦得罪了王大师 你知道 那位穿着淡红色塘装的老人身后 不少人都一脸冷漠地 看着韩冲和陈玄两人 穿着淡红色塘装的老人 一脸优越 说道 罢了 两个无知小辈而已 克儿 以你的身份 岂能和这些粗鲁匹夫一般见识 李克恭敬说道 老师所言极是 文言 韩冲更不乐意了 擦 什么王一山李一山 很牛逼吗 爷压根就没听过 少在劳子面前 大葱插鼻子装大象 趁小爷没发火之前 赶紧滚 听见韩冲这话 在场的人皆是一怒 李克阴沉地说道 敢羞辱我老师 不管你是谁 本公子 今天都要你付出代价 王一山的老脸上 也是闪过一抹冷光 在这江东之地堵石界 竟然还有人不知道他王一山 小子 你们大胆 赶紧给王大师道歉 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赶得罪王大师 你们闯大祸了 韩冲一脸不屑 他掏了掏耳朵 对着陈玄说道 陈玄 这主人都还没说话 我怎么感觉有一群狗在乱叫 你听见了吗 陈玄心里一乐 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听见了 两个无知的小辈 今日我王一山 便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大师不可辱 王一山冷哼一声 一派高人风范地说道 别说我欺负你们 今日此地原石遍地 只要你们 能从其中任意 一块原石里面解除翡翠 就算本大师输了 反正 你们若没有成功 必须跪下来 给本大师道歉 以这两个不知死活的门外汉 想赢王大师 简直痴人说梦 他们输定了 王一山身后的人 一脸冷笑 韩冲翻了翻白眼 说道 老东西 那万一我们赢了呢 哼 你们要是赢了 本大师不仅既往不救 而且我这里还有一张 五百万的支票 你们大可拿去 文言 陈玄眼睛一亮 一把就握住了 王一山的手 成交 第34章 再赚一笔 见到陈玄就这么 轻易地答应了 韩冲有些急了 他急忙把陈玄 拉过来说道 我 靠 你小子 你小子咋这么轻易就答应了 这老家伙 其实还是有些实力的 万一咱们输了 难不成真给他跪下吗 对于王一山的名字 韩冲其实是听过的 也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在江东之地 赌世界地位颇高 和这种大师级人物定下赌约 而且还是在对方 引以为傲的领域 怎么看都是输 怕啥 不就是一个老头吗 陈玄没想那么多 输了就输了呗 大不了直接跑了 要干账也可以 陈玄可不怕 最主要是他看上了 那老头手里的五百万 这要是赢过来 小金库又有着落了 韩冲苦笑一声 你小子可别害我 你真有把握吗 哼 怎么 莫非你们是怕了吗 见到陈玄和韩冲 两人没动静 李克一脸嘲讽地说道 王一山一脸冷傲 说道 年轻人 如果你们不想赌也可以 不过你们 必须给老夫跪下道歉 不然别怪老夫 让你们走不出这赌实行 文言 韩冲火爆脾气上来了 靠 老家伙 赌就赌 你当小爷怕你是不是 听见韩冲这话 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 绝对会死得很难看 哼 既然你们想自取其辱 那本公子就成全你们 李克冷笑道 不过 既然是赌约 没有观众怎么行 你们去把消息散开 今天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 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是怎么被老师踩在脚下的 看到这里 韩冲心里有些发虚 怕韩大少一世英明 可别在这里给毁了 谁踩谁还不一定了 陈玄一脸自信 他对着王一山说道 老头 咱也别费心思到处去找了 就拿我身边这块原石做赌注如何 王一山看了看那块标价 三百万的原石 他冷笑道 你的意思是 这块原石能解除翡翠 陈玄淡淡道 如果你耳朵没聋的话 我确实就是这个意思 王一山一脸冰冷 他嘲讽说道 好 就拿这块原石做赌注 若你能解除翡翠来 本大师必定把五百万支票 双手奉上 一言为定 陈玄笑了 然后对韩冲说道 韩大少 副帐吧 韩冲有些肉疼 不过在这个结果眼上 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随即 韩冲就找来了赌注行的工作人员 买下了这块原石 而且还叫来了谢石师傅 当场解释 此刻此刻 王一山王大师 和两个年轻人 定下赌约的事情 已经在这个赌注行传开了 不少人都朝着这边围拢了过来 对于王一山的大名 在东江之地赌注界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果真是王大师 没想到他今天也来了赌注行 还有王大师的弟子李克里公子也在 咦 那两个年轻人是谁 难道就是 他们和王大师定下的赌约 王大师可是咱们东江之地赌石界的 泰斗人物之一 和他赌石 那不是寿星老上 吊贤病长了吗 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 这一下 他们是踢到铁板上了 在周围的议论声中 谢石师傅已经开动了机器 在周围众人的注视之下 开始谢石 随着第一刀缓缓切下去 原石的表面没有任何变化 见到这里 韩冲有些紧张了 现在对他而言 亏了本不要紧 这万一输了丢脸可就丢大了 这一刀已经切下了 整块原石的三分之一 注定没戏了 不可能出虑 赌石本就是这样 一刀穷一刀富 即便是像王大师 这样的大师级人物 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更何况是这两个毛头小子了 王大师一脸冷笑说道 年轻人 愿赌服输 现在你们 是不是该履行自己的承诺了 李克接着说道 赶紧给我老师跪下道歉 不然今天 你们别想走出这个赌石行 陈玄斜了他们一眼 说道 老家伙 脑门上着火咋地 急什么急啊 这不是还没解完吗 师父 继续解 哼 不见棺材不掉泪 也好 本大师今天就让你们彻底死心 王一山一脸笃定 凭他的经验 这块原石根本不可能解除翡翠来 催死挣扎而已 有用吗 李克冷笑了声 然后他对着周围的人说道 诸位帮忙做个证 等一下这块原石 若没有解除翡翠来 他们必须跪下来 给我老师道歉 哼 李公子请放心 我们一定作证 他们绝对跑不了 敢得罪王大师 这两小子 今天要是不跪下来道歉 别说王大师不会放过他 咱们这些人 都不可能轻饶了他们 听见这些话 韩冲的脸色越来越黑 不过就在韩冲有些淡 疼的时候 随着谢时师父的第二刀落下去 一寸寸绿光 当即从原石上 缓缓地显露了出来 正在议论的众人看到这里 当即惊呼了起来 赌涨了 出绿了 真的出绿了 而且还是帝王绿 涨了 大涨了 初步估计 这块帝王绿 起码价值五百万以上 五百万 若加以雕琢 一千万都有可能 这真的是大涨了 那两小子赚大了 原本胜券在握的王一山 听见这些话 他心里一惊 急忙朝着原石看了过去 旋即 他亮枪倒退了一步 差点摔倒在地上 帝王绿 而且还是拳头大小一块的帝王绿 这怎么可能 李克的脸色僵硬 三百万的原石里面 竟然解除了 价值近千万的帝王绿 那两个该死的家伙 运气这么好 长了长了 陈玄 真探娘的长了 韩冲兴奋的手舞足蹈 两位小兄弟 快别解了 这块原石 我愿意出价六百万 我出价七百万 我出八百万 我出一千万 见到这里 陈玄笑了 然后他朝着脸色僵硬的 王一山看过去 伸出手说道 老家伙 给钱 韩冲也兴奋的喊道 老家伙 快点给钱 你他娘还差我们五百万了 王一山脸色僵硬 不过在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 他堂堂王大师要是反悔了 只不定会被圈内人笑话成什么样子了 结果王一山递过来的五百万支票 陈玄脸上乐开了花 这一下 他的小金库又回来了 第35章 继续赌 我出价一千一百万 在王一山把五百万支票递给陈玄后 立即爆出了价格 他的脸色十分难看 面对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他不仅损失了五百万 还在自己引以为傲的领域输了 这要是传出去 他王一山还有什么脸面 在赌世界混下去 随着王一山爆出价格 周围正准备继续报价的人愣了愣 和王一山去争夺这块帝王绿 先不说他们在财力上 能不能胜过对方 一旦得罪了对方 往后在江东之地赌世界这个圈子 只怕就很难混下去了 嘿嘿 老家伙 想拿下这块帝王绿回回写事吧 韩冲咧嘴一笑 然后他和陈玄对视了一眼 两人同时说道 我们不卖 王一山一脸铁青 平白无故损失了五百万 他确实是想 拿下这块帝王绿把本赚回来 可是现在陈玄和韩冲两人 竟然不卖 小子 我劝你们两人 别不识抬卷 得罪我老师 你们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 李克一脸威胁地说道 咋店 老子不卖你 还有一件不成 威胁我 你算哪根从 韩冲一脸不屑 随后他指着刚才报价 一千万的男子说道 这老板 你刚才不是出价一千万吗 这块帝王绿归你了 文言 那人神情激动 急忙当场就和韩冲做了交易 周围的人面面相去 不过他们也知道 陈玄和韩冲 摆明了是故意和王一山过不去 哪怕损失一百万 也不愿意让王一山捡回损失 这两小子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竟然解除了一块帝王绿 不过他们如此 明目张胆地得罪王大师 以后 不想在江东之地 赌世界混下去了吧 周围的人羡慕 极度地看着陈玄和韩冲 交易完 韩冲对着王一山 挥了挥手里的支票 咧嘴笑道 还他娘的自称大师 没想到连咱们这两个门外汉都不如 不过咱可是穷人 这次算是劫富济贫了 王大师 以后还有这种好事 可千万别忘了我们哥俩 你放心 下次解除翡翠 我们一定卖给你 等一下 见到陈玄和韩冲要走 王一山阴沉着脸的开口 咋店 难道你这个老小子输不起 想反悔不成 韩冲和陈玄两人转过身来 王一山冷冷地注视着陈玄 道 小子 敢不敢与我再赌一场 还赌 看来王大师 是一定要在这两个家伙的身上 找回这个面子了 那是当然了 王大师可是咱们 江东之地赌石界的泰斗级人物 今天在这里赌石 输给了两个年轻人 这传出去 让王大师的面子往哪放啊 有道理 不过那两个小子 刚才就是瞎猫 碰到死耗子 白白捡了这么一个大便宜 继续和王大师赌下去 他们绝对没有这个胆量 不过听到王大师这话后 陈玄却是眼睛一亮 问道 给钱拨 文言 在场的人嘴角一抽 这小保安掉前眼里了吧 难道他还真想继续和王大师赌不成 哥们 你不会是真想继续和这老家伙赌下去吧 没必要吧 韩冲愣了愣 现在他们除去三百万的成本 加上王一山那五百万 总共赚了一千二百万 两人对半分也有六百万 继续赌下去 万一失败 那就亏大了 怎么 莫非你们不敢继续赌了吗 李克嘲讽笑道 王大师脸色僵硬 从嘴里蹦出一个字来 给 只要你们答应 愿意继续赌 给多少 陈玄继续问道 王一山深吸一口气说道 这样吧 我们规定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内 你我双方各自在这赌诗行里面寻找原石 不论数量 只限时间 一个小时后 咱们再来解识 到时候 谁解除的翡翠 卖出的价格最高 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当然 你们若是赢了 本大师解除的翡翠 全部归你们所有 如何 陈玄的眼睛再次大亮 他又一次握住了王一山的手 好 成交 靠 不会吧 这小保安真答应了 他以为自己的运气 还会像刚才那么好吗 一个人的运气再好 也不可能每次都中 更何况他面对的人 可是有着丰富经验的王大师 这小保安 完全是在自己找虐 这次他绝对输定了 不可能再翻盘 周围的人纷纷摇头 陈玄不见好就收 完全是在自掘坟墓 王一山冷笑了声 看了看表说道 现在刚好三 点 四点的时候 咱们依旧在这里解识 说完 王大师就带着李克等人走了 韩冲有些急了 说道 陈玄 你和这老小子叫神妖劲 万一等下输了 咱哥俩可就亏大了 他愿意给钱 我们怎么会亏了 陈玄脸上乐开了花 他搂着韩冲的肩膀说道 走 买石头去 咱今天非得让那个老家伙 吐血不可 吐血 你小子 别让我们出血割 就烧高香了 不过韩冲还是谨慎地问了问 陈玄 你小子难道真有把握 陈玄白眼一番 说道 不然 你觉得 刚才真是瞎猫碰见死耗子 韩冲一愣 眼前这个少年绝对不简单 不仅身手极其变 太 这赌石 也绝对是属于行家里手的存在 想着想着 韩冲立即兴奋了起来 跟在这个家伙的屁 骨后面 就算放个屁 他娘都是香喷喷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韩冲跟在陈玄的身后 把整个赌石行都逛遍了 凡是只要陈玄 看上的原石 韩冲二话没说 一个字 买 那模样 十足的爆发货 不过陈玄和王一山两人的赌注 已经越传越广 现在整个赌石行的人 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所有人的目光 都交汇在他们的身上 甚至有的人 已经设下了赌注 没有一个人认为 陈玄能够赢 全部都一面倒地 偏向了王一山 很快一个小时 已经快到了 陈玄一共看中了 三块原石 价值一千万 这样一番花费下来 陈玄和韩冲 刚才赚到的钱 就只剩下两百万了 这时 就在陈玄准备 往回走的时候 一块几乎有一人高的原石 映入了陈玄的眼帘 第36章 转翻了 哥们 你不会是想买它吧 见到陈玄 站在这块有一人高的 原石面前没动 韩冲这下可不答应了 说道 这块原石 就算我这个门外汉 都知道赌长的几率不高 虽然块头看着挺大 那里指不定是什么垃圾了 而且还标价三千万 这摆明了 就是坑那些小白的 你可千万不能下手 陈玄没有去理会韩冲 他的内心有些激动 因为在这块 足足有一人高的原石面前 他感受到了一股极其棚 派的力量在原石内部涌动着 这说明 这块原石里面 绝对有着一块很大的翡翠 至于是什么品种 暂时不得而知 不过 即便是最普通的玻璃种 那也绝对能卖出一个天价的 经过玉石市场和赌石行 这两次实验 陈玄对于这些原石 基本上已经摸透了 凡是原石 只要里面那股和他修炼 相同的力量越强大 翡翠也就越大 一旦原石里面的力量越精纯 这说明 里面存在的翡翠等级越高 而眼下这块一人高的原石里面 那股棚派的力量 超过了陈玄所见过的任何原石 如果他拿来修炼的话 或许就能冲破九转龙神宫第一转 想到这里 陈玄更加激动 他伸出手对韩冲说道 韩大哨 给钱 韩冲憋得脸色通红 苦笑道 给个毛啊 咱现在就只剩下两百万 即便加上我自己的小金库 也就一千多万 这破石头标价三千万 咱哪有钱买它啊 陈玄沉默了下来 见此 韩冲继续说道 陈玄 你不会真看中这块石头了吧 不是我打击你 这要是投进去没冒个泡 那可就亏大了 当然 你要是真想要的话 我找无双姐借点 她是真没钱 如果开口找家里要的话 老头子绝对会打断她的狗腿 算了 想搁这把 等下再说 走吧 咱们该去会会那个王大师了 随后两人一起 来到了刚才解释的地方 在他们的身后工作人员 还推着三块原石跟着 王一山仕途两人 已经在这里等着陈玄他们了 周围 越来越多的人 把这里给围了起来 纷纷想看一看 王一山买下的原石 究竟会解除什么等级的翡翠 至于陈玄那边 没有人对他们抱有希望 那两个家伙来了 咦 他们居然只选了三块原石 王大师可足足选了五块 难道就是这两个家伙 刚才侥幸胜了王大师 确切地说 是那个小保安 不过他刚才只是狗屎运好罢了 现在货真价实地干 他哪里能胜过王大师 王一山一脸冷笑地看着陈玄 说道 小子 只选了三块原石 看来你对自己很自信 老家伙 你选了五块原石 莫非是对自己没信心不成 陈玄反问道 王一山冷哼一声说道 废话少说 现在开始解石吧 你先来 还是我先来 陈玄笑道 看在你刚才给我贡献了五百万的份上 我让你先来 王一山没有再和陈玄继续浪费口舌 直接让谢石师傅开始解石 周围的众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 随着第一块原石缓缓解开 只解了一刀 切开面就已经露出了绿色的翡翠 出绿了 王大师这块原石出绿了 虽然只是玻璃种 不过看着势头 起码有拳头大 初步估计两百万以上 不愧是王大师 一出手就赌账了 最后 王一山这第一块原石 被人以四百万的价格买走了 王一山一脸冷笑地看着陈玄 对着谢石师傅说道 第二块 继续捡 第二块 同样没有出现意外 也出绿了 而且还是兵种翡翠 最终的成交价六百万 见到王一山 接连两块原石都赌账了 周围的人更加兴奋 小子 现在你们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大师了吧 李克一脸嘲讽地看着陈玄和韩冲两人 操 不就是两块破翡翠吗 韩冲有些不限 不过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随着王一山第三块原石和第四块原石 都解除了翡翠 韩冲有些不淡定了 王一山这四块原石解出来的翡翠 一共买了一千五百万 一旦他们买下的三块原石 没有卖出这个价格的话 那就输定了 王大师五块原石 已经解除了四块 而且这四块原石都解除了翡翠 不知道这最后一块会不会赌涨 周围的人睁大了眼睛 盯着最后一块原石 不过很可惜 王一山最后这块原石 没有解除翡翠 让得众人都有些遗憾 五块原石 四块原石解除翡翠 这种几率简直大的惊人 不愧是王大师 太厉害了 是啊 王大师不愧是咱们江东之地 赌世界的泰斗级人物 接下来那个保安小子输定了 王一山朝着陈玄看了过来 冷笑道 小子 现在到你了 开始解识吧 众人也都盯着陈玄 只见陈玄对着解识师傅点了点头 对方开始解识 陈玄 有把握吗 那老小子四块原石都赌涨了 韩冲有些紧张地问道 看下去不就知道了 陈玄一脸轻松笑道 哼 笑 等一下本公子 一定让你们笑不出来 立刻阴沉地盯着陈玄 咦 有虑 这时 一皱 旋即他惊呼道 又是帝王绿 这怎么可能 天呐 帝王绿又出现帝王绿了 而且 这块帝王绿 比刚才那块色泽更加鲜艳 个头更大 初步估计一千万以上 靠 难道这个小保安 又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的 这怎么可能 兄弟 不要继续解了 你这块帝王绿 我出价一千三百万 一千三百万算个毛啊 我出价一千五百万 我出价一千七百万 听着周围传来的声音 韩冲已经看呆了 旋即只见他 抱着陈玄猛地亲了一口 陈玄 不 陈哥 我他娘爱死你了 又是帝王绿 哈哈哈哈 这一下 那老小子输定了 滚犊子 陈玄一脸恶寒 急忙擦了擦自己的脸 不过看着目瞪口袋的王一山 他直接走过去 拿走了对方手上的支票 挥了挥咧嘴笑道 王大师 多谢了 第37章 九师姐被绑架了 看着陈玄从自己的手中 拿走那一千五百万的支票 王一山的脸都绿了 很难看 很难看 不过刚才可是他自己亲口说的 一旦陈玄他们解出来的翡翠 卖出的价格超过他的话 那么他买来的原石解出来的翡翠 就全部送给陈玄他们 这下 王一山不仅是亏大了 而且是亏吐血了 要知道 王一山这五块原石 一共花了一千二百万 再加上他刚才输给陈玄的五百万 一共消失了一千七百万 而且还为陈玄他们赚了一千五百万 这种损失 可是达到了三千多万 即便他王一山再有钱这种损失 也难以接受 千万 最终被一个富商 以两千三百万的价格敲定了下来 两千三百万的帝王率 这在咱们江东之地 赌石界 只怕很难见到吧 那个小宝安 难道真的只是靠运气得到的 一块原石解出来的翡翠价格 就远超王大师 四块原石解出来的翡翠价格 这太逆天了 这小宝安到底是什么人 哎 这下王大师又输了 不管那个小宝安是靠运气 还是靠实力 他接连两次都赢了王大师 这要是传出去 整个江东之地 赌石界都会轰动的 是啊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宝安 连赢了王大师两次 这对赌石界而言 可是爆炸性新闻啊 周围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 看着陈玄 王一山和李克两人 此刻可谓是废都气炸了 今天他们不仅损失了一大笔钱财 更重要的是 丢脸丢大了 往后他王大师的招牌 只怕在江东之地 赌石界都不灵了 小哥 还要继续解吗 谢石师傅看着陈玄颤 抖得问道 他解释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神奇的人 接连两次解除帝王绿 闻言 此刻已经乐开了花的陈玄 大手一挥说道 解 继续解 把另外两块原石都解了 他很想看看 接下来那两块原石 能解除什么翡翠 谢石师傅继续解释 接下来的第二块 同样毒涨了 而且还是一块冰种翡翠 又出绿了 而且还是一块冰种 这也是运解 靠 接连两次解除帝王绿 现在又解除了一块冰种 这他娘的 要是运气我宁愿相信 这世上有鬼 这小宝安 绝对是一个 深藏不露的赌石高手 绝对不是靠运气那么简单 应该是这样的 不然又岂能 连赢王大师两次 这才是真正的高人 王一山脸上的肌肉跳动 他内心此刻 同样是相当震惊 这个少年 到底是何许人也 靠 陈玄 你小子太让人意外了 我决定了 以后就跟你混了 韩冲兴奋的难以自控 今天这赌石行没有白来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最后 他起码都能赚两千多万 陈玄也是有些感叹 在这大城市 赚钱太轻松 太没有挑战性了 听见他这话 众人集体狂晕 最终 这块冰种翡翠 被人以六百万的价格拿走了 最后一块原石 众人的目光紧紧地盯在上面 前面两块原石 一个解除了帝王绿 一个解除了冰种 这最后一块原石 又会解除什么翡翠 很快 随后谢氏师傅切开原石 让人惊艳的绿光再次出现了 不过这一次是一块玻璃种翡翠 最终售价五百万 至此 陈玄的三块原石都解完了 每一块原石都赌账了 整个赌食行热议的声音 如同一个热闹的菜市场一般 各种各样的惊叹声 此起彼伏 陈玄和韩冲两人 看着手上的几张支票 笑得嘴都快歪了 王一山见到这里 他冷哼一声拂袖离去 李克阴沉地扫尸了 陈玄和韩冲一眼 也跟着王一山走了 不过可以看出 对于陈玄和韩冲 这师徒两人 已经是彻底恨上了 操 转翻了 陈玄 不 陈哥 你小子真是我的福星啊 韩冲一个劲的 轻着手上的支票 虽然他并不是一个缺钱的主 不过一次性赚这么多他 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行了 叫我玄子吧 要不是你小子把我叫来 我也不可能赚这么多钱 陈玄很高兴 他在想赚了这么多钱 是不是把大师姐和二师姐 也接到城里来住 反正 他现在不差钱 买个大别墅 都绰绰有余 不过 玄疾陈玄就否定了 因为他还惦记着 那块标价三千万的原石 随后两人开始分赃 两千三百万的帝王绿 再加上从王一山手里 赚来的一千五百万 以及后面两块翡翠 加起来一千一百万 再加上一开始剩下的两百万 一共是五千一百万 平均分下来 两人各赚两千五百多万 随后 陈玄带着韩冲 再次来到那块标价 三千万的原石前方 见到这里 韩冲说道 玄子 你小子不会是来真的吧 这可是三千万 莫非这块原石也能长 陈玄想了想说道 这块原石我不准备买 韩冲一愣 不过他也没多问 拿出一张五百万的支票 递给陈玄 说道 成 往后不管你小子做什么 我韩冲绝对支持 你手上就只有两千五百万 再加上这五百万够 把这块原石买下来了 陈玄也没有和这货矫情 直接付了三千万 让人把这块原石 运往秦书仪的别墅 他准备用这块原石来修炼 看看能不能冲破九转龙神宫第一转 不过这三千万一出手 陈玄瞬间又成了一个穷人 两人离开赌食行 韩冲原本准备带着陈玄去喝酒庆祝的 不过陈玄拒绝了 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试一试那块原石的功效 把陈玄送到秦书仪别墅后 韩冲就离开了 随着那块原石运来 陈玄直接在房间里面修炼了起来 一股股力量 以陈玄为中心席卷开来 那条金色神龙悬浮在其头顶 或许是感觉到了原石里面那股力量波动 那条金色神龙仿佛活了过来一般 只见其张口一吸 原石里面的力量 顿时源源不断地进入金色神龙的身体中 转化之后 再次进入陈玄的身体 这股力量 果真和我修炼的力量一模一样 陈玄大喜 努力地运转着九转龙神宫的修炼路线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陈玄再次睁开眼睛 他有些郁闷地自言自语 靠 压缩他体内的力量 使得他体内的力量变得更加精纯 更加强大 可是当陈玄想要去冲破 进入九转龙神宫第一转的阻碍时 犹如石沉大海一般 不过 虽然没有冲破第一转 陈玄也得出了一个结论 原石里面存在的力量 确实可以供他修炼 难道这九转龙神宫 是伪劣产品不成 这家伙一脸苦恼 不过想不通他也不想了 打开手机一看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而且在他手机上 还有一条未读短信 陈玄打开之后 他的脸色立即就阴沉了下来 因为这上面 是一张情书仪被绑着的照片 上面还附带着一个地址 第三十八张 你想怎么死 九师姐被绑架了 陈玄的脑海中 闪过这个念头 他那阴沉的眼神里面 有着无比凛冽的杀意 在绽放出来 随即他拨通了韩冲的电话 胖子 跟我去个地方 我师姐被人绑架了 电话那边正准备快活一下的 韩大少 吓了一大跳 二话没说 是哪个王八蛋干的 竟敢动情书衣 不清楚 去这个地址 陈玄的脸色 阴沉得有些吓人 活了十八年 他这是第一次 有了杀人的欲 忘 如果九师姐出了事情 不管对方是谁 他都要让其付出 最惨痛的代价 不过来到东陵市后 他的敌人就那么几个 高家和周家 应该不可能 剩下的 就只有吴家 小刀慧 还有柳如风了 而且 明天就是 他去拜访吴家的日子 想到这里 陈玄催促道 胖子 开快点 韩冲已经把油门踩到底了 如同一道离弦的剑 在马路上急驰而过 与此同时 在一栋私人别墅里面 柳如风一脸悠闲地 坐在一张椅子上 品尝着红酒 在他的对面 正是被人绑着的 秦淑仪和李温两人 柳如风 你快把我们放开 你疯了 李温的脸色难看至极 他不敢相信 一直在他们面前 文质彬彬的柳如风 竟然会绑架他们 彻底撕掉 那层伪装的人皮 秦淑仪没有说话 其那冷漠的眼神中 完全是一片冰冷之色 哼 我疯了 柳如风冷笑道 秦淑仪 会有今日 全都是你自作自受 在我面前装清高 等一下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当 凤 柳如风 你敢 李温翘脸大便 死命地挣扎着 哼 我不敢 在这江东之地 还没有我柳如风 不敢做的事情 柳如风阴冷一笑 说道 不过你们放心 在那个该死的小子 没有到来之前 我柳如风不会动你们 因为我要当着那个杂 肿的面 亲自把你们俩的弄上 床 让他好好欣赏 欣赏自己的师姐 是如何在我柳如风的身 下 成 欢的 哈哈 柳如风猙獰的大笑着 想到陈玄和韩冲 把自己的视频放出来 让所有人欣赏 他眼中的怨毒 宛如要将所有的理智 都全部吞噬了一样 对于陈玄 他已经恨到了骨子里 我呸 就你这个三秒男 也好意思说出这种话 柳如风 你快放了我们 文言 柳如风宛如被人戳中了死穴一样 人 竟敢嘲笑我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等一下我会把你赏赐给本公子手底下那群人 让你好好感受一下 被人轮的滋味 不仅如此 本公子还会把这个过程拍下来 让整个江东之地的人都看到你这个贱 人是何等的风 扫 张武 这个贱女人赏赐给你们了 听见这话 一旁的男子眼中闪过一抹灼 热的光芒盯着李温 说道 多谢少爷 柳如风一脸病态地说道 记得给他吃点药 本公子要他好好试 放一次 看着从门外走进来的几个大汉 李温已经吓得花容失色 够了 秦淑仪冷冷地注视着柳如风说道 你想要的人是我 把温放了 这件事情和他无关 淑仪姐 李温的双眸中已经有泪水弥漫 柳如风冷笑道 秦淑仪 你觉得自己现在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吗 这一年来 本公子真心待你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不识抬举 还有那个该死的杂 种 今晚你们所有人都得付出代价 张武 把这个女人带下去 好好享用 听见这话 老娘这辈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看着张武朝自己走来 李温心里都快绝望了 柳如风 你敢 你不能对温这样 秦淑仪一脸惊慌 哈哈 秦淑仪 现在你知道后悔了吧 不过你放心 很快就轮到你了 本公子今晚一定要把你变成一个任人百步的女奴 柳如风疯狂地大笑着 不过就在张武刚刚解开李温的绳子 准备带走她的时候 两道人影忽然从别墅外面倒飞了进来 直接把一张茶桌给砸碎了 见到这里的柳如风心头一惊 紧接着 她便是看到陈璇和韩冲两人走了进来 见到这两人来了 柳如风那病态的脸上 有着一抹猙獰的笑意浮现 接下来 她一定要狠狠地揉 另这两个该死的家伙 秦淑仪和李温两人 也见到了陈璇和韩冲 靠 柳如风 竟然是你小子 敢动我兄弟的师姐 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吧 韩冲手握着一根棒球棍 看到秦淑仪暂时没事 陈璇松了口气 不过其眼神 看向柳如风时 一抹冰冷的杀意 已经绽放了出来 陈璇 快救我呀 快打死这些混蛋 李温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陈璇的出现 让他看到了巨大的希望 哼 来得好 张五 给我废了他们 别打死了 本公子还要让他们亲自欣赏一场活春 功了 等这事儿完了 本公子要亲自弄死他 柳如风宛如掌控全局的主导者一样 丝毫不担心陈璇他们逃走 随着柳如风一声令下 张五等人从腰间摸出来一把军刀 同时朝着陈璇和韩冲扑了过来 这些人都是经过格斗训练的好手 一个打几个都不是问题 陈璇小心 秦淑仪翘撬脸大便 面对这些手持兵器的凶徒 如果陈璇出了事情 他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韩冲正准备出手之际 陈璇已经把他手中的棒球棍抢了过去 犹如有了生命一样 在他手中灵活挥动 面对张五这群人 他们又岂会是陈璇的对手 还不到几秒钟 全部都被陈璇打断了手脚 躺在地上哀嚎 见到这一幕 稳操胜券的柳如风心头一惊 这该死的杂碎竟然还是一个高手 陈璇干得漂亮 李温神色大喜 秦淑仪也松了口气 靠 柳如风 这种货色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给我兄弟练手的资格都没有 现在这事儿你想怎么摆平 陈璇也看向柳如风 动物事件 你想怎么死 第39章 孙无极 陈璇一脸杀意地走向柳如风 他可以允许这天下任何人对自己下手 但绝对不允许有人来伤害他的尸体 谁做了 就得承受他陈璇的怒火 柳如风一脸病态之色 只见他缓缓站起身来看着陈璇说道 看来是我看走眼了 没想到你这个杂碎竟然还是一个高手 不过在我这里 你顶多算的垃圾 已经好久都没亲自动手了 今晚本公子就拿你练手 接下来 我会把你全身的骨头打断 柳如风宁笑着扭了扭脖子 只见他犹如一个绅士一般 脱下西装外套 取下手腕上的铭表 煞时间 一股强大的气场 当即从柳如风的身上迸发出来 这是属于舞者的气息 这柳如风同样也是一个舞者 而且还是一个练破镜巅峰的舞者 这一点 陈璇其实在第一次见到柳如风的时候就知道了 所以他并不意外 已经被寒冲解开绳子的情书一见词 他翘脸一变 说道 陈璇 快走 你打不过他的 他曾经亲眼见到过柳如风出手 一拳足可以打弯一块钢铁 玄子 你小心点 这柳如风也是一个高手 对于柳如风 韩冲也很了解 在江东之地青年一代里面 这家伙虽然不是最能打的 不过和普通人比起来 那就是高手中的高手 不过就在这时 柳如风已经动了 他犹如一股狂风一般横扫向陈璇 一拳打出 空气都传来了噼啪的响声 撒碎 给本少爷去死 柳如风身上的气势凌人 一拳之下重达千军 凌冽的拳风扑面而来 让得韩冲 秦淑 李温三人都倒退了好几步 一脸骇然地看着强大的柳如风 不过 面对柳如风这看似极其可怕的一拳 陈璇的身体都没动一下 就当那一拳即将落在他的身体上 让韩冲 秦淑 李温三人心惊的时候 只见陈璇出手了 他话拳为掌 大手张开 轻而易举地 就握住了柳如风暴击过来的拳头 柳如风这一拳 连撼动陈璇的资格都没有 见到这里 柳如风神色大害 怎么可能 他可是练破镜巅峰的舞者 呵呵 就你这点实力 也敢自称高手 陈璇有些不屑 在柳如风心惊之际 他直接一脚踢在了对方的胸膛之上 砰的一声 柳如风应声 道飞出去 口吐鲜血 不过陈璇可没有打算 就这样放过柳如风 他一脸伶俐说道 动我师姐 今晚小爷就送你归西 话音刚落 陈璇暴冲而去 惊人的杀意 朝着柳如风笼罩下来 让得已经身受重伤的柳如风 当即吓得打了个尿颤 然而 就当陈璇准备一拳解决柳如风之际 一道狂风自屋外席卷而来 直逼陈璇的后背 感觉到这里 陈璇立即转身 一拳迎上了背后杀来之人 砰 空气乍响 陈璇的身体倒退了两步 而那偷袭陈璇的人 却倒退了数步 他心头骇然 来不及多想 一个闪身抓起柳如风 就逃出了别墅 璇子 寒冲急忙走了过来 快让我看看 有没有伤长 秦淑仪一脸担忧的 在陈璇上下摸了摸 九十姐 我没事 陈璇摇了摇头 寒冲怒道 靠 刚才那是什么人 我连他的模样都没看清楚 还让他把柳如风 这个王八蛋给带走了 不过你小子的确不是盖的 一招就把柳如风 那小子给干趴下了 牛逼 寒冲没有看清楚 不过陈璇却看清楚了 那是一个老人 一个实力很强大的老人 即便是修炼了 九转龙神功的陈璇 都被对方逼退了两步 这也是陈璇来到大都市后 遇上的第二个 还算称的上市高手的舞者 第一个自然是古孝堂 随后四人一同离开 把陈璇 秦淑仪 李温三人送回家后寒冲 就回去了 别墅里面 秦淑仪到现在 都还有些心有余悸 不过李温 已经恢复了大大咧咧的样子 陈璇 你小子刚才出现得太及时了 你知道吗 你要是再晚来一步 老娘这守了二十多年的阵点 就要便宜那几个王八蛋了 陈璇有些不相信的看着他 真守了二十多年 没被猪拱过 文言 一旁的秦淑仪 扑哧一声就笑了 李温怒道 怎么 你这小犊子还不相信 要不要自己亲自来试试 呃 这个 还是算了 陈璇打了退堂鼓 大师姐可是告诫过他 没有进入第一转之前 是不能破身的 不然必将暴体而亡 虽然陈璇很想试试 不过和自己的小命比起来 他还是选择了后者 行了 你们两个就别斗嘴了 秦淑仪打断他们说道 经过这次的事情 我们和柳如风 已经彻底撕破脸皮了 虽然他目前被罢免了 柳氏集团总裁的身份 不过以他的能耐 想对付我们并不难 而且 这次的事情 只会让他更加记恨我们 所以我们接下来一定要小心 李温赞同地点了点头说道 淑仪姐说的没错 这柳如风 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伪君子 这种人一旦撕开了伪装 绝对是牙子必报的货色 陈璇的眼中 闪过一道冷光 说道 九世姐你放心 我以后天天跟着你们 那个三秒男若再敢乱来 我绝对会让他付出代价 秦淑仪摇了摇头 对陈璇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 这些年老大和老二都教了你什么 不过很多事情 可不是靠拳头就能解决的 而且柳家在江东之地根深蒂固 一旦我们真动了柳如风 那才是麻烦的开始 总之 我们最近都小心一点 维尔 你通知一下公司高层 我现在要进行视频会议 想到这次的事情 秦淑仪还是有些后怕 如果他今晚真落入了柳如风的手中 那么 他的人生 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 毕竟 他这一生的命运 在十几年前 就已经被人安排好了 这中间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特别是 他的身体 孙先生 我儿怎么样了 柳家庄园里面 柳家家主柳成龙 看着从房间里面走出来的老人 陈生问道 闻言 老人们 哼一声 他刚才和陈璇对碰了一招 差点伤及脏腹 幸好我出现得及时 放心吧 只是断了几根骨头 死不了 孙无极接着说道 不过 你柳家这次 怕是惹上了一个厉害人物了 柳成龙心头一震 问道 难不成比孙先生 你更加厉害 他可是知道 眼前这老人有多厉害的 当初一人一见 差点横扫了整个江州 他柳家也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才把他招揽过来的 孙无极冷笑了声 说道 谁强谁弱 还得真正地打一场才能知晓 不过你们柳家已经得罪了此人 我建议 最好别让他有站起来的机会 柳成龙眼中闪过一抹毒辣的光芒 说道 孙先生请放心 对于敌人 我柳家可从来不会心慈手软 第四十章 拜访吴家 上 秦淑仪到底是一个商界女强人 虽然今晚发生的事情 让她有些后怕 不过其很快就从这件事情中走了出来 雷厉风行地和聚宝阁高层 举行了视频会议 当场决定切断和柳氏集团的任何合作 秦淑仪很清楚 继续和柳氏集团合作下去 只会让聚宝阁越陷越深 而且 所以 在这件事情上 必须快刀斩乱麻 提前断绝了和柳氏集团的合作 唯有如此 柳氏集团才无法牵制聚宝阁未来的发展 一通视频会议结束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舒一姐 终于忙完了 累死我了 李温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将那有着完美曲 现得好身材 展现得淋漓尽致 秦淑仪一脸冷静地说道 在这件事情上 咱们的动作必须要快 绝对不能被柳氏集团给牵制了 虽然少了柳氏集团 会让聚宝阁损失不少 不过聚宝阁未来想发展壮大 就必须要有壮士断腕之心 李温点头说道 也只能如此了 不过少了柳氏集团这块大蛋糕 我们需要从其他地方去弥补回来 不然聚宝阁的损失会很大 舒一姐 你觉得 我们应该 从什么地方下手 翡翠市场 秦淑仪很明确地定下了目标 说道 我们聚宝阁主要经营 还是在古玩字画上面 翡翠市场一直是我们的短板 如果我们能够在翡翠市场上 拿到一定的份额 聚宝阁再上一层楼 不是问题 对于商场上的事情 陈玄完全是门外汉 不过看着形势果掘 颇有大将之风的秦淑仪 他一脸佩服地说道 我相信 九师姐一定能够成功的 正好我对赌食颇为精通 文言 李温斜了他一眼 说道 小犊子 不是我打击你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上次解出一块冰种 就是行家了吧 你那就是狗屎运好而已 陈玄懒得理会这娘们 秦淑仪站起来说道 行了 已经很晚了 多去睡觉吧 有什么事情 明天去了公司再说 李温眼珠子一转 盯着陈玄说道 小犊子 书上不是说英雄救美 美人以身相许吗 今晚你救了我们 需不需要我们以身相许啊 陈玄上下打量了他一下 翻了翻白眼说道 你就免了 秦淑仪脸色一红 瞪着李温说道 你这死鸭都胡说什么了 我可是他的师姐 说完 秦淑仪就跑上了楼 李温对着陈玄挥了挥 自己的秀泉说道 小犊子 你别得意 老娘早晚有一天 会吃了你这根嫩草 瞧着这女人那凹 突有之的背影 陈玄有些郁闷的 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擦 这女人不会是 对她真有想法了吧 回到房间后 陈玄继续修炼九转龙神功 今晚的事情 让得陈玄知道 这世上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她现在这点实力 看着很强大 可万一遇上了真正的强者 别说保护师姐 连她自己的小命 都得丢掉 所以她必须不断地 提升自己的力量 至于柳如风 陈玄暂时没准备动她 不过若柳如风 还敢乱来的话 为了自己的师姐 陈玄不介意杀了她 会长 这是那小子的资料 东陵市小刀会总部 赵奎恭恭敬敬地 把一份资料交给杨坤鹏 在这资料上面 详细地记载了 陈玄的很多事情 哪怕她在太平村 偷看寡妇洗澡的事情 都被翻了出来 杨坤鹏接过资料看了看 旋即他手掌一握 手中的资料 瞬间化为灰烬 哼 废物 你查了三天 就查到这点东西 资料上面 虽然记载着陈玄的很多事情 不过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杨坤鹏想要的 自然不是这些 赵奎吓得跪了下来 说道 会长 我已经让人查了好几遍了 这小子真没什么来历 而且他现在在聚宝阁当保安 不过他和秦淑仪的关系 好像并不简单 小保安 东林第一美人秦淑仪 哼 杨坤鹏冷笑了声说道 算算日子 明天他应该就会去吴家拜访吧 一个有些能打的矛头小子罢了 这种小货色 吴长青的老东西 还想让我出面 若不是看在他吴家的身后 站着五目白 他吴长青算了什么东西 会长 那我们明天去吴家吗 赵奎小心翼翼地问道 去 当然要去 若吴家真压不下他的话 我们再出面也不迟 到时候 我倒看看 这小子到底有多能打 作为东林世道 上的枭雄人物 他杨坤鹏的面子 被人踩了他 岂会无动于衷 第二天 陈玄依旧跟着秦淑仪 李温前往公司 车上 李温正在后排玩着手机 开车的是秦淑仪 这时 李温忽然惊呼一声 对着秦淑仪说道 说一件 咱们江东之都赌石界出大事了 王一山王大师 在赌石上 竟然输给了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保安 这件事情 已经在群里面传风了 正在开车的秦淑仪一阵 李温一脸震惊的摇摇头 这上面没说 只知道对方是一个小保安 文言 陈玄把脸凑过去说道 娘们 那是我 李温白了他一眼 滚犊子 你这个小保安 哪里能够和这个小保安比较 人家那是实打实地 打败了王一山 你小子要是这个小保安 老娘给你洗一个月的内 酷 你们两个别评了 温 看看能不能找到 这个小保安的资料 如果能找到这个小保安 把对方挖到我聚保阁来的话 绝对可以让我们聚保阁 在翡翠市场大有作为 秦淑仪眼光独到 仅是从这点小信息中 就找到了商机 好的淑仪姐 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九十姐 这真是我啊 陈玄有些无奈地说道 秦淑仪同样白了他一眼 说道 你就老老实实 先做你的保安吧 陈玄很郁闷 这年头说真话 竟然没人相信 很快 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正当陈玄快下班的时候 韩冲又来了 这货开着自己那辆拉风的跑车 在保安室门口停下 陈玄说道 你小子又找我干嘛 我今天可没空陪你 嘿嘿 今天我陪你 你小子不是要去拜访吴家吗 哥今天跟你一起去 见识见识大场面